修车 补轮胎 电气汗 然后让我去学厨师 让我去到工厂里面学开车床 锯床 磨床 洗床 学了一整年 一分钱工资没有赚到 因为当学徒工是没有收入的 所以后来只能去工地上班 周老师从一个工地的农民工 窝钢筋 修桥 盖房子 架高压线 一天只能够赚15块钱 可以这样讲 今天在街上送外卖的外卖员 都要比当年周老师要好得多得多 那么在这种状态下 周老师的人生非常的迷茫 痛苦 没有方向 我不知道我该怎么做 而就在这个时候 我看到了电视上的一个公益广告 他告诉我说 每一个人都应该是舞台上的主角 你之所以今天生活很不顺利 只是因为你演的那个角色 他根本不属于你 从那天起 我就做了个决定 工地不属于我 我觉得我要靠脖子以上赚钱 而不是靠脖子以下赚钱 我发现这个世界上 97%的普通人之所以赚不到大钱 就是因为在靠脖子以下 在出卖劳动力 而3%的人靠的是头脑 所以那一刻起 我做了个决定 我要学习 我拿我在工地里 干了两年的钱去学习 刚好看到了 河南省的一个招生广告 河南省方远电脑学校的招生广告 它上面是这么写的 知识改变命运 学习改变人生 我把我两年里工地的所有的钱 全部投资自己的脖子以上 开始学电脑 当我在电脑学校学习的时候 白天在学习 晚上兼职打份工 我在我学校附近找了个网吧 兼职做网管 每天平均只能睡4到5个小时 老板管吃管住 一个月给我开200块钱工资 周老师边工边学 那年我只有17岁 当我从电脑学校毕业以后 我就开始去走到了这个电脑层里面去上班 去做IT 在我分享的时候 大家有任何的问题可以打在评论区 在我做IT的时候 我觉得人生可能也就这样了 对吧 找份工作 一个月赚个几百块几千块钱的薪水 而就在这个时候 命运开始改变了 我看到了一本书 来所有人把改变周老师命运的一本书 打在评论区 这本书的名字叫富爸爸穷爸爸 罗伯特清奇写的富爸爸穷爸爸 当我第一次看到这本书的时候 我无比的震惊 我终于知道了有一个词叫财商 我以前只听过智商情商 从来没有听过什么是财商 智商让你聪明 不能让你富有 情商让你学会为钱工作 变成钱的奴隶 只有财商才能让你成为钱的主人 财商告诉我说 人生不止两条路 什么好好上学将来找份好工作 什么学闻手艺找份好工作 这个都是死路 这个是让你做穷人的路 在这个世界上有四种人 我的老师在这本书上写 这个世界上有四种人 来全网打出来 ESBI ESBI E是什么 雇员的意思 S是什么 小老板自由职业者的意思 B是什么 B就是企业家 I是投资家 来全网打出来 ESBI 你没有任何问题可以打来评论区 就是今天E就是雇员 你这辈子不管怎么努力 只有主动收入 没钱没时间 S小老板自由职业者 自己为自己干 当你停止工作了 也就没有收入了 所以还是一个穷人 那么 B向线的企业家 和I向线的投资家 才能成立人生的赢家 因为他们可以赚被动收入 来全网打出来 被动收入 四个字 全网打出来 被动收入 这个世界上所有的顶级富豪 我们所有羡慕的那些人 马云 史玉柱 郭台铭 王永庆 李嘉诚 黄光毅 乔布斯 比尔盖茨 马斯克 这些人之所以牛 是因为这些人都在右向线 他们要不就是企业家 B向线的企业家 要不就是I向线的投资家 所以在那一刻我明白了 只有创业成为企业家 投资成为投资家 我才能改命运 我才能实现财富自由 我才能成为亿万富 虽然那个时候的我 只有十七八岁 初中都没有毕业 但是我学习了财商 我有了梦想 他让我生起了梦想 来全网打出来 梦想梦想梦想 穷人和富人最大的区别 就是梦想 是什么让刘邦 从一个 应该说是 叫做流浪犯 对吧 被朝廷的通缉犯 到最后能够建立大汉王朝 是什么让刘备 从一个卖草鞋的 叫到建立蜀汉王朝 是什么让一个放牛的刘秀 能够建立东汉王朝 是什么 是什么能够让朱元璋 从一个要饭的 能够建立大明王朝 是什么让马云 从一个普通的英语老师 变成当代最知名的企业家 是梦想 是梦想的力量 在做各位 周老师生起了梦想 我看到了富霸穷霸这本书 我生起了梦想 我要成为亿万富翁 我要成为百亿富豪 我要实现财富自由 那如何实现呢 我要学习财商 我要成为企业家 我要成为投资家 很多人会认为 创业很难 投资很难 我想告诉你 凡是会就很简单 不会就很难 我想问一下 有人问目前的趋势是什么 你们别着急 认真听 我都会讲 如何负债繁盏 我会讲的 别着急 你为什么会负债 是因为你没有财商 什么是财商 创造财富和驾驭财富的能力 今天你没有财商 你的智商再高 情商再高 没有用 你今天你必须要跟钱打交道 你只要跟钱打交道 你就离不开财商 所以我想告诉我们 今天在座的各位 凡是学过就会 没学过就不会 凡是会就很简单 不会就很难 走路对你来讲简不简单 很简单 游泳的那样简不简单 开车的那样简不简单 如果你会 你会觉得很简单 但是如果你不会 你会觉得很难 那为什么你不会呢 因为你没有学过 所以我想告诉我们 在座的各位 创业其实很简单 投资其实很简单 只是因为你没有学过 所以你不会 所以它很难 而财商就是教你 如何创业和如何投资的学问 周老师曾经也不懂 什么是创业 什么是商业模式 什么是股权架构 什么是IPO 什么是打造团队 什么是分配系统 如何构建企业的薪酬机制 股权机制 队友机制 如何打造团队的凝聚力 如何涉及自己的产品 如何涉及自己的服务 如何涉及自己的商业模式 这些所有的一切 都是通过财商学会的 当我学会以后 我就空和白狼 白手起家 创立了自己的公司 最开始做房地产 后来做金融 后来做互联网 当我完全实现 财富自由以后 我就开始做了教育培训 因为在我一无所有的时候 看到《求骂富吧》那本书的时候 我曾经发下一个大愿 那就是 如果这本书 可以帮助我实现改变命运 我要成为财商的中心推动者 帮助更多像我一样的改变命运 所以当周老师 用了15年的时间 学习和践行财商 当我从一个社会的最底层 到实现财富自由 到有房有车 有自己的公司 有自己的团队的时候 我想到了 我想到了我当年发的那个大愿 所以我希望把我是如何从一个普通人 然后如何从一个社会的最底层人 到改变命运的所有的东西分享出来 今年是周老师做教育培训的第13年 这13年间 我帮助了太多太多的人实现了财富自由 有刚刚大学毕业的大学生 有根本都在人才市场找不到工作的人 还有一些在富士康上班的工人 也有一些破产的小老板 还有一些家庭主妇 他们都是通过跟周老师学习财商改变的命运 实现了财富自由 很多人可能会对财富自由这个概念 有一个不正确的理解 那就是一定要成为亿万富 其实并不是 大家打出来一个公式 财富自由等于被动收入大于支出 财富自由等于被动收入大于支出 就是今天你如果一个月开支三万块钱 你已经过得很幸福了 或者说开支一万块钱 你已经过得很幸福了 那你只需要有一种收入方式 可以让你一个月 有一万五进账 你就已经实现财富自由了 财富自由是一种生活方式 并不是让我们盲目追求金钱 变成钱的奴隶 所以我想告诉我们今天在座的各位 没有学习财商 你会变成钱的奴隶 而当你学会财商以后 你会懂得如何驾驭财富 成为真正的富人 所以我想告诉我们今天在座的各位 给你们举个案例 我刚从土耳其回来 我带着我的总裁 带着我的导师班 一起去土耳其旅游 有将近十天的旅游 然后呢 在土耳其 我遇到了当地非常顶级的一些银行家 或者说一些顶级的富豪 然后呢 在去土耳其之前 我是去了美国 在美国带着我的福布斯球选 参加这个全球最顶级的AI峰会 在这个硅谷 那么在美国我也见到了 就是目前整个世界最顶级的 最有钱的财团 那么他们见到我以后 都在跟我说一件事 说周老师 你是来自中国的企业家 对吧 你是来自中国非常知名的人士 请问这疫情三年以来 你的资产也没有缩瘦60%以上 我说你为什么会问这个问题呢 他说很正常 他说我们的超级VIP客户 在中国都是最顶级的企业家 然后要成为我们的客户 都是最少投资2000万美金以上的 而他们的资产 这三年平均缩瘦60%以上 因为你们中国人 最喜欢把钱投在房产上 和股票基金外汇上 而这些年 这个疫情以后 你们中国的房地产 和中国的股市一直在暴跌 所以我手上的客户 平均资产缩瘦60%以上 那我想告诉我们 今天在座的各位 他们说的是实情 这个我就不方便 说人家银行的名字了 但是他说的是实情 因为我很清楚 因为我了解中国 因为我的很多很多的客户 他们的资产也是缩瘦60%以上 那些在疫情前 不是我学生的人 但是请问我的资产缩瘦了吗 不好意思 我不但没有缩瘦 反而增长了30%到40%左右 为什么会这样呢 因为财商 我在2019年的时候 曾经办过一个峰会 把我的老师 罗伯德清奇先生 从美国花了500万 把他请到中国来讲课 他曾经告诉我们说 2022年全球会发生进入危机 这是我送给你们的礼物 台下几千人都是我的学生 他说你们周老师 举办了这场活动 我要送你们周老师一个礼物 那什么礼物呢 告诉你们一个资讯 那就是2022年全球会发生进入危机 他说这个的时候 是在2019年 那个时候还没有疫情的发生 当我们听到 他说的礼物是 所谓的进入危机的时候 我们都很吃惊 他说这个是很大的大礼 罗伯德清奇曾经在2008年之前预言过 2008年会发生金融危机 在2000年的时候 预言到了2000年会发生金融危机 他成功预言了两次金融危机 而在这两次金融危机里面 他赚的钱超过他这辈子的总和 在2000年以前 他预言到2000年会发生金融风暴 他就做了一个动作 把自己手上的所有的资产全部变成现金 手握天亮现金等到超低 结果等到2000年金融危机真的来的时候 互联网泡沫 而那个时候 五大资产跌得最狠的是黄金 是贵金属 那个时候的金价 应该是跌到了80块到90块钱左右一刻 我的老师那个时候直接O-in 把所有的资产全部摆成了黄金 买了6吨黄金 他说各位 现在的金价多少钱 你们可以自己算一下 那么到了2007年 他再次预言到了 2008年会发生金融危机 还是一样的 把手上所有的资产全部变成现金 然后等着超低 而2008年 整个金融危机跌得最狠的资产 是美国的房地产 他开始O-in房产 他曾经在2007年的时候 看上了一个酒店式公寓 那个酒店是一个超级厉害的公寓酒店 然后租金合作率非常高 高达12%左右 然后那个时候 他要买下那个物业 需要花多少钱呢 大概花2到3亿美金 他非常想买那个物业 但他没有买 结果等到2008年 当美国次贷危机开始爆发的时候 大家的房价 美国的房价几乎跌了70%到80%的时候 本来他要花2到3亿美金买的资产 而在金融危机的时候 这都给你们猜他花了多少钱 他花了不到5000万美金 就把这个资产买到手了 而他买到手以后 他的租金合作率达到多少呢 就说各位 说出来吓死你们 你们可能根本不相信 他的租金合作率高达20%到30%以上 这是什么概念 这是他跟我们讲的真实案例 所以在他讲完以后 我就告诉我的学生 要把手上的房地产全部变现 要把手上的资产全部变现 股票啊 基金啊 对吧 然后买什么呢 第一 买实物的黄金 我预言到啊 未来黄金会暴涨 因为地缘政治的冲突 因为我经常去国外嘛 那第二 买3.5负利的增额中心数的保险 因为当你没有学习财商的时候呢 你是根本不懂什么是资产配置的 在这里我给大家讲一个财商最顶级的概念啊 不管是索罗斯 不管是罗斯柴尔德 不管是巴菲特 不管是比尔盖茨 这些顶级的富豪 他们之所以能够永远成为富有的人 他们可以富过三代五代十代 就是四个字来全网打出来 资产配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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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资产配置是你永远富有的秘诀 那什么是资产配置呢 为什么在中国不要说富不过三代了 都富不过一代 三十年合同三十年合习 甚至很多人三年合同三年合习 有多少人今天很有钱 明天变成穷光蛋了 有多少人今天很有钱 明天变成阶下囚了 来告诉我是不是 为什么 就是我们中国人 没有资产配置的这个概念 什么叫资产配置 我们财商把全世界的所有资产 分为五大类 如果你现在资产 是过百万千万亿万的 你一定要认真听 因为对你很重要 如果你现在还没有资产 你不要觉得资产配置 跟你没有关系 你是个穷人 你更要懂得资产配置 要不然你根本生不起病 有多少人 就是因为家里面出了一个病人 让自己一夜回到解放前了 所以认真听很重要 等一下你们再问 我会详细教会你们 如何做资产配置 这是周老师价值26800 品牌课的内容 认真听 我们把全世界的资产 分为五种 第一种叫做企业 也就是股权投资 可以自动化运营 并且为你带来正向性预伙的企业 第二种叫不动产 也就是房地产 第三种叫有价证券 股票 基金债券 保险 数字货币 都属于 第四种 叫专利权 著作权 第五种 可以流通的生殖的物品 来万说 把他打出来 今天周老师给你们释放的 全都是我26800 甚至是我 39万9品牌课程的内容 大家要认真听 很重要 很重要 非常重要 大家可以截个屏 可以截个屏 直接把课叫截个屏 来 我们来讲讲这五大资产 在中国 有很多有钱人 是通过创业赚了钱 比如说开工厂的老板赚了钱 他的资产是第一项资产 第一项资产就是企业 对不对 他赚到钱以后 他会把自己所有的钱 全部投到第一项资产里 他会进原材料 买机器设备 买厂房 买地皮 结果所有的钱 全都进去了 结果一个行业危机 或者一个政策危机 就像前几年 国家的双减政策一样 如果你所有的钱 全部都投在了你这个企业里 结果你这个企业 刚好一个政策出台 有可能你一夜之间 回到解放前 当年的于敏洪先生 说过这么一句话 他说 如果新东方 不是因为账上还有钱 我就得去坐牢 因为我退不起那么多钱 再说各位 这是一种情况 第二种情况 在中国有很多人 靠炒房赚了钱 他们把所有的钱 全投资到房地产里 他们可能买了几十套房 有没有这样的人 结果 现在房价一跌 很多人直接断供了 很多人直接 连银行贷款都还不上了 来 一夜之间回到解放前 卖房子也卖不出去 对不对 来 第三种 这个世界 有没有这样的人 靠炒股票赚了钱 所有的钱 全在股市 然后 不单所有的钱 在股市 还借款炒股 甚至加杠杆 结果一个股灾 一夜之间回到解放前 股票跳水 他只能跳楼 在这个世界 有没有这样的人 就是 买专利权 著作权 他只有专利权 著作权 这一个手艺 然后结果专利权 著作权卖不掉了 一夜之间回到解放前 还有人炒黄金 炒玉石 炒翡翠 炒这个所谓的 这个奢侈品 对吧 炒股丸字化 结果所有的钱 全在这上面 然后一下子回到解放前 那什么是 真真正正的资产配置呢 今天我教大家 最简单的两个配置法 首先第一个 大家把它打上来 全网打出来 平均分配法 平均分配法 刚才有人说了 对 不要把所有的 今天放到一个篮子 你说的非常对 但是如果我今天 不告诉你是五大资产 你根本分不清 什么是篮子 我一个学生跟我说了 说老师 我没有把所有的资产 都放到一个篮子里 你看我是炒股的 对吧 我买了25只股票 这不是分产投资吗 我一个学生 是做房地产投资的 他说了 我没有把所有的 今天放到一个篮子里 我的房子 不但买在深圳 我还买在上海 我还在广州 我还在北京 对吧 他说 这就叫分产投资 其实这不是 什么是真正的分产投资 举个例子啊 你有五个亿 一个亿投资你的企业 一个亿投资房地产 一个亿投资有价证券 股票啊 基金啊 债券啊 保险啊 数字货币啊 家族信托啊 等等 一个亿投资专利权 注作权 一个亿投资什么 可以流通保质 生存物品 股安自化 黄金 对吧 如果你这样配置 我告诉你 房地产跌了 没关系 咱还有四亿 全跌完了 咱还有四亿 企业赔了 没关系 还有四亿 对不对 就说句不好听的 有一天金融危机来了 资产跌了 总有一个资产不会跌 这叫风险对冲 再说句不好听的 即使有一天打仗了 我告诉你 五大资产都不值钱了 还有一个资产一定值钱 就是黄金 叫战乱出黄金啊 盛世古玩乱是黄金嘛 所以你有了资产 配置这个概念以后 你才能永远富有 而这个是很多很多 富人根本不懂的 他根本没有资产 配置这个概念 这是我给大家讲的第一条 第二个简单的配置方法 叫隐形配置法 来全网打出来 隐形配置法 什么叫隐形配置法呢 我们都知道 叫藏在江湖漂啊 哪有不挨刀啊 藏在河边走啊 哪有不试鞋啊 咱只要是出门在外做生意 咱一定会碰到竞争对手吧 一定会碰到无耻小人的员工被判吧 早晚都会碰到 对不对 周老师去研究碰到了一个 我想告诉我们 今天在座的各位 如果你打官司 很有可能 你的公司的账户会被冻结 你名下的房地产 你名下的 你名下的这些 所有的这些资产都会被冻结 你名下的房和车 你的现金 你可能连请律师的钱都没有了 我有一个学生就是这样 对不对 我当时告诉他要平均分配 他觉得 我刚才讲了平均分配法 他不屑一顾 我还能不懂 这个我做生意 我一年做几个月 所有的钱 全在自己的公司账户里 进货做服装的 结果他收了一笔钱 那个人在他这进货 结果那笔钱说白了吧 就是不干净 被查了 但是确实在他这进的服装 结果呢 他的账户被冻结了 这一冻结不要紧啊 那个案子查了 要你四个多月才给他解封 虽然到最后给他解封 但他企业倒了 他供应商欠的钱的 员工工资欠的钱的 能进货吗 所以我想告诉我们 在座的各位 隐形配置法 什么意思呢 你名下的房子 车子 你银的银行存款 这些都叫显性资产 那什么叫隐形资产呢 比如说 你买了增额终身数的保险 比如说 你做了一个家族信托 比如说 你买了15的黄金 比如说 你配置了一些数字货币 对吧 这些 他就属于隐形资产 人家今天 打官司了 要整理 把你的这些 隐形 显性资产能冻结 隐形资产是不能冻结的 所以为什么 富人买保险 一定要买增额终身数的保险呢 你买分红险 你买年金险 这都是金融资产 都是会被冻结的 没有真真正的防火墙 所谓的避债避税的作用 只有一种保险 叫 万从打出来 叫增额终身数 这个保险是富人必必的保险 这个保险是富人必必的保险 它以你生命为标的 有防火墙的作用 而且又能增值 再加个保险 因信托 对吧 再把它装过 加入信托里面就更安全了 如果你连什么是保险金信托都不知道 如果你连什么是增额终身数的保险都不懂 如果你连加入信托都不知道 不懂 那说明你真的没有财商 对吧 翘江南的张兰 虽然做了加入信托 但是没有财商 做了加入信托 那个钱就不是你张兰的了 是加入信托这家公司的 结果还被你支配 对吧 你给自己付保费 还要从里面调钱 明明受益人写的是你儿子汪小飞 结果你还是自己能够调钱 结果就这个漏洞 被他载头抓到了 他的信托直接被击穿了 这就是没有财商 要完全的做到隔离 有财商跟没有财商区别很大呀 将来如果有财商 能保住那几个亿呀 对不对 那没有财商的几个亿就没了 打水漂了 这就是财商的重要性 不要觉得今天花个几千块 跟周老师学财商不重要 周老师你想象一下 如果他花了几千块学了财商 有没有可能保住了那几亿的加入信托呢 对不对 有可能他学了财商 就不只是几亿的加入信托 有可能可以做十亿二十亿的加入信托 在最有钱的时候 那这是富人要配的这个配置 那我们作为普通人 要不要配置呢 要 普通人配什么 这个很重要啊 你是普通人 你是中产 你更要配的几个资产 写上第一个 如果你是农村户口 全家一定要买上农村医疗 这是国家给的红利 特别是农村的父母给自己父母配偿 一年就交个几十块钱 对吧 很便宜 啊 生病几乎在医院都报销 百分之七八十八九十都报销 啊 农村医疗 啊 社保 啊 百万医疗保险 重疾险 意外险 这些保险必须配上 啊 有多少家庭 有房 有车 老公 打工 养四口人 家里过得还挺好 对吧 结果家里面只要有一个人生病 房子被吃没了 就像我不是药神里面讲的那句话一样 这个世界只有一种病叫穷病啊 对吧 房子吃没了 车吃没了 工作也吃没了 所以 如果说你知道吗 你有农村医疗呢 对吧 国家百分之八十都给你报销了 你有百万医疗呢 你生了个病 保险公司全给你赔付 直接赔付一百万 又给你付医药费 你还买了个重疾险呢 你还能赚钱 这都给你知道吗 我有一个学生 就已经跟我学了财商 得了癌症还赚了八十万 因为他有财商啊 买了一张百万医疗保单 一年才几百块钱 又买了个重疾险 一年也有几千块钱 百万医疗全部给他添付医药费了 然后呢 病也治好了 放疗化疗都做完了 癌症也治好了 又买了重疾险 还赔付了他八十万 意外险就更不用说了 更要买 而且老 而且我们作为老板 一定要给员工买上意外险 我最少已经发现 有五个企业 一个企业家 都是因为小作坊 做企业做的还挺不容易 一年就赚个几十万 在农村 结果就因为一个员工 出事在工作岗位上 一夜之间回到解放前 意外险的保险公司给你赔付了 对不对 包括财产险 也要买 我一个学员 就因为没有给自己的仓库买 买这个财产险 然后呢 陷入老化失火了 一下子赔了客户2000多万 如果买了财产险 一年只需要给保险公司 交几万块钱就可以了 怎么买 找保险公司买就行了 怎么买到便宜的保险 你对比啊 保险公司全部对比啊 百万医疗这个保单 就是保险公司 都不想卖给你的保单 因为太便宜了 一年 年轻人像我们这个年龄 如果没有病的话 一年只需要付几百块钱就可以了 但是 他最高赔高 可以赔到你一百万 所以在座各位 这就是财商 你告诉我有没有用 太有用了 必须要学习财商 我再给你们讲一个案例啊 我在美国 碰到了一个学生 这个学生也是我直播间的一个粉丝 他呢 是在东北做企业的 然后呢 我在洛杉矶游泳池的时候 看到我了 他说哇 你真的是周老师啊 我说你超级粉丝啊 然后呢 我们现在移民到美国了 孩子在这上学 然后呢 我准备这个把公司关掉 因为我现在拿了美国的绿卡嘛 我拿了美国绿卡 我在美国要全球征税 中国也是全球征税 对吧 我一这样算 我这样赚的钱 反而都全交税了 算了 我不干了 企业准备把它关掉 我一聊 我说你等会儿 你企业做了多少年了 15年了 企业一年有多少利润 他说你不高 你就三五百万 我说三五百万也还好啊 他说如果我在美国一征税 然后美国的税法 这个中国也要征印到税 美国要征印到税 对吧 都是全球征税居民 那我就没啥利润了 我说谁说的 你根本就不懂 没有财商 人家你虽然拿了美国绿卡 你变成了美国的纳税居民 但是比如说 人家美国纳税 纳30% 中国纳你25%的税 那你在中国已经完了25%的税了 美国最多再收个30% 减去25% 也就是5%的税就够了 这样的 我说而且还有 如果你有财商 我可以让你那5%都不用交 周老师怎么做 我说很简单啊 你拿了绿卡 我问你你老公拿绿卡了吗 我老公没有啊 我说你老公没有 现在企业的股份是谁 百分之百都是我的 我说那可以啊 你就把你的股份 转给你老公 不就完事了吗 你老公又是中国身份 对吧 又不拿 又不准备去美国 拿美国绿卡 那你今天 你把你的股份 转给了你老公 那你从今天起 你的公司 不就不用再向 美国政府交税了吗 就这么简单 这就是财商 就这一个点 给他省了多少钱 一年给他省了300多万 你开玩笑 对吧 一年300多万 你告诉我10年多少钱 所以有财商 跟没有财商的区别 太大了 真的太大了 财商永远是告诉你 你的房子是资产还是负债 你手上的黄金 是资产还是负债 你的股票是资产还是负债 我告诉你 这些东西是资产还是负债 只跟你的财商有关 你没有财商 这些东西都是负债 有财商这些东西都是资产 不是房子让你变穷 或者让你变富 是趋势让你变穷 或者让你变富 来全网打出来 趋势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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周老师在2012年的时候 就告诉我的学生 一定要做微商 通过微信 来去做营销 对不对 中国最早是什么商 做商 做在家里开家电影的转件 后来行商 对吧 后来电商 再后来就是微商 我的很多学生 就因为相信我 听了我的课 学习 在我这学完微营销以后 就去做微营销 在微信里卖面膜 卖眼罩 卖那个什么护肤品 一年赚上千万 2012年的时候 不是因为他们牛逼 只是因为这个趋势 2016年 我就告诉我的学生 未来是波桑的天下 全网打出来 波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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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就开始做直播了 16年我就开始做了 对吧 那个时候还没有抖音 那个时候是硬客 歪歪花胶的时代 我就开始做直播了 就因为做得早 所以全网才有体力粉丝 我的很多学生 相信我做直播的 一个以前只是剪头发的 一个理发师 一个月只能赚2000块钱 在快手上 搞了500万的粉丝 一年最高峰赚2000多万 一个大学刚刚毕业生 一个月的工作 只能赚5000块钱 就因为跟我学了波桑 然后在直播间开始讲 开始讲课 开始分享自己的智慧 然后一年最高峰 也赚2000多万 所以我想告诉我们 今天在座的各位 是趋势让你变穷 或者让你变富 是趋势让你的房地产 变成了资产 也是趋势让你的房地产 变成了负债 对吧 以前房地产为啥好 因为三元九运 中国走土运 所以前20年 在中国最有钱的 都是炒房的 但是接下来是三元九运 走火运的时代了 那你还炒房的 那不作词吗 为什么周老师资产 没有说最60% 而且我的学生 相信我的跟我自己 不但没有说 反正还增长了呢 因为我们从19年 把房地产全卖了 股票全卖了 我们开始买黄金 19年我们开始进黄金 我们开始买3.5 增额中生数的 富利的产品 现在还有3.5 富利的保险吗 不好意思 早没有了 变成三个点了 变成2.8 2.5了 对不对 2019年买黄金多少钱 我告诉你 200多块钱 买的后的300多 现在涨了多少钱了 对不对 所以我想告诉我们 在座的各位 这就是财商 为什么周老师 一定要教你们做直播呢 因为他是趋势 你必须得做 不要觉得你不会 我告诉你 什么不都是开始学的吗 对吧 你现在是做服装的 你现在通过做服装赚多少钱 你在没有做服装之前 你会做服装吗 对不对 你是卖摄像头的 你以前是通过店面卖 你后来在淘宝卖 那你在没有学习淘宝之前 你会做淘宝吗 对不对 不就这么回事吗 我在这里送你们一句话 各位 全网打出来 认知 认知 转发一下 点击右上方的分享 你把我们的直播间 分享了朋友圈 分享了朋友圈 来全网打出来 认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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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永远赚不到 超出你认知以外的钱 就算你凭运气赚到 也会凭实力亏掉 这个世界有159种收割你的方法 直到你的认知跟财富成正品 你在这个世界上赚的每一分钱 都是你认知的变现 你在这个世界亏的每一分钱 都是你认知的缺陷 所以认知等于什么 来全网打出来 认知等于财富 认知等于财富 你的认知只有这么大 你只能赚这么多钱 你的认知有这么大 你就能赚这么大的钱 我们大多数人亏钱 就是因为做了认知以外的事 你从来都没有学过做直播 你去做直播了 你不亏钱 谁亏钱 你从来都没有做过房地产开发 你就去买了块地开发了 你不亏钱 谁亏钱 对吧 你以前学了做餐饮 你通过做餐饮赚到了钱 结果你赚到钱以后膨胀了 看别人做房地产赚钱 你也去做房地产了 你不亏钱 谁亏钱 所以我想告诉我们在座的各位 认知就等于财富 那我们要想提升自己的财富 怎么办呢 就要扩大自己的认知 那请问如何扩大自己的认知呢 全网打出来两个字 只有一个方法 没有第二个方法 在座各位 学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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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来 仔细听啊 就在刚刚我给你们直播前 我有一个粉丝来拜访我了 这个粉丝呢 他今天飞机 现在飞美国 现在在飞机上 他是做什么的呢 他是做摄影耗材的 今天周老师这个直播间用的这个 这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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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这个打光的这个灯 这个摄像机 耗材 这个手机支架 都是他们家的 他就是土生土长的广东人 以前是做纽扣的 一直亏钱 亏到最后破产了 而就在这个时候 他的姐姐是做耗材的 他姐姐一直跟他讲说 弟你来做耗材吧 我不会啊 你来做 姐给你发两千五 一个月给你发两千五 你只要干了一年 干了好了 姐给你百分之三十的股份 然后他就去了 当他开始做以后 他发现国内市场也不好 也不他姐也不赚钱 这个时候怎么办呢 他说这样吧 咱去参加一个展会 有一个同行说 我们在拉斯维加斯 在美国一个展会 参加展会上 接了个订单 赚了一些钱 怎么办呢 那我也去接展会 我不会怎么办 我报课我学习 如何参展会 就找了一个人学习 学完以后会了 结果就去美国参展会了 参了展会就搞定了一个客户 接了一个订单 接完那个订单以后呢 他就在想 结果那个订单呢 怎么说呢 就是让他先做货 然后再给他钱 而且给钱给的很慢 然后呢 甚至我这个学生 很好玩的一个人 他在那个 他那个客户 给他下单的货特别多 最高峰的时候 上千万美金 你想想 上千万美金 放在客户手上 又是个老外 他跑到这个老外的公司 跑到这个老外的家 生怕这个老外跑掉 后来就在想 不行 我必须要做自己的品牌 我的这个 他是亲眼看到他的客户 从两个普通的公司 一年连十万块美金 都赚不到 到后来最高峰的时候 一年可以赚好几个亿 从两个人 一个小仓库 到做成一个 超级几万平米的大仓库 凭什么我不能 做我自己的品牌 我天天给他压货 钱明明都是 货是我生产的 钱是我贴的 结果钱是他赚的 对吧 然后他就干嘛 做了自己的品牌 做自己的品牌 要做什么呢 要做亚马逊 不懂亚马逊呀 万叔你多少钱 怎么做吗 人家直接花钱 找了一个亚马逊的老师 来给他讲课 几万块钱 他说当时几万块钱 对我来讲 这个天文数字 但是我一定要学 我根本不懂 什么叫亚马逊 我就找一个懂 手把手教我 做亚马逊 我把那个老师 直接请到我家了 我给他多付十万 你给我好好教 然后学会亚马逊了 通过亚马逊接单 然后后来就做Facebook 后来又做自己的独立站 现在又做TikTok 再说各位 一个人什么都不懂 跑到美国 现在 他的工厂在广东惠州 他的公司在美国 在欧洲 在全世界各地 这就是各位 现在一年 最高峰的时候 做十六个亿 什么概念 做十六个亿 对不对 为啥人家 在美国 好莱坞拍戏 用全他们家好材 然后他给我看那张照片 让我震撼了 知道什么照片吗 那个拜登总统 就现在的美国总统 直播用他的好材 也是他们家的 就这么牛逼啊 刚开始去旧金山创业 后来发现 好材卖的最好的 一定是好莱坞 就直接跑到洛杉矶了 直接跑到好莱坞 所以我想告诉大家 认知扩大了 他姐以前做好材 一年能赚多少钱 两百万都赚不到 现在一年能赚十六个亿 你告诉我这是为什么 对吧 这十六个亿 你们猜猜中国市场 占了多少比例 百分之四 不到 也就是百分之九十六以上 全是欧洲 全是美国给他贡献的 疫情来了 英国脱欧了 他在美国各个州都有自己的公司 然后在欧洲 荷兰的阿姆斯特丹 有自己的公司 但是你们都知道 疫情前英国脱欧了 因为英国脱欧 对吧 人家怎么办呢 没办法 必须要去英国开拖市场 以前英国能从欧洲拿货 现在不能拿了 怎么办呢 好 在英国招了个员工 但是那个疫情去不了 仔细听啊 他在英国招了个员工 到现在为止 他没去过一次英国 没见过他一次员工 但是那个员工 把英国市场 给他做起来了 很正常 我的一个学生 做喜马拉雅的 对吧 当年我是从16年 开始做喜马拉雅的 我在喜马拉雅 随便一个专辑的播放 要路过亿 我们通过喜马拉雅赚的钱 都赚了好几个小目标 一年都赚好几个小目标 你们知不知道 我就讲喜马拉雅的时候 我一个学生 就学会了喜马拉雅 如何录自己的专辑赚钱 对吧 一个开发掘机的 叫幻英空 网名叫幻英空 开发掘机一个月 辛辛苦苦就赚个几千块 结果发现 有一个叫有生的紫金的 在喜马拉雅 把别人写的小说念一遍 一年 在座各位竟然赚八千多万 这哥们想他能念我 为什么就不能念呢 白天在工地开发掘机 晚上租了录影棚 开始录别人的小说 结果 人家一年也赚两千多万 后来八月机不开了 直接去做喜马拉雅 做主播去了 我就因为讲喜马拉雅的故事 教大家如何做喜马拉雅 做音频主播 我的一个学生 仔细听 这是个创业新模式 找人给他写小说 找人 找主播把小说录成音频 找人给他运营账号 招了三个员工 做了一个专辑 这个专辑 每一年给他贡献的备用数 超过上百万 但是他们 这个公司已经开了三年了 我这个学生 这三个员工相互不认识 他们这三个员工 也没见过这个老板 你能听懂我在说什么吗 这就是最安全的模式 这就是未来的 这就是未来的办公啊 对不对 就是这样啊 就像我这个学生一样 人没去过英国 就在英国招一个员工 给他干就完事了 就是这样啊 对不对 我有一个学生 找那个 找个员工 放在自己的身边 把运营学会了 把怎么找小说 也学会了 把怎么找主播录音 也学会了 马上就跟他背叛他了 把账号 也给他骗跑了 对吧 后来 后来我就跟他讲了 我说你为什么 把他们放一起呢 对吧 我今天告诉你 一个新的概念 这个是什么时候 我说的话 你们猜猜猜 我给他提出了一个新概念 叫云办公 来全黄打出来三个字 云办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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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什么时候 我说的这个事 你们猜猜 2017年 2017年 我就做了一个预言 就未来一定是云办公模式 对吧 老板招一个员工 可能那个员工的面都没见过 就在家里办公就完事了 到了2020年 疫情出来以后 你们才有这个 居家办公的这个概念 对不对 这就是财商 永远才在 才在这个接牌上 所以说我想告诉我们 今天在座的各位 是因为你没有把握住趋势 所以你落 所以你失败了 所以你落伍了 2020年 周老师就提出来了 未来一定是AI时代 我们那个时候就在研究AI了 那个时候我们根本不知道 什么OpenAI 什么TrackGDP 我们不知道 但是我们一直在研究AI了 2022年 我们的AI已经落地了 从2022年开始 你们在互联网上看到 周老师的短视频和直播 60%以上 不是我本人 是数字人 AI克隆了我的样子 克隆了我的声音 克隆了我的长相 能听懂吗 通过大模型 把我的所有的客套洗稿 形成新的文案 通过文字就可以驱动AI 克隆了我的声音 克隆了我的长相 然后来给你们输出短视频 一天可以输出上千条上万条 就是这样啊 周老师永远把握趋势 12年 我预言到了 其实不是从12年 我最早做预言应该是在2006年 2006年 我第一次上罗伯德星期课 罗伯德星期就告诉我说 未来在你们中国最火的一定是房地产和金融 我就让我老婆去做金融 我去做房地产 然后我在房地产赚到第一桶金 我老婆在金融里赚到第一桶金 2012年 我预言到微商会活 我就开始在微信朋友圈卖课程做培训 我是中国应该第一个在微信朋友圈里卖课的老师 而且我告诉我的学生一定要做微商 2016年做直播 然后告诉我的学生一定要做直播 带动一批人通过直播拿到结果 2019年预言到金融危机 买15黄金 把房地产卖掉 对吧 我不是在这给大家吹牛 互联网是有记忆的 你们可以去看 你们可以去听我的喜马拉雅 2016年我录的喜马拉雅 你们去抖音里能够找到 我2019年一直在讲 要发生金融危机了 大家把房子卖掉吧 大家不要炒股了 大家要买15的黄金 对吧 这都是做的神预言 2020年就预言到AI时代来临了 所以我想告诉我们 今天在座的各位 这就是财商 有财商跟没有财商的区别 我告诉你 可大了 所以你们什么都不需要学 你们一定要学一门学问 就是财商 要不要跟周老师学财商 今天周老师去到土耳其 哇看到我的粉丝 今天周老师去到美国 看到我的粉丝 今天周老师去到迪拜 看到我的粉丝 今天周老师去到马来西亚 新加坡 跑到全中国北京上海 任何个城市都有人认识我 为什么 不就是因为我做的比较早吗 不就是因为有财商吗 对不对 有财商 把直播又做上 做到极致 永远跟着去世走 不就这么回事吗 当年做的比我财商好的人 多的去了 当年这个开培训公司 开的比我早的人也多的去了 今天怎么都倒闭了呢 不就是因为没有跟上这个趋势吗 对还对不对 声音如果小的话 大家可以调一下 声音小的话可以调一下 所以我希望我们说的家人们 一定要跟周老师学财商 不开玩笑 我投在财商上的钱 超过两千万人民币 一直在不停的学习 就是整个全世界 只要跟财商有关的人 跟财商有关的书 跟财商有关的课 我几乎全上完了 所以我才能这么有财商 你们知道吗 周老师会 那接下来 周老师要给你们分享 分享播商了 要教会你们如何做直播 教会你们如何用AI的工具来做直播 教会你们如何把握住未来的趋势 你们说这样好不好 如果想听AI的 想听播商的 咱们直接简单一点 叫AI播商打到屏幕上 AI播商打到屏幕上 好吧 你看啊 有个同学给我发信息了 说周老师 我的这个基金 我的理财 我的股票亏了好多钱 为什么你亏 为什么我没亏啊 为什么你亏呢 因为我知道会发生金融危机 所以我在 应该是在前年 去年吧 我就把我所有的基金全部变卖了 所有的股票全卖掉了 就这么简单 股票好的时候 哪家基金不赚钱 去年股市大跌的时候 哪家基金不亏钱 不就这么回事吗 你知道跟不知道的区别就这么大 我记得很清楚 去年我把基金全部卖掉了 我的银行经理跟我说 周总你的账户里那么多空仓 他说咱买一个吧 现在这个基金多好多好 这个基金多好多好 这只股票多好多好 我说别都别买 他说为什么 我说马上金融危机了 结果现在 当时他还他还觉得 这个这个这个还在说我 现在发现我神欲言 有人问我说老师 那我要不要把它卖掉 看你有没有加杠杆 如果你的股票没有加杠杆 对吧 那你亏了 你又不用 不需要用这个钱 你又不急用钱 你就放着就行了 因为股市现在在开始回暖了 等到他出货 等到他平了以后 你就把它卖掉 但是如果你加了杠杆了 或者你现在很缺钱的 该卖就卖 该割肉就割肉 就这么简单 房子也是一样的道理 你不缺钱 你就挺着 先放着 对吧 但是如果你现在很缺钱 月供都成问题 你赶快卖 亏也要卖 我一个学生 你知道吗 可气人了 在北京 他的房子 大概当时 2019年 我去他家的时候 大概卖2500万 人民币 我让他卖 他大死不卖 我说你都不在北京住了 你小孩也去英国读书了 你卖啊 对不对 他说这房子是家 卖了我就没家了 我说房子不是家 我们有爱的地方才是家 我们在哪哪就是家 不听我的 现在他那个2500万的房 你知道跌到什么程度了吗 现在大概也就只1600万了 你算上亏了多少钱 而且1600万卖还没卖掉 前上个月吧 好像是1300多万 然后卖了 你算上他亏了多少钱 这就是有财产跟没有财产的区别 如果讲了这个案例 你觉得很过分 我再给你讲更过分的 我还有一个学生 在深圳 那更欺人 这个学生 当年他的房子可以卖 在2019年 我让他卖的时候 可以卖890万 结果他一直不卖 去年我让他卖 一定要卖 死里卖 他不卖 你知道为什么让他卖吗 不单是房价下跌的原因 他已经断供了 他 他已经欠了将近400多万的钱 小额贷 银行 追债公司 天天给他打电话 我当时给他讲得很清楚 我说 你800 你为什么不卖 他说现在周老师我卖 我这个房子 我说实话 我只能卖450万了 最高峰 那么890万 我现在只能卖450万 我欠400万 我说句不好听 把这个房子卖掉以后 还400万贷款 我那么下来 相当这个房子只能剩50万 我说那不还是 50万也是钱啊 我说你现在都断供了 你等到银行拍卖 对吧 你这个房子 450万可能200万都拍不出去 结果不听 后来被银行拍了 你们猜猜拍了多少钱 周老师 拍了不到300万 不到300万 你们意味着 你们知道意味着什么吗 意味着他把房子给他 300万给他卖了 然后结果他现在还道歉100万 你听懂了吗 周老师 这就是没有财商的概念 这就是没有财商的概念 有人说了后面会涨价的 就是后面会涨价要看 我刚才说了一个前提 就是你现在房子或者股票跌了 第一个你没加杠杆 第二个你你无所谓 对吧 你有钱 你的现金流没有断 你还能月供OK 那你可以挺着 但是即使后面会涨 但是如果说你加的是杠杆 或者说你月供都成问题了 你将来月供都要断了 你断了好几个月了 将来会涨有批用 有毛线用啊 银行不会等你涨啊 银行就给你拍卖了 能听懂吗 这就是财商啊 那还说什么说 对不对 所以大家一定要学习财商 这个真的很重要 不是给大家开玩笑的 有财商跟没有财商的人生 完全就是两种人生 有财商的老板 愿意把股权分给员工 企业的规模等于 有多少人为他操心 他用做多大 对吧 你是一个员工 你是一个老板 带着一百个员工 我是一个老板 带着一百个老板 咱们团论能力 团论市场 团论产品 你怎么跟我比啊 对不对 愿意把你的股权分出去 但是很多人很多人 他没有财商 他不愿意分这个钱 不愿意分这个钱 到最后的结果 就是企业做不大 不就这么回事吗 把股份分出去 你可以从一年一个亿 一年干到十个亿 你不把股份分出去 你好的时候 可能干一个亿 不好的时候 可能只能干五千万 对不对 你即使把股份 分个百分之四十出去 你不还有百分之六十吗 对不对 你以前只能赚一个亿 你现在分出去 你赚了十个亿 你多赚了九个亿 这九个亿 虽然百分之四十 你分出去了 但是不还有百分之六十 是你的吗 多赚了这个钱 你总是看到了 你分了百分之四十出去 你为什么不算 这九个亿的百分之六十 是别人白分给你的呢 对不对 九个亿的百分之六十 万分多少钱 六九多少 六九五十四啊 六九五一四是吧 你看到没 你不是多赚了五点四亿吗 对不对 加了杠杆 就是有些人股票加杠杆 你如果听不懂 证明没买股票就算了 所以在座的各位 还有就是数字货币 对不对 就是你懂财商 你就知道可以买什么币 你不懂财商 你买空隙币 传销币 到最后钱没了 人还被抓了 我的一个学生 曾经买了一个币 叫雷达币 当时我一看 我说你这个不是主流币 没有上币安啊 OK啊 这些的货币啊 这种交易所 自己搞了个交易所 而且这个币拉人头 还给他返利 拉一个 拉两个 拉三个都返 你这不就传销吗 传销币吗 不听我的 啊我赚钱了 我都赚了两千块了 我说赚两千块 把钱出了 对不对 赶快停止 不要再干了 结果不听 到最后呢 第一个钱没了 第二个人被抓了 还判了五年 你告诉我 有钱有啥用 对不对 钱也不是你的 对吧 国债能不能买 那就要看你的财商了 那就要看你的 你的这个状态了 对不对 很简单 你如果你有闲钱 对吧 你有 比如说你有一个亿 你说你拿个几百万 买国债行不行 那当然可以了 对不对 但是如果说你只有十万 你拿这十万买国债 一买 买个十年二十年 你不有病吗 你可能两年以后 你缺钱了 你这你十万拿不出来呀 对不对 你拿出来以后利息全没了 那不就这么回事吗 对不对 所以这就要看 这就要跟财商 这要学习的 这不是我一句话 两句话 能够跟你说清楚的 啊 然后财商的部分 我们简单给大家 说个尾 啊 好吧 穷人跟富人 最大的区别有两个 穷人跟富人 为什么到最后 有人变穷 有人变富 就是因为财商 穷人跟富人的 第一个区别 那就是思维 那就是收入方式的不同 穷人永远追的是钱跑 而有财商的人 永远追的是资产 我要赚被动输入 我盯的是被动输入 而不是那个钱 啊 因为穷人赚的是 主动输入 而富人赚的是被动输入 穷人跟富人的第二个区别 叫支出方式的不同 穷人 他愿意把钱花到脖子以下 吃个嫖赌 坑蒙拐骗 愿意花钱 但是脖子以上 学习 不好意思 说句不好 天的 分文都不愿意花 对不对 所以就是因为你有这样的思维 你才是个穷 你才是个穷人啊 给大家讲一个真实案例啊 当年我一无所有的时候 我遇到了一个很厉害的人 这个人身价上千万 我问他 我说你是怎么成功的 你小学都没毕业 为什么能成为千万服务 他跟我说 他说 他在北大清华乘客 乘了两年 我说你给我找一下照片 我说怎么去啊 你能考上北大吗 他冒充北大学生 去北大乘客就行了 他就给我讲了这一句话 我赚到钱以后 我就去北京 我就在中关村附近 找了份工作 白天上完 晚上就去北大清华乘客 我在北大清华乘了 两年一年多的课 我只听那些顶级的企业家 来分享 80后的第一个亿万服务 我是80后 80后的第一个亿万服务 叫李响 他来分享完以后 我就做了个决定 他能成为亿万服务 为什么我不可以 商界杂志老总来分享 给了一本商界 我以前也不懂 我也不认识谁是马云 谁是石一柱 谁是牛根生 谁是柳传志 谁是马斯克 谁是比尔盖斯 都是通过商界杂志认识的 当时我就看到他们的创业故事 他们可以成为商界的封面人物 成为企业家 为什么我不可以 我用了不到15年的时间 我就登上了商界封面 我用了不到15年的时间 就实现了当时我在北大的梦想 而且当时我在北大听课 我在想未来有一天 我能不能在北大讲课呢 就在今年这个梦想也实现了 周老师不单登上了商界的封面人物 周老师不单实现了财富自由 实现了当时的梦想 而且也登上了北大讲台 在北大讲课 我们在北大 今年刚刚开完课程 我带着我的导师 网根福布斯 在北大校园 开课 然后呢 结业证上 有北大的老师 有清华的老师 还有周老师的名字 我们在北大上课 对吧 当年咱是北大的学生 咱今天能够当上北大的特约老师 北大给我发课课试费 所以我想告诉我们 在座的各位还是那句话 梦想一定要有 万一实现了呢 只要你爱学习 我告诉你 所有的梦想都能实现 你说周老师 从一个初中都没有毕业的人 在北大蹭课 被保安赶出去 对吧 今天竟然能够成为北大的特约讲师 你告诉我 还有什么梦想不能实现 对不对 当年周老师只是商界的一个普通的读者 今天竟然能成为商界的封面人物 你告诉我 还有什么梦想不能实现 而实现这些所有的梦想的核心是什么 就是学习 包括咱们也接受了央视主持人李时事的采访 对吧 咱能够上央视频网 接受采访 阅读越中国 带大家一起读《秋马福马》这本书 上央视网 接受新华社媒体的采访 凭什么可以 对不对 不就是因为在不停的学习吗 对不对 而且当年 我就是被一条公益广告改变的命运 大家还记得吗 周周围 当年我在工地干的时候 我都想死了 我都不想活了 结果就因为看了一条河南省都市频道的公益广告 告诉我说 每一个人都应该是自己人生路上的主角 你之所以今天觉得这个演的这个角色不好 是因为你演错角色了 从那天起我做了个决定 工地不是我的舞台 我才从工地辞职出来去学习 改变了我的命运 所以从那天起我就开始做慈善 我就告诉我自己 我要做慈善来回馈这个社会 从 每一年的捐款 到后来捐助希望小学 到在全中国捐助图书室 零捐助孤雅老人 然后到成立我们自己会成百年的公益慈善基金 我们今年在高校里做公益演讲 我们在北京 我们在山西 我们在海南 我们在各个地方的高校做公益演讲 而且不但周老师免费给他们讲课 还给孩子们捐款捐物 给他们捐书 给他们捐课 给他们捐钱 一个学校捐了50万 这是创业基金 参加我们的创业大赛 你的项目如果好 我们给你偷钱 你可以拿走这50万的奖金 因为苹果 谷歌 Facebook 顶级的企业 都来自于高校 我希望为中国的大学生 培养更多的比尔盖斯 培养更多的乔布斯 培养更多的马斯克 培养更多的扎克伯格 我们亲自去到咱们中国的贫困线 扶贫 定点扶贫 咱们虽然已经脱了贫困线的帽子了 对吧 但是咱们依然不能够松懈 咱们还要给他捐智慧 因为扶贫先扶质 咱们亲自去到湖南洪水 今年湖南发大洪水 咱们亲自去到一线 咱们去抗争救灾 抗洪救灾 对吧 咱们一捐就捐几百万 买物资 亲自去到前线 河南洪水 咱们买物资 亲自去到前线 对不对 咱们的公益实战基金 持续捐款 持续去帮助更多人 这就是周老师 这就是学习给我带来的结果 对吧 你给你 叫做 我相信 我相信 周老师的这些努力 他到最后都会变成福报 回到我的身上 爱出者爱反嘛 那我为什么能够从一个自私自利的普通人 能够变成一个有大爱的人呢 我为什么能够从一个没有文化的一个农民工 能够变成一个有知识 有文化的一个企业家呢 你告诉我这是为什么 不就是两阵吗 叫学习吗 那还说什么 来全网打出来 学习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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对还是不对 所以还是那句话 真真正正的财商 让你赚的不单是被动收入 周老师要教你们赚被动福报 什么是真正的资产 福报才是真正的资产 这个东西别人永远带不走 假资产是可以背叛你的 多了以后反而给你遭灾 比如说你的钱 你的房 你的车 你的名气 对不对 这些东西都会背叛你 今天是你的 明天不一定是你的 但是真资产是永远不背叛你的 是你这辈子的修为 是你的慈善的心 是你这辈子的福报 谁都抢不走 是你的智慧 谁都抢不走 对吧 离婚可以离走你的财产 离走你的房 你的钱 你的车 你的公司 但是他分不走你的智慧 他分不走你的福报 不就是这么回事吗 知道各位 对不对 那些背叛你的小人 可以把你的钱给你拐跑 他拐不走你的智慧 拐不走你的福报 拐不走你这一世的修为 所以我想告诉我们 今天在座的各位 这个世界最大的智慧 你们知道是什么吗 把福报当事业干 而这个世界最大的愚蠢 你知道是什么吗 是把业障当事业干 来全网打出来两个字 福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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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为什么今天周老师 要来给大家做公益直播呀 因为想帮助曾经跟我一样的人呀 因为我相信我今天这个视频 我这个直播 可能就能够改变一个人的命运呀 这种各位 周老师这些年改变了太多人的命运了 今天晚上你们听到底 我会 对吧 邀请一些 跟我一起学习的学生 上来给你们分享 分享他们的故事 分享他们是如何改变的故事 有从负债几千万到环形负债变成一万富翁的 有从家庭主妇一个月连两千块都赚不到 到现在可以通过直播 可以通过做短视频 可以通过财商 让自己实现这个年入过百万的啊 有一些负债的小老板对吧 都已经不知道企业该破产边缘了哎 现在重新又找到自己的轨道 又实现财富自由的嗯 这种案例太多了 所以 所有的起点是什么 是财商 是财商 因为你学懂了财商以后 你才发现了 钱 只是我们的一个工具 你的起心动念会非常的正 道法术器 道生一生二生三三生三五 道是什么 道就是你的心啊 道心啊 你的道心是真的想帮人 企业存在的核心是什么 不就是帮助别人吗 对不对 如果说你的企业不能帮助别人 你的企业怎么可能存在呢 为什么有些企业可以延续上百年 而为什么有些企业今天开明天倒闭呢 就是因为你的那个发心很重要 起心动念决定了你是谁 起心动念决定了你能走多远 我在这里给咱们讲到AI播商了 对不对 我给你们讲一讲 周老师是如何从网上一个粉丝都没有 没有人认识周文强是谁 如何从零粉丝 然后做到上亿粉丝的 你们想不想听这个 我今天把看家密集交给你们 好不好 周老师各位 除了我做的比较早 除了我花了很多钱去学习 以外 我给你们讲个小故事 如果这个小故事你们听懂的话呢 你们就搞懂了做直播 能够在互联网上火的最核心的秘密 周老师各位 来 周老师各位 全网再转发一下 点击右上方的分享按钮 把我们的直播间分享到朋友圈 分享到朋友圈啊 三维空间 最高的能量 把它写上来 一个字叫爱 三维空间 最高的能量叫爱 你之所以今天赚不到钱 因为你做了这件事 不是你爱的 你之所以今天婚姻不幸福 因为你身边那个人 不是你爱的 你之所以在这个城市 无法扎根 是因为你这个城市 不是你真正爱的 换句话讲 在这个世界最高的智慧 就是在一个爱的地方 找一个爱的人 做爱的事业 而在这个世界上 最大的悲哀 就是找了一个没感觉的人 做了一件没感觉的事 爱是三维空间 最高的能量 科比就是热爱篮球 周杰伦就是热爱音乐 周星驰就是热爱电影 姚明就是热爱篮球 对吧 刘翔就是热爱跨篮 周文强就是热爱财商 所以我们热爱 我们做了这件事 所以才能做成 记住爱是能量 其他的全是消耗 如果你做那件事 是你为了责任而去做 根本不是你爱的 我告诉你 那件事不可能让你赚到钱 越做 你的能量越低 因为你一定要明白 我们追求的钱啊 房子啊 车子啊 票子啊 这些都是物质 而物质都是能量的显化 爱是能量 其他的全都消耗 记住这句话 那一个人为什么 他找不到自己爱的人 找不到自己爱的事呢 他不知道自己爱啥呢 找不到自己的轨道呢 三维只是四维的投影 一维是二维的投影 二维是三维的投影 三维是四维的投影 换句话讲就是 你要找到那个投影 缘 三维最高的能量是爱 那四维最高的能量是什么呢 打出来 感恩 全王打出来 四维最高的能量是感恩 一个不懂得感恩的人 他根本不知道什么是爱 而一个懂得感恩的人 我的妈 他哇哇哇有爱 不用说了 一定是这样子的 我感恩我的父母 我感恩我的老师 罗伯的亲戚 对吧 我感恩我的客户 我感恩我的员工 我感恩我的伴侣 我感恩我遇到的每一个人 所以我是一个极度有爱的人 就是因为我极度有爱 所以有更多人感受到了我的这份爱 所以都开始爱我呀 记住爱出者爱犯 真的 我每次开课你知道吗 我还没讲课呢 有一个人冲上台 周老师我要成为你的弟子 我要报你的导师班 我说你知道导师班多少钱吗 那我知道三十九万九 我说你还课都没听 为什么报呢 他说我替你喜马拉雅 听了两年了周老师 我从一个抑郁症患者听你的课 没有人爱我 我觉得我被世界抛弃了 就因为听完你的喜马拉雅 每一次你每一句 每一篇录完以后都那句话 我是周文强 我爱你如同爱自己 陪我度过了两年 这种彻夜难眠的日夜 我在你身上感受到了什么是爱 是你帮我治好了抑郁症 是你让我重新燃起了 对生活的希望 是你让我找到了我自己 我今天实现了财富自由 我就是来感恩你的 今天又一个人冲上台了 碰碰跪下了 给我吓坏了 我赶快参见别人 我说你干啥 周老师 我要报你的福布斯 我说你为什么报我的福布斯 我是你的粉丝 我的命是你救的 在我破产的时候 这个事就是在上一次我开财道现场 在我破产的时候 疫情的时候 我的父母离我而去 死了 我的员工背叛我 我已经负债一百多万了 我的人生迷茫了 我痛苦老婆也跟别人跑了 我走在桥上 准备一跃而下 解决我的生命 你知道吗 周老师 而就在这个时候 我刷抖音 看到了你的一个视频 你激情澎湃的 在跟我讲你的一句话 你说 在这个世界上 所有大车大乌之人 都曾经历过 无药可救 心不死则道不生 倘若冲突末路 那边势足破足 人的末路就是神的开端 兄弟 你的人生已经走到谷底了 往哪走都是向上 你的那一句话拯救了我 我瞬间拿到了那个力量 我又刷你的视频 又看到了中国梦 中国品牌被外资所猎杀 我们必须要做 中国自己的民族品牌 那一刻我瞬间燃起了斗志 我现在开始自己创业了 然后我重新还了 一百多万的外债 我现在一年能够赚两百多万 我来就是感恩的 我就报你最贵的福布斯 六十八万 我说你知道福布斯 是什么意思吗 他说我知道 我听过你的课 我在网上把你说的 专题全听完了 你最高级别的学生 叫福布斯 诗不是那个福布斯 排行榜那个诗 是布斯的诗 你告诉我们说 你想有什么就舍什么 舍得舍得 有舍才有德 佛告诉我们说 福就是财布斯 得财富 智慧布斯得智慧 而福布斯就得福气 就得福报 对吧 我们中国人最喜欢的一个福 叫五福灵门 每年过年都要贴 对不对 为啥喜欢五福灵门 第一福是什么 富贵 又有钱 又受人尊敬 又有名气 第二福是什么 康宁 又健康 怎么样 又宁静而自远 没有小人烦你 第三福是什么 有德 有德行 非常善良 第四福是什么 长寿 第五福是什么 善忠 所以我们中国人都喜欢用五福灵门 那福布斯 对吧 就得福气呀 所以我要成为你的福布斯 跟你一起去布施 我看到了你在河南洪水救灾 捐几百万 亲自去到前线救灾的视频 我看到了我们这一次湖南发洪水 你又派救灾小党 那个时候你在美国 你为了捐款都生病了 在今天经济状态下行 无人捐款的时候 你又带头站出来 所以我要成为你的福布斯 跟你一起做慈善 是你救了我的生命 所以我想告诉我们在座的各位 我现在上课真的都是这样的 我从来都没有成交过任何人 都是人家主动上来 要拜我为师 为什么 是因为我先给了他们爱呀 所以今天他们才会给我爱呀 所以思维空间最高的能量是感恩 因为我懂得感恩 所以我的学生也懂得感恩我 懂得感恩的人才有爱 你连一颗感恩之心都没有 对吧 你连父母都不孝顺 你连父母都不感恩 父母都给了你生命 这是最大的贵人 你都不懂得孝顺 请问还会有贵人 来到你的生命当中吗 那一个人为什么不懂得感恩呢 感恩是五维空间最高的能量 那六维空间最高的能量是什么呢 写上 愿力 全网打出来 愿力 爱是三维空间最高的能量 感恩是四维空间最高的能量 而愿力是五维空间最高的能量 有了愿力这个投影源 才能够懂得感恩 有了感恩这个投影源 才能够投出爱 所以在座的各位 要想找到轨道很简单 让自己生起一个大愿 给自己发一个大愿 为什么朱元璋能够从一个普通人建立大明王朝 就是他发了个大愿吗 驱除达鲁 恢复中华 他是民族英雄啊 在座各位 不就这么回事吗 那地藏王修行了那么多年都成不了佛 连明星剑印都做不了 更不要说罗汉国位都夺不到 不要说菩萨了 结果就因为救自己的母亲 看到地狱那么惨 发了个大愿 地狱不空 世不成佛 结果他就成菩萨了 所以我想告诉我们在座的各位 曾经的周老师也是个普通的小男孩 不就因为发了个大愿吗 如果财商这本书能够帮助我 改变命运 世界财富自由 我要成为财商的终生推动的 帮助更多像我一样的人 这股力量 今天的周老师刚从土耳其回来第一天 没有到时差 对吧 十二天 每天平均坐六七个小时车 在去土耳其之前 我在讲课讲了四天财道 在之前我在北大讲课 我从北大之前我在美国讲课 我从美国回来一天时差没到 直接在北大讲了五天课 然后就直接又开财道 财道讲完又会多少期 多少期今天回来 今天我那个美国的学生走之前还说 周老师我看你精神很好 不用到时差吗 我说我没有时间到时差 也就没有时差了 所以在座的各位 为什么是什么力量在支撑的周老师 是保健品吗 我告诉你 不是 是什么 是愿力 是大愿 当你一旦有了大愿以后 你就有了使命感 你有了使命感以后 我跟你讲 你是浑身死了完了劲 你知道吗 对不对 周老师为什么要努力啊 我背后有两千五百个员工啊 你开玩笑 那背后就是五千多个家庭啊 我不努力 他们怎么办 通过我的努力 让他们通过我的平台 对吧 找到伴侣 买到房子 对吧 生了孩子 有了车子 我多开心啊 对不对 我背后是什么 我背后是我的这些学生们 这些导师班 这些福布师们 对不对 我的全网粉丝们 我要为了他们而努力奋斗啊 那不开玩笑啊 所以你们一定要给自己生起一个大愿 李时珍为什么能找到轨道 不就是因为看自己家人生病了 自己救不了 自己的亲人在自己面前死去 给自己生了个大愿吗 对不对 叫玄壶救世嘛 那就成为神医了嘛 所以在座的各位 你知道吗 为什么我的抖音火 你的抖音不火 为什么我的喜马拉雅火 你的喜马拉雅不火 因为你拍短视频是为了赚钱 因为你做互联网是为了赚钱 所以你就赚不到钱 因为你没有力量 而周老是做互联网 真的不是为了赚钱 在2016年的时候 我就做了个决定 你知道吗 我说我的使命是让一家族实现财富自由 是因应付出 我现在讲课 虽然每天都是几千人几千人听我讲 我讲到什么时候能帮助一亿人 我如果能够把我的课全变成直播 变成免费的短视频 不就能帮助一亿人了吗 你知道我当时做这个决策的时候 有多冒险吗 所有股东全部反对 所有同行全部抵制 周老师 咱们线下卖几万块 几十万的课都变成免费短视频 免费直播 那谁还来上我们课 那谁还跟我们交学费 我们这家培训公司的主任业务都没了 这不开玩笑吗 我们一年五六个亿的产值到最后全没了 我说没了就没了呗 我们做这些事的初心不是为了赚钱 是为了帮助一亿家族实现财富 之后生意富足 我说如果真的他们听了我线上的短视频 看了我线上的课程 他们就不买我线下课了 我认了我值了 但是我觉得 如果真的能这样做 我告诉你我的愿望也实现了 同行也抵制我呀 对不对 觉得我违反了行业规则 那谁还报我们的课 都能在网上听你免费课了 但是我想问你们的是 我真的把我线上的线下的这个课程 放到互联网上免费了 我就没人来报我课了 你们猜猜有没有 报的更多了 我以前一个月开一场 一千多人的活动 我现在一个月 我想开几场开几场 因为排队 线上报了我课的 等着排队的上万人 买了课排队来上课 不需要成交 来到现场就是 我要报服务师 我要成为你的弟子 为什么 因为我在线上听你的课 已经听了五年了 所以我想告诉我们 今天在座的各位 反而人更多了 营业额不但没有下滑 反而成倍成倍的往上翻 这就是 这就是起心动念 这就是 道生一 一生二 二生三 三生万物的力量 在这里给大家讲一个真实的故事 我希望能够激活你们 做AI波上的信心 也能激活你们做AI波上的道行 你们做短视频才能火 我在喜马拉雅火了以后 喜马拉雅的总裁来找我 说周老师你出个免费 你都是免费专辑 在我们喜马拉雅上 你出个付费专辑 我们一起合作 利润分你一半 我们这边的很多的网红 在我们这做付费专辑 一年通过我们赚五六千万的人都有 七八千万的人都有 对吧 我说我就想做免费的 他说为什么 我说免费的流量大呀 免费可以帮助更多人啊 他说如果你给我们出付费专辑的话 凭你的粉丝量 我觉得你一年在我们这都赚一个亿 我说我希望帮助更多人 我说我这个产品没想过盈利 他后来说那这样吧 如果你不跟我们合作的话呢 我想告诉你的是 你前段时间是不是被封号了 我说是 他说你知道为什么 我说为什么 他说因为你在我们这 是超级大的网红 你的视频流量太大了 但是 我们没有收益 所以就给你先留了 你付费 我们开评广告是你 开业广告是你 所有广告给你推 然后你可以出一个五千块钱的课程 我说不 我说如果真出的话这样吧 我出个我出个一百五十九的吧 我一百五十九的专辑 卖到互联网 那个知识节的第一名 为什么 就是因为 人家真的是在这里收获特别大 一看你有个付费产品 知识你都买了 那为什么我会有这样的思维呢 就是因为我本来就是没想赚钱 本来就真想帮助人 但是就想帮助人 反而你赚的更多了 不就这么回事吗 真的就是这么回事 我为什么会录喜马拉雅 最开始我们六十五会的张艺发老师 录了个喜马拉雅 张艺发老师是我的助理 大学毕业以后就加入了公司 从零开始到创立自己的公司 跟我一起创立六十五会 让自己实现一年收入几千万的收入 然后呢 他录了个喜马拉雅 被我的爱人杨老师发现了 他说你也去录一个吧 我就录了两篇 相信一篇和梦想一篇 录完以后我就没录了 因为我没有时间 我天天在讲课到处飞 那个时候特别忙 广州讲完以后 飞深圳讲完以后 上海上海以后 南京南京以后 北京北京以后 飞国外马来西亚 然后我要利用我休息时间录课 我挺累的 我不想录 我也不知道录了有啥好处 我也不知道录了以后 能有没有人听 那个时候刚出来吧 16年 过了半年 我开方的到游学课 我有一个学生姓于 叫于建文 他当时是两个铁皮房 开始创业 做那个卖赛斯店 卖大卡车的 跟我学习 他那一年竟然赚了上千万 我没记错的话 应该是三千万到四千万左右 他说周老师你知道吗 我就师父 我就听了你两篇喜马拉雅 让我的业绩翻了N多倍 我从一年只能做几十万 到今年做了几千万 我说怎么可能 哪一篇 他如果打开一看 我一看 啊喜马拉雅 我说怎么可能有这么大的作用 你是不是骗我 他说不是 我不但自己挺 我让我员工挺 我让我所有的经销商挺 我让我所有的客户挺 哇同频共振了 能量哇哇高 哇哇进单 卖大卡车 卖到全中国第一名 然后后来我就在想 哇这个力量这么大 那从今天起来 我就录喜马拉雅 我对着我的两百多个福布斯学员发誓 我说我要利用休息时间录 我要录一千片 到今天为止 我已经录了六百多片了 还在不停的更新 八百多片了 录了八百多片了 从16年这件事 免费坚持坚持到现在 你们算了多少年了 16171819 2021222324 九年了 每一次录喜马拉雅 都是什么时候你知道吗 比如说 我今天早上在家里录喜马拉雅 你们知道吗 我昨天从土耳其飞回国 飞了12个小时 我今天早上 我今天晚上在公司直播 我今天早上在家里录了喜马拉雅 就是这样 就是完全是利用这个休息时间录 而且为了效果好 我会把灯关掉 把空调关掉 把排风扇关掉 永远是用最好的力量给大家录 每一次录完以后 我都缺氧 特别是在深圳 因为深圳特别吵 我们家 我都是在地下室 地下三层的地下室 因为完全听不到任何的声响录 有一次 我跟万松老师 我的助理在加拿大 在加拿大录喜马拉雅 他把空调全关了 排风全关了 我录完以后 你知道我已经手都动 都不会动了 零下四十度 零下四十度 他那个是 过了大被子 大被我穿的羽绒服在床里 我就穿了一个睡衣在那床上 录喜马拉雅 脚都动麻了 为什么 他说 师傅你每次录的时候 都让我把这个东西关掉 这就是道心 从来没有想过 这个东西有多少收获 包括我的短视频 每一次开课 七八个摄像机对着我拍 全部剪出去 我连我南极六十八万 规律课程那种都免费给你们剪出去 就这么简单 就每一次当我讲到这儿 都是有人说 周老师如果是这样的 我就不用报你课了 对不对 我就再往上看免费的就行了 可以啊 没问题啊 真的可以 如果你听到这儿 你就不报了 证明你不是我要找的人 如果你听到这儿 你觉得周老师 你太有大案了 这种人不知道追随谁 追随谁 我要报 你是我要找的人 就这么简单 是因为你付了费 我才能开新加课 是因为你开了新加课 我才能够更多的素材 更多的智慧生发 能够给更多的人 我经常跟我的服务师 导师班说了一句话 是你们出钱 让我拍了这么多视频 给那些人免费看 你们服务太大 这个视频是因为你们而存在 就像当年我刚开始出道的时候 我的很多的同行都说 先买了劳斯莱斯 咱们这个行业的标配 很多人都因为 咱们有劳斯莱斯 所以报展的课 我说我不买 他说为啥 我说我今天要捐个西方小学啊 我用买劳斯莱斯的钱 再捐个西方小学 他不像吗 他说为什么你这么想的 外送你打下我们 西方小学的照片 我说对啊 我说买劳斯莱斯干嘛 买劳斯莱斯就有人报展课啊 我说如果 听众被什么的语言所吸引 就说明听众活在什么样的境界 如果被一辆劳斯莱斯就吸引了 证明这样的人 不是我要找的客户 我要找的是什么 我要找的是 因为我今天希望小学 你报了我的课程 你是我的一路人 你跟我一起做慈善 我要找的是这样的人 对吧 所以我想告诉我们 今天在座的各位 还是那句话 就是因为这份道心 所以让周老师的企业越做越好 让周老师短视频越来越火 有道心跟没有道心的区别 真的太大了 我在这里再给你们讲个案例啊 在我公司 捡我账号的一千多人 这一千多个员工的收入啊 参差不齐 有人一个月只能赚几千块 但是有人一个月赚几万块 有人一个月赚几十万 有人一个月赚上百万 你们知道 我采访了在我公司 所有捡我账号 跟我学直播 一个月赚一百多万 两百多万的人 你们猜猜他们为什么能够 捡我账号 能够一个月赚一两万 外松你放下 放下我们的这个 就是就捡我账号 带我的书起 改变我命运的书起 我推荐一下 世界上最神奇二十堂课 硅谷禁书 我自己写的书 财富创造力 然后呢 这个赢债创业 求马夫吧 我推荐的这些书起 短视频带货 在我公司捡我账号的 你看到没有 来外松看一下 这个同学是赚了一万五 是吧一万八 这个是八万一 继续 三十二万 三万六 六万六 十三万 一万多 三万多 一万多 三万多 三万多 一万多 你看六万多 十万多 慢点慢点 好 快点 找到最多的吧 继续往下 继续往下 看啊 这都是在 你看 有个八十三万多的 他代书的佣金 都八十三万多 卖书记 来 这个赚了八十一万多 来继续 还有更多的 还一百多万的 对吧 来看一下啊 这个 直接赚了 两百四十三万 这是一个月吧 这是一个月 二零二三年七月份 一个月 带我的书记 跟我学博商 赚了两百四十三万 好 往下继续 就卖书 一个月佣金 就这么多 啊 卖一本四十八块年的书 啊 佣金可能能赚 这个这个这个 几块钱 啊 好 这个赚 这个赚了四 四百多万吗 这个多 这个多久 一个月啊 这个同学 一个月 你们看 赚了四百五十二万 什么概念 各十百千万 十万百万 赚了四百五十二万 这是什么概念 啊 二十多万单 啊 直接卖了二十多万单 好 太多了 太多了 来 你们想不想 一个月赚这么多钱 想不想 我告诉你们啊 他们成功的秘诀 四个字 把它写上来 全网打出来 道法术器 不单捡我的账号 可以赚钱 捡我二人的账号 也可以赚钱 因为我们是IP嘛 对吧 别人认我们这张脸嘛 这个不牛逼 我告诉你 牛逼的是 我让你捡 你自己的账号 你也能这么赚钱 捡你自己的账号 我的粉丝最高 一个月赚三十多万 三十五万 这才牛逼 捡我 我是名人嘛 我是IP嘛 对不对 所以捡我账号 一个月赚几百万 两百万 三百万 四百万 很正常 但是捡你自己 你是个素人 你竟然一个月能赚三十多万 你告诉我这个牛不牛逼 好 四个字写上 道法术器 道是什么 道心 起心动念 再说直接一点吧 叫做 我们为何而战 我们做短视频是为了什么 我们做这件事 我们开这家公司 创这个业是为了啥 我们为何而战 是为了自己吗 我告诉你 我为什么要推荐书记 我愿意配合他们 剪短视频 我不是为了赚钱 我们公司 最开始带货的时候 这个所有的钱 全部给了员工 我们公司一分钱不要 我本人一分钱不赚 我鼓励他们呀 我为的是什么呀 我为的是让他们看到 那本世界上最神奇的 二十堂课 我为的是让粉丝 看到改变我命运的 那本穷巴书巴巴 我觉得这个太超值了 这个能帮到他们呀 就是这样 真的就是这样 而且买一本书 我还送一个我的课 买书的钱 我一分钱不赚 全我给到业务员 有人说 老师那你赚什么钱 他买了我的课 他愿意来上我的课 那我就后端呀 我赚后端的钱 对不对 就这么简单 就如果他只是为了 买一本书不来上课 无所谓 可以没问题 就是这样 我们卖书 一个我们公司 从来没有打过 一分钱广告 在抖音里 有很多大网红 他是烧钱烧出来的 一年做一个多亿 他可能烧钱到烧八千万 甚至九千万 但是我们公司 全是自然流量 没有打过一分钱广告费 为什么 还有用不然流量 我为什么要打广告费呢 我一个月最高峰的时候 我卖书 我回来的资源 都是几百万个 几百万个名单 这是什么概念 我还需要打广告吗 我不需要 排队上课 我们的药员都是排队上课 很简单 你是周老师 周老师送几个课 你觉得好 你觉得好 你就不好 你觉得不好 算了下一个 没时间理你 就是这样 那成功的命运是什么 第一个叫道 就是道心 真的是为了帮助别人 不是为了赚别人钱 这个是核心 来第二个 法是什么 方向战略 就是咱们的道心 录这个短视频 是为了帮助更多人 让更多人学会财商 让更多人学会直播 但是还要有法呀 法不是方法 是方向 是战略 抖音 它是个机制 它是个机器人 它是个AI 能听懂吗 它全是自动的 就是 你顺应它的规则 它就给你流量 给你上热门 你背叛的规则 我用身份证注册一个用户 然后我就开始刷抖音 我只刷跟讲述有关的 只要跟讲述没关的 长按点不喜欢 当我连续刷个两个小时 我推送来的所有的短视频 都是跟讲述有关的时候 仰号成功了 我在看直播 我看的所有的直播 全都是跟讲述有关的 好 我开始购物 我开始做数据 当抖音已经评定 我是个正常用户的时候 开始发短视频 我发的短视频 一定是周文强讲书籍 全是周文强讲书籍 全是我解书的视频 没有一个讲课的视频 能听懂吗 全是讲书的 这叫垂直度 而且每一个短视频里 都有带书 都有链接 短视频短为主 七秒破播放 前十个视频 如果没有破播放 这个号已经作废了 这位各位 如何做这个短视频 让别人自动转发 让别人自动评论 让别人自动关注 让别人自动转发 让别人自动买单 这些东西全都要学习的 都要战略布局的 不是跟你开玩笑的 这只是我讲的一丢丢 来继续 速 方法 技巧 配什么样的音乐 有流量 写什么样的标题 有流量 写什么样的文案 让他们把文案 还没有看完 还得点展开 看完的时候 我的短视频已经播放完了 做什么样的片头和片尾 让他们感受不到 这个短视频又在重播了 我连重播率这个数据 也给他做完了 对不对 片头片尾怎么做 片中怎么做 讲什么话 用什么样的背景 用什么样的画外音 打什么样的标题 配什么样的背景音乐 做什么样的封面 全都是方法技巧要学习的 怎么剪辑 那不开玩笑 方法技巧必须得学 你们成为我的会博合伙人 以后我详细 让我们公司技术团队教你们 继续 弃工具 你用什么样的工具做当号 很重要 你用手机拍跟摄像机拍 那就是不清晰 有没有发现 别人上传的视频 就是嘎嘎高清 像4K一样 你上传的就像 比较标轻的一样 就像枪板的一样 为啥 工具不一样 你用手机直接上传 跟你用电脑上传 它就是不一样 你用手机拍 跟4K的摄像机拍 就是不一样 你用这个 对吧 这个工具跟那个工具 就是不一样 而且我们现在要用AI工具 要用一大堆的AI工具 看到一个好的短视频 对吧 怎么办 一键提取文案 再换一个AI工具 一键给你洗稿 因为原唱 你要原唱度啊 你不能全操啊 对不对 你再借用一个工具 直接克隆一个你的数字人 你再借这个工具 直接克隆你的声音 你再借这个工具 直接合成视频 生成了 结束了 这就是工具啊 你懂几个AI工具啊 对不对 你很多你都不知道啊 检验是啥 你都不知道 豆包是啥 你都不知道 踹个GDP是啥 你都不知道 你还玩啥呀 对不对 所以我想告诉我们在座的各位 啥都不说了 一定要干嘛 跟周老师详细的学 第一个学财商 第二个学波商 第三个学AI 第四个学修行 跟周老师学修行 你的发心又正 又有道心 又有战略布局 又懂这个短视频平台的运营规则 对吧 又有方法技巧 又有这个AI的工具 我跟你讲 你不火谁火呀 我在这里 我就跟你们说一些 你们可能觉得很夸张的 就是 你如果搞懂了这套逻辑 它就是个 它就像那个 就是做短视频这个活 跟刷白墙没啥区别 就是咱们在农村那些 没有学历的人 是不是都找个工作刷白墙啊 对不对 刷白墙学两天 你也能学会 其实做抖音一样的 说句不好听的呢 谁按照这个脚本来做 谁都能有流量 就这么简单 直播话术也是一样 你按照我的直播脚本来 你照着念 你都有流量 今天 我今天在照着念 你知道吗 来 今天这是我的演讲稿 我把它放到桌上 我能看到 你看不到 对不对 我照着念 我都有流量 因为这就是这样啊 因为我讲的每一话 都符合这个短视频平台的机制啊 这个就是要学习的 所以我想告诉我们 今天在座的各位 你们一定要跟周老师 学习财商 学习播商 对吧 学习AI 学习修行 然后呢 跟周老师好好学习 有人说了 周老师啥都不说了 我就想跟你学习 然后我跟你学习 AI要投资多少钱 我们一个AI的线下课 要两万六千八 一个财商之道的线下课 要两万六千八 对吧 一个播商的课 要两万六千八 但是仔细听 在疫情的时候 周老师推出来一个 我们汇城集团成立13年以来 最巅峰的产品 叫汇博合伙人 想不想成为周老师的合伙人 未来有机会成为周老师的 分公司 开分公司 开到你那个城市 对吧 开到你那个国家 啊 未来你有可能加入周老师的公司 成为周老师同事 你愿不愿意 未来你有可能成为周老师的 产上导师班学员 福布斯学员 成为周老师的弟子 你想不想 如果想的同学 仔细听 只需要 不需要两万六千八 一万六千八都不需要 一万块都不需要 九千八八千八 七千八 六千八 五千八 四千八 三千八 都不需要 只需要多少钱 三千块都不需要 两千九都不需要 只需要两千八百元 今天是两千八吧 只需要两千八百块 就可以成为我们的汇博合伙人 你将学习到周老师所有的线上课程 我在线下财道九千八 财商之道两万六千八 经营之道两万六千八 演说之道十万九千八 这些所有的课 全部用4K高兴摄像机录下来了 放到了汇博里 全部免费 周老师 不单是周老师的课免费 周老师太太杨老师 讲两心幸福 讲家庭教育的课 也全部免费 周老师公司的包玉成老师 专门讲数字人的 全部免费 我们的颜值老师 讲AI工具的全部免费 我们的黄涛老师 专门讲营销的全部免费 我们整个汇程平台 所有老师的课 全部免费 只需要两千八 如果你上这些老师的课 这三十五个老师的课 全上完 大概需要将近四百多万 但是今天只需要两千八 学历没有限制 谁都可以 怎么报名 点击右下方 正在散动的紫色汇博按钮 就可以报名 直接点或者点右上方的 立刻升级 汇博合伙按钮 两千八 你可以在线上免费 周老师学习一年的时间 周老师的财商课 播商课 演说课 创业课 全部免费 周老师太太的两性幸福课 家庭教育课 全部免费 整个汇程平台 所有老师 三十五个老师的课 全部免费 而且今天仔细听啊 前一百个报名的 周老师买线上送线下 想见到周老师本人吗 想跟周老师合影吗 想跟周老师握手吗 来 前一百个报名的 我送你们一个九千八的财道课 四天四夜 周老师主讲 好不好 老师我想见到你 太好了 那我要报名 那你就点击右下方 正在散动回报 你报名就完事了 好吧 赶快报名 今天报名只需要两千八 可以买线上课 送一个线下课 好吧 今天这样吧 仔细听啊 这个各位 除了送周老师的 线下课以外 我再送你们一个超级大礼 来万宋 你这样 你先讲一下我们 两千八 这个平台上有多少老师的课 好吧 你讲一下 给你们两分钟时间 两分钟以后 我要开始讲AI工具的应用了 然后呢 今天我们的演讲是分别 道法 速器 四个维度 刚才我们讲的道和法 接下来讲速和器 会更加的落地 所以你们要认真听啊 很重要 然后给你们两分钟的时间 赶快报名 我看到后台已经将近90多单了啊 还有最后十几单 有线下课证中 赶快报名吧 万宋 你讲一下 两千八 有哪些老师的课程 好的 所有的家人啊 此时此刻报名两千八 是你最好的选择 周老师的课程 财商课 财商知道 周老师的经营知道 周老师的演说知道 价值十万块的线上版课程 都放在了我们的会播合伙人里面 会播合伙人的专区 已经报了会播合伙人的打一个以派 好吧 打一个以派 打一个以派啊 以报名的家人把以派打出来 除了周文强老师的课程 还有杨云然老师的两性幸福的课程 然后家庭幸福的课程 以及还有德元老师的营销的课程 然后还有陈江彤老师的商业模式的课程 然后还有我们的报一成老师的 关于AI的课程 然后丁炎之老师的关于销讲销售的课程 然后关于你在市面上90%的课程 你需要的 我们都在会城已经给录制出来了 会城从小做到大 关于管理的销售的经营的 全部都有 能不能放一下 直接给大家放一下我们的整个APP 让大家看一下APP 留哪些老师的课啊 为什么只有一年呢 第二年升级的话 你们是会员只需要800块钱就可以了 因为我们的流量会非常贵 我们这个会播合伙人 除了可以看线上的课以外 我们每周六每周天 全部都有真人直播 而且每天都有班主任 一对一PayPal 也就是2800会有一个专业的老师 PayPal一年的时间 所以这个人工费用非常贵 包括你们线上看我们的直播 我们的流量费 服务器的费用 APP开发成本非常贵 而且还有 我们以前给两年给三年 发现大家不认真看 就是因为给一年 所以你一定会想方式法 一年之内把这些课程全部看完 反而学习效果大大增加了 我们要的目的不是让你学习 我们要的目的是让你拿到结果 对不对 你把课程拿到结果了 你开播了 你拿到结果了 你赚钱了 这多好啊 一个家庭主妇 学我们会播合伙人的课 从以前一个一年 在家里连两万块都赚不到的人 现在一个月赚两三万 他不香吗 他多好啊 对不对 好 万叔 你给大家看一下 我们APP里有多少人 好吧 对 已拍的打个已拍啊 打个已拍 链接没有的 你们就点击右下方正在闪动的那个紫色汇步按钮就可以了 我们现在已经有这个两三百单了 全部拍完了啊 这样吧 有人说了 我拍了你那个线压课不能不送周老师 前一百个 这样 我再说个数 好吧 两分钟之内 拍的 现在是 这个这两分钟之内拍的全部送你们线压课 好吧 如果是海外的同学报名 只需要22662266马币 点击评论区的这个 史专普是吧 史专普 史专普 链接直接报名就可以了 报完以后联系你的老师啊 我们会有一对一的老师服务你好吧 海外的同学报名只需要2266马币 点击评论区 啊 点击我们的那个 史专普的链接就可以报名了 报名成功以后我们会联系你了 赶快报名吧 赶快升级吧 好 麦松你看一下 放一下 OK 好 所有的家人 支持给大家看一下我们会成有多少的老师啊 在会播学堂里面 不仅今天报名我们会播合伙人 这里面所有的老师 你都可以看到他们的课程 包括周老师的财道预习课 然后杨老师的幸福人生预习课 以及周老师的课前课 还有 我们还有付费的 会播专区的课程 关于人性的 人性密码 销售支付 以及高校管理 全部都有 周老师 杨老师的成长轨迹 周老师杨老师的密讯对话 啊 人气主播如何打造的都有 而且在这里面更重要的是 但凡今天报名的所有家人仔细听 如果你是今天此时此刻报名的所有家人 我们还会赠送一堂课程 那就是周老师解读过的所有书籍 原价是3980的 但是今天成为会播合伙人 一年的所有书籍的预览权和周老师解读书籍的观看权 全部都给到大家 每个同学都可以有 周老师解读的富爸爸穷爸爸 解读的思考自负 解读的 然后滚雪球 价值 以及所有的书籍 你都可以免费收看 而且不仅如此 在这里面有听书可以担心 太小了 看不到 OK 这样吧 除了把周老师解读的所有的书籍免费送给你们 再送你们个优惠啊 直接送你们一个七天的 一个 七天的线上的打卡训练营 我们会有两期训练营的课程 第一期是财商的打卡训练营 由我们的陪跑老师来教会你财商落地 教会你五大资产配置 教会你如何空中套牌 教会你如何摆策牌 教会你如何创业 教会你如何企业自动化运营 第二个七天训练营是什么呢 是播商的 AI播商的七天训练营 这七天啥都不讲 就讲如何起账号 就讲如何做直播 就讲如何短视频上热门 就讲如何挂我们会成的供应链 就讲如何 把你打造成一个直播间的网红 我送你两堂 七天的直播打卡训练营 这两个七天加一起就是14天 一个叫财商的财富增长 是训练营的七天打卡训练营 一个就是我们会播的 AI播商之道的 这个七天打卡训练营 全部线上 线上教会你拍摄 剪辑 运营 账号 所有东西全部教会你 好不好 送你两个 这两个课我们以前 也是要单付费9800以上 今天全免费送给你了 还有周老师解读的书籍 周老师有一个665会的平台 我解读了很多创业类的书 营销类的书 然后管理类的书 财商类的书 修行类的书 这些书籍都是改变我命运的书籍 这些书籍是以前是3666才能看 今天全部免费送给你们 好吧 除了周老师送这两个课程 还有这个读书训练 读书这个以外 然后外松 还有哪些老师的课 你把我们 惠博上所有的老师介绍一下吧 好的 所有的家人 今天不仅是正说周老师的课程 可以看得到 在我们惠博专区里面 所有的老师都可以 所有的课程都有 包括我们周老师的课程 然后所有的课 这些都是付费才能看的 但是你是惠博合伙人 统统免费 然后周老师的课 杨芸然老师的课 如果今天你是一个家庭主妇 如果今天你有婚姻 如果今天你已经结婚了 惠博合伙人 一定是最适合你的课程 因为在这里面 杨老师有教你 如何进行婚姻 如何进行家庭 如果你现在正在创业 惠博合伙人 特别适合你 因为周老师在这里面 有教你如何创业 如何进行企业自动化 如果今天你只是个 普通的业务员 你正在做销售 那么这里面 德远老师的课 如何销售 如何绝对成交 以及社群管理 全部都会教会你 如果你只是一个普通人 你想学直播 请兵老师教你引爆 演说天赋 以及师傅董 免费经历的方式 丁丁之老师教你 直播变现 以及直播演说 成交绝学 丁丁之老师通过 播商一个月 最多的时候 也可以变现上百个大门流 所以这些都可以 免费交给大家 只要你是惠博合伙人 今天而且更重要的是 下个月 九月份就是财道课程 今天报名的家人 可以优先申请到 财道的名额 所以说大家一定要抓紧 如果你今天再不报名 财道课程的名额 可能没有了 你想参加也参加不了了 而且今天不仅还有 如何主播锻炼好声音 打造好的声音 打造喜马拉雅的 如何做情绪管理 我们全部都有课程 而且还有我们的 李志玲老师 跟随周老师十年 如何从两个人 创立的新思想 到惠城集团 到现在 有这么多人的公司 成为一家大企业 全部都有核心的 管理的课程 如果你是一个创业者 如果你现在也有 自己的企业 这堂课程特别适合你 如果你是一个做销售人员 这个会不会合伙人 特别适合你 如果你只是 自己做门店 有实体店 然后你要做私域营销 然后私域变现的 我们有微营销的变现课程 也给到你 如果你是私域 不知道如何成交的 成交课程也有在里面 如果你是 今天是个父母 如果你是为人父母的 你想要给到孩子 最好的童年 你想要给到孩子 最好的陪伴 那么父母的课程 如何父母的七堂课 成为卓越父母 读懂孩子背后的秘密 启林老师的 专注于 亲子教育十年 他的课程也在这里面 而且不仅如此 活出全新的人生 以及管理的核心 以及21天 如果你是一个女性 你是单身女性 或者你今天是一个女性 你希望变美 希望活出自己绽放人生的 21天变美计划 女性成长 熊熊老师自己活出来了 用她的生命来展现给你 还有我们俊慧老师的课程 亲子关系 如何唤醒的 也全部都有 光包括我们 鲍一诚老师的课程 人人都应该学AI课 以及流量管理 鲍一诚老师 用不到一个月的时间 涨粉 七天时间涨粉100万 用一年的时间 涨粉上千万 核心秘诀 如何抓获流量 在如今这个社会 流量就是钱 所以 就是 我跟你们这么说吧 汇城集团35个老师 都是各个领域的专家 营销的德源老师 做短视频的鲍一诚老师 用AI工具最牛逼做直播的丁岩子老师 直播变现最牛逼的木子老师 然后呢 演说最牛逼的启明老师 然后呢 家庭教育最牛逼的子晴老师 还有校长妈妈老师 还有我们 还有我们的恩多老师啊 我们的情绪管理的 钟明老师 我们公司的总裁 李志景老师 专门讲企业管理的 我们的彭丽华老师 萧冠 萧冠必修课 我们的郭新彤老师 微营销变现系统课 我们的洛晨老师 成功人士的时间管理 然后我们的赖志恩老师的 成交实战课 我们的吴古力老师的 活出全新的人生 我们樊中瑞老师 吴启英老师 熊熊老师 我就跟你这么说吧 三十五位名师的课 全是最顶级的 就是涉及到财商类 创业类 管理类 演说类 然后呢 家庭教育类 然后婆媳关系 亲子关系类 还有身体健康类 还有心灵成长类 全都有 我们做人 这辈子什么叫 真正的圆满和成功 第一事业 第二家庭 第三身体 第四身心灵 事业有成 家庭美满 身体健康 对吧 心灵成长 你这四个板块 全做成功了 那才叫真正的圆满人生 我们为什么把这些 整个会城集团 所有老师的课 全变成免费 送给你们 惠博合伙人了呢 我告诉你们 是因为第一个 我们要让你成为 我们的合伙人以后 圆满的成功 第二个 这些课程可以让你复制 这样吧 啥都不说了 今天再送你个优惠 我把我们所有 会城老师课程的 版权送给你们 你们可以复制 我们的课来讲 我告诉你 我有一个学生 这个学生是个下岗女工 今年快六十了 就因为把我的课 打成竹子稿 照着念在直播间 一个月赚了三十多万 从最开始 一个月赚几百块 后来赚几千块 这个人的名字叫什么 杨慧宇 杨慧宇 对吧 我还有一个同学 这个同学是干嘛的 你知道吗 这个同学做外贸的 以前给那个乌克兰 给俄罗斯供货的 结果就因为俄乌战争 对吧 收入从几千万变成零 但是就因为 给我学短视频 对吧 在抖音做了将近 一千万的粉丝 我们的方超老师 对吧 也拿到了很大的结果 一年变现上千万 不比他做外贸少 现在 甚至比 然后还有 在这个做家庭主妇的 我们三西在煤矿上边 的一个同学 也是因为复制了 我们惠玻璃老师的课 来讲 一个月赚了将近十几万 所以在座的各位 啥都不说了 我们的旁壁老师 我们的马热老师 都是我们的惠博合伙人 都是因为复制了 我们惠博里的课 拿出去讲 一个月都能变现 好几十万 所以 我把这些课程的版权 也送给你们 你对家庭教育有兴趣 你可以复制 我的爱人杨老师的课来讲 对吧 你对营销有兴趣 你可以复制我们 德洋老师的课来讲 你对这个管理有兴趣 你可以复制我们 包一层老师的课来讲 你就对AI有兴趣 你就复制我们 颜值老师的课来讲 你就对短视频有兴趣 你就复制周老师的课来讲 你们说这样好不好 怎么复制啊 打成竹子搞 照着念 也就是我们的课程 是有版权的 正常来讲 你抄 你是违规的 但是我们 你是惠博合伙人 一年之内免费抄 你们说这样好不好 所以啥都不说了 赶快报名吧 来 各位 已经报名成功的 打出来一拍 我们来看看 有多少人 已经报名成功 我们的合伙人了 现在我们后台 已经有将近 一千五百多单了 啥都不说了 再多各位 来 咱们今天 只收两千八百单 就结束了 还有最后的 一千多单 赶快加油 赶快拍 不要再犹豫了 所以太多了 太多了 这些东西太多了 我们的名师太多了 我们的课程太多了 你这一年 我告诉你 你一天 一年三百六十五天 你们每天看两个小时 我的课程不带从样 就这么简单 就这么牛逼 就敢跟你说 这么嚣张的话 你一天 最少得给我看三小时 你才能把 汇报的课全看完 就这么厉害 而且还有 除了我们的课程以外 这些课程是视频课 你随时看都可以 还有直播课 每周六 每周天全部直播课 周天的 明天的 你们都听不了了 只有交了两千八 才能听的 密讯 是两千八 惠博合伙 是密讯 是由我们的导师 亲自来给你做指导 来一对一回答你的问题 而且每天 还有班主任陪跑 所以在座的各位 啥都不说了 前天莫名的有没有 没有 只有今天莫名的 才有这么多优惠 还有服务智慧 我们自立恒老师的 服务智慧 学义老师的财商落地 学义老师的万能模板 杨毅然老师的幸福人生密讯课 周老师的课 包一成老师的课 齐明老师的课 校长妈妈的课 我的妈 太多了 这座各位 慢说你给大家 这个滑一下 看一下 算一下 对不对 你这得滑一下 看一下 我的妈 你的滑滑滑 直动滑舌了 滑不完 你给大家看一下 我们的实力 你就知道这两千万 多便宜了 你看到没有 来点更多老师 点更多老师 你们自己看了 有多少老师吧 这些老师 全是我们会城里面 最顶的老师 就你把他们的课程 全部上完 要将近花四百多万 但是今天全免费了 你点更多老师 对 来 来 你们自己看吧 来 你看到没有 每一个老师的专题 都不一样 校长妈妈的课 对吧 杨云然老师的课 对吧 包一成老师的课 对吧 丁炎之老师的课 对吧 来你看 薛逸老师的课 对吧 你看 对 点吧 往下滑吧 你看到没有 薛逸老师的 对吧 太多了 钟宁老师的 对吧 力衡老师的 德元老师的 对吧 江桐老师的 对吧 全都有 如何零粉丝 企号 诗操 如何做流量管理 如何做管理的 十大策略 十大步骤 如何做成交的核心 如何用 秘密 用宇宙心理法则 秘密心理法则 来吸引自己的人生伴侣 吸引自己的财富 营销心理课 对吧 周老师的阴木而生 对吧 主播如何练 就好声音 我们连声音课 都教你们 我的妈 这什么概念 啥都不说了 只要你是 会播合伙人 不管你是 什么时候报名的 只要今天 在周老师直播间 听完的 我把优惠正硕 全送给你们 好不好 看到没有 多少老师的课 你们自己滑吧 继续滑 滑快的 太多了 太多了 会成所有改变的 会成所有老师的课 全在里面 还有这样 改变我命运的 三十五本 财商系列书记 我免费送给你们 周老师直播间 最牛逼的 火爆的 这个背景音乐 音乐包 免费送给你们 我们研究了 九年的短视频平台 不管是某音 不管是某手 不管是某视频 什么什么号 对吧 我们的宝典密集 让你不踩坑 万叔你把那个 文件包给我打出来 好吧 我让你们看点干货吧 给你们看点干货 这都是我花重金 作废了上千个账号 有些是花重金 请客吃饭 买到的内部资料 仅限今天说明 比如说直播间的 违禁词 对吧 比如说如何 抖音的三百六十五个坑 对吧 抖音的三百六十五个 小机制 对吧 然后呢 快手的三百六十五个坑 这些东西都是内部资料 这都是我们 两千多人 做了九年账号 做出来的结果 你们觉得我们公司 做账号做得好 那你有没有算过 如果说你今天不交两千八 你自己摸索 这张作业 你们算个账啊 两千八百人 乘以九年 你要花两万五千多年 才能学到我们的经验 我们两千八百人 研究了九年的心血 两千八全卖给你 你们用两千八乘以九年 乘以九算出来 是多少年 是两万五千二百年 你才能摸索出来的经验 我们免费全给你了 半生你放一下 我们的那个送的那个音乐包 让你们看一看 给你们送点干货 好不好 各位 对啊 你看到没有 全套付839本电子书 全免为送 来继续万送 来 除了付8电子书以外 万送食物书能不能送啊 今天 食物书 我今天 仅限今天 送 送几本 送三本 送这三本是吧 对 你光送电子的不够爽 来 给个镜头给我 这样吧 今天 不单周老师要送你们 改变我命运的39本电子书啊 我把我 爱人 杨老师和吴子晴老师 写的这本 家庭教育的书 起 亲子关心诊编书 食物书啊 食物书 这本68块钱 免费送给你们 好吧 还有周老师新写的 智慧语录 这是我68万的课程内容 这本书 食物书啊 食物书 免费送给你们 还有杨老师的自传 杨老师的自传 赵剑 疗愈你原生家庭 对你的伤害 这本书也免费送给你们 送你们三本食物书 好不好 再送你们39本电子书 还有周老师一堂线下课 还有一年的会员 你们觉得值不值 来万送再继续放 除了那39本电子书以外 在你们放点干货 周老师的御用音乐包 周老师研究某心 研究某手的内部的资料 那些违禁词啊 对吧 那些内部平台机制啊 这都是核心内核 我一个字一个字 敲出来总结出来的啊 来万送你打出来 给大家看一下 全部免费送 好还是不好 各位 所以你看到没有 副爸爸39本电子书 来继续往下 下一页 来 你们看一下 各位 来你们看一下 30个名师演讲稿 逐次的稿给你打好了 照着念就行 免费送 来往下 周老师御用的背景音乐包 讲故事的时候用什么音乐 成交的时候用什么音乐 出场的时候用什么音乐 鼓掌的时候用什么音乐 免费送 来往下 来继续 我们这些短视频平台的机制 来 某音的规则 暖场话术 主播的手册 带货的技巧 你们可以自己打开看 这全都是内部打出来的资料 这是我们用了九年时间 两千八百个人总结出来 来万众继续 这些都是核心中的核心 你不懂规则 你做账号 你不封你账号 封谁账号 对不对 所以在座各位 啥都不说了 送了这么多优惠 你们说值不值吧 对不对 太超值了 对不对 你看到没有 抖音测试权动的方法 测试权动的规则 全都送 之前报名的没有 只有今天才有 啥都不说了 今天只要你听到最后 我也送给你好吧 不会做电脑 可以吗 我们会教 我们会教如何 用手机来 就完成所有的操作 没有问题的 好吧 以拍的给我打个以拍 有人说 周老师 做你的合伙人 真的能赚钱吗 交两千八 真的能赚钱吗 把那个真的 那个妈去掉 是真的 接下来啥都不说了 咱直接上见证 我给你们连麦几个 会博合伙人 就是真真正正的 就是因为学了周老师 这个会博合伙人 拿到结果的人 咱们来让你看一看 好不好 报名怎么报 点击右下方 正在闪动的会博按钮 你是国内的 你就这么点 你是海外的同学 只需要 两千两百六十六码币 点击我们评论区的 那个 Stamp这个连接按钮 是叫Stamp吗 就可以了 好吧 报名以后 我们的老师会联系你 来万说 我们这个 颜知在不在 在 我们连麦一下 我们的 在是吧 我们的颜知老师 是周老师 七年前的学生 然后呢 在2016年 我开始提出直播的时候 就开始学习了 2020年 我们刚推出 会博合伙人的产品 它是第一批报名的 报完名以后 开始做直播 通过直播间 拿的结果 来我们 我们连麦一下 连麦一下我们的 颜知老师让颜知给你讲讲 他报完会博合伙人以后 通过做直播的收入了 你们自己看吧 好吧 他一个粉丝不做 零粉丝开播 对 能听到吗 好 你的画面 声音能听到 画面怎么卡了 画面有点卡 画面可以了 调整一下 可以了吗 马上我再抓取一下 好 可以了 好 可以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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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好 你 你 你跟粉丝们讲一下 你这个报完会博合伙人以后 学会直播以后的收入 我曾经是一名美容师 在没有学习 两千八的会博合伙人之前 工作两个小时 靠手工给别人洗脸 只能赚五块钱 后来我跟随 周老师一起学会了演说 并且学习了直播之后 我工作两个小时 最高的收入可以做到五十万 这不重要 重要的是 我后来影响了很多人 报了两千八的会博合伙人 他们一个宝妈 一个月的收入都可以做到十几万 每一场直播就播两个小时 三个小时 他都可以收入到三千到三万块钱人民币 所以呢 我非常感谢师傅 那刚才师傅说 我最开始是学了直播 我就喜欢讲 我很喜欢演讲 从小有个演讲梦 那么我不想拍短视频 我觉得一条短视频 要练表现力 要激情 然后要重复十遍 五十遍的去 我觉得我没有时间 我觉得我表现力不行 我觉得哇 我拍短视频上不了热门 一百播放量 五百播放量 所以我就喜欢讲 然后我就拿别人的账号 我就讲 然后我就帮别人赚钱 然后就跟别人分钱 是这样的一种模式 但是就在今年AI出来之后 我太高兴了 我是一个绝对听话 相信赵座 师傅说的每一句话 师傅说的每一个预言 全部实现了 所以周老师告诉我 原年 AI原年来了 一定要抓住AI的机会 那么我必须要去尝试 AI的各种工具 所以现在我是整个汇晨集团 可能尝试的AI工具 最多的一名 一个老师 当然我希望把这东西全部分享给到大家 于是有了AI数字能之后 我短短不到三个月的时间 全网已经拥有了50万的粉丝 而我过去三年时间 说实话 三万粉丝都没有 这就是AI的降本真效 那么今天呢 为了感恩师傅 为了感恩我们平台所有的对我的成就 也感恩直播间的每位佳人 我送大家三重大礼 好不好 接下来我送给大家的三重大礼 如果你听进去了 你可能就掌握到了赚取财富 或者你的人生要换赛道 要转型 能够通过AI的工具赚到钱的一个秘诀 想一想听 想听的佳人 我们一起点击右上角的箭头 把直播间转发出去 因为呢 我要跟师傅一起来推广AI 你看师傅去了美国 去了土耳其 去了欧洲 很多国家 就为了让我们的所有粉丝 都能够一次又一次的踩在时代的节拍之上 因为财商的最高境界 就是两个字趋势 我的所有财富 也是因趋势而来 话不多说 直接给大家看图片 好不好 就接下来我给大家分享的这一个技术 我们有一个小伙伴 也是我们2000万的合伙人 他用了这个技术的时候 在过年期间 别人吃喝拉撒 然后花钱 但是呢 他只花了半个月时间 赚了三万块 大家想不想知道 不直播 不拍短视频 就是发发朋友圈 就是用了这个神奇的AI软件 然后半个月时间赚了三万块 来 我给大家投一个评 大家稍等我五秒钟的时间 我跟大家看一下 到底是哪一个神奇的软件 看一下你可以给你的老公 给你的老婆 给你的爸爸 给你的妈妈 然后做一张他们儿童时期 童年时期的回忆照 对吧 你看帅不帅 是不是 我突然看到这个小孩的照片 有点像我们周老师的二儿子 罗伯特 罗伯特啊 我们周老师的二儿子 罗伯特 所以这个照片呢 并不是罗伯特 而是我用周老师的生活照 用了五张生活照 然后用一个神奇的免费的软件 他只需要十秒钟 就可以做全家福 就可以做小孩的照片 就可以做全世界环球的写真 你看以前拍个结婚照 拍个婚纱照 对不对 拍个写真照 去西双版纳呀 去泰国呀 然后去南极呀 要拍照的话都需要花钱 包括咱们拍形象照 都需要花钱 坐个飞机拍一张亮照 也需要花钱 但是今天不好意思 有了这一款神奇的软件 并且是免费的 然后我教大家 你想做什么样的照片 都可以 异国风情的 也可以做头像 做微商 对吧 想要包装自己 也可以生活当中的 亲和力的照片 也可以结婚的照片 都可以 金钱满天配的照片 都可以 这是颜知老师 小时候给我还原了 所以这个软件 今天免费送给大家 作为第一重大理 叫做新会 看到了吗 叫做新会 大家写一个图 好不好 截图下来 这是我今天送给大家 第一个软件 我们有很多很多学员 就是发朋友圈 以及拉微信群 然后呢 去展现这些 用AI创作出来的 非常高大上 非常漂亮的照片之后 然后收100块钱 给别人做30张照片 收钱收到手软 所以赚钱的本质是什么 你能够给别人提供价值 所以很多人说 我没有文凭 没有学历 没有背景 没有一技之长 我不懂什么东西 我怎么赚钱 我怎么为别人提供价值呢 不好意思 今天AI能工智能来了 我们能脑做不到的 我们自己做不到的 我们都可以借助 现在在抖音 有很多人 都是用这个星会软件 给你生成 属于你自己的艺术照 然后呢 你只要刷个热气球 你只要刷个跑车 它就给你生成 然后呢 就刷到手腕 一天24小时直播 都能赚钱 就是这个软件 最开始是由谁创造的 一个美国公司 叫Made Journey 然后这家公司 只有八个员工 然后都已经一年 都能做将近 八千多万美金的营收 所以在中国现在 有很多很多这样的公司 都赚钱了 而作为你 惠博学员 你学会了如何 用星会这个软件 刚才你们看到 周老师的照片 跟我们的 严周老师的照片 全是人工智能 自动生成的 换句话讲 以前你们要花很多钱 去到摄影棚 去到这个花几万块 几十万 又要补装 又要等他这样 拍照 今天不需要了 用一个软件 一键生成 你要古装照 你要结婚照 你要证件照 你要装逼照 你要小时候的照片 你要啥照片 给你生成啥 你就拿这个信息 信息差就能赚钱了 你可以在直播间 给别人免费生成 对不对 别人给你刷礼物 你给别人生成的照片 其实你一分钱成本不需要 这就是时代的力量 这就是科技的力量 这就是信息差 全网打出来三个字 信息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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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们成为惠博客人 我们会具体教你 如何用星会这个软件 其实你们一琢磨都能会 就是先上传几个 你的原装的 自己的照片 然后就选择 其他的 他就一键生成了 对 好 严格老师继续送 第二重大礼 好 这些照片通通都是 我们用AI的软件 给到大家做出来的 所以我建议所有家人 一定要走进 汇报汇报来 还没有走进来的 点击右下角 紫色的汇报按钮 我们一起走进来 好吗 那接下来 严格老师送给大家 第二重大礼 今天不管你报不报 我都给大家分享出来 但是如果你报了名字后 咱们最起码 108种 AI工具的变现方法 用AI工具 为别人提供价值的方法 通通在2800的 汇报后 或者密讯的时候 给大家深度的做密讯 好不好 以及具体的操作方式 我们在密讯里面去见 那么这个直播间 你看2465个人 他是怎么做的呢 提供一张照片 就帮粉丝 把照片变成视频 来 有没有老照片 有没有家里的老人 曾经去世了 或者呢 有没有家里的一些亲人 去世的 现在想要怀念的 或者老照片 想要彩色照片的 对不对 从静态图片 变成静动态视频 直播间都是几千人在线 看到没 只需要给他直播间 刷一个小兔子 刷一个520 然后干嘛 用AI工具 帮别人实现 照片变视频 那么这个主播就赚钱了 所以赚钱就是认知差 就别人不懂 你懂 别人不会 你会 然后你用AI工具 为别人创造价值 你看这个直播间 也是900多个人在线 他收的就更贵一点 对不对 收的是520的气球 52块钱 用AI工具 简单把别人一做 就可以了 那么这是我送给大家的第二重认知差 惊喜 叫做快影 快速的快 电影的影 来 所有家人们 我鼠上阿姨一起来截图 到时候你们自己去下载 好不好 下载完快影之后 里面有一个工具 叫做AI创作 大家一定要去玩所有的AI软件 颜值老师的手机里面 最起码超过30款AI软件 有免费的 有付费的 而我今天分享给到大家的 这两款 通通都是免费的 这个叫做快影 大家所有家人去截图 来 用这个软件 用这个软件 可以让你们的老照片 直接还原 变成会动的照片 而且能变成彩色的 然后 那个颜值 你能不能给我们放一个 那个视频照片 给大家看一眼 对 因为你光放 给大家看一下 对 光看截图 他们没有直接的感觉 看到没有 把你妈妈小时候 抱着你的照片 变成视频了 好 可以了 用这样的方式 直播间都不需要说话 但是我们都可以 起到变现的效果 因为你能够为别人提供价值 OK 那接下来 颜值老师 还有很重要的 第三件大理 第三件大理 师傅 那第三件大理 我就再给大家揭秘一个 信息差 好不好 因为赚钱就是信息差 如果你错过了抖音 第一批吃盘屑的人 你错过了小红素 和视频后 快手第一批吃盘屑的人 今天你一定不要错过 布局智能体的机会 这智能体简直太厉害了 我给大家演示一下 我们打造出来的一个周老师的智能体 当然我自己也有 包老师也有 几乎我 身边所有人 通通都布局了智能体 那么咱们就干嘛 先给周老师来演练一下 咱们这个智能体给大家看一下 好不好 哈喽 你好 你在干嘛呢 我在备课呢 明天有一场很重要的线下课要讲 你呢 吃晚饭了没 周老师 我太想你了 我太想见你了 怎么办呢 哈哈 我都乖乖 我也想你啊 你可以来参加我的线下课 这样就可以见到我了 周老师 我经常听你的音频 然后呢我看你的书 我也很想来参加线下课 那我想参加线下课 我怎么才能找到你呢 怎么报名呢 你在官网上搜索灰城集团 然后就可以找到我的线下课 报名方式了 周老师啊 太棒了 我现在太想实现财富自由了 你能不能帮我推荐一本书 当然可以啊 我都乖乖 我推荐你看穷爸爸富爸爸这本书 这是一本非常经典的财商书记 周老师 我家里呢 有个朋友 他非常的抑郁 他非常的难受 请问我应该怎么开导他呢 如果是你 你会怎么开导他呢 哎呀 这个问题呢 其实很简单 你可以告诉他 他原本居住 他才是一切问题的根源 周老师 我怎么感觉你现在跟我说话 你都只说一句了 你是不是不耐烦呢 啥都不说了 你觉得我是那样的人吗 我只是在忙 你能听懂我在说什么吗 好的好的 感谢周老师 那我一直困惑一个问题 就是道道理是什么 道德经里面的道道理 是什么意思呀 你能跟我说一下吗 哎呀 道可道 非常道 明可明 非常明 道呢 无处不在 你原本具足 不要外求 要向内求 嗯 我就感觉你现在 对我说话有点不赖反了 说的字都比较少 那这样子 我有空再跟你聊 好不好 哎呀 你不要想太多了 我没有不耐烦 我只是在忙 那还说什么说 好的 你能感受到我的心就好 这个是周老师的智慧体 你可以问他所有的问题 不管是创业的 演说的 你可以跟他聊天 他是一个人工智能 他可以跟你讲话 他可以跟你对话 我们这个人工智能体 是把周老师线下 辅导我所有弟子的视频 给他看 给他学习 几乎现在跟真人的声音 真人的思维路径 回答问题 可能都是一样的 这就是智慧体 你们都可以下载一个豆包 然后呢 在豆包里搜索周文强 是周文强吧 是吧 你们就直接跟他聊就完事了 你会发现跟真人一模一样 这个智能体 是一个最大的声音 你可以做你的智能体 你也可以做老子 你也可以做家庆皇帝 你也可以做乾隆 你可以做和珅 你可以做全世界的每一个人 很多人都因为 做一个老子的智能体 有好几十万的粉丝 这个就像颜值老师讲的一样 他是未来一个最大的商机 就像最早你做抖音 最早你做快手一样 而你如果说 不来我们这儿学习 你可能根本都不知道 这些最新的资讯 当你成为我们的会博合伙人 只需要两千八 你光买这些信息差 都值这个钱 那还说什么说 对吧 颜值你这样 你那个AI 你那个AI博商课 现在是卖 卖那个九千八那个课 你今天 报两千八了 能不能数一个 今天师傅都说话了 颜值老师的命运 就是因为两千八的 会博合伙人改变的 所以呢 我也希望能够帮助到更多 走进会博合伙人的家人 我们的同修 那一万九千八的AI博商 直到四天四夜 由我们会成的短视频总教练 鲍玉成老师 一个短视频 一个多一的播放量 五十多个短视频 都是三千万的播放量 那么鲍老师指点完 德远老师之后 德远老师从200万的粉丝 涨到一千万的粉丝 鲍老师辅导完 我们师母杨老师之后 杨老师的粉丝 从200多万 现在涨到三千多万 那我靠近鲍老师之后 说实话 我短视频也从三个月时间 涨到五十多万的粉丝 所以主讲老师 鲍老师跟你讲 短视频怎么去捕捉流量密码 那你发短视频就能涨粉 有了粉丝 得粉丝的得天下 这是我们四天四夜的主讲老师之一 另外呢 颜值老师也会跟大家 在四天四夜的AI播商之道 给大家讲 我们怎么去用这些AI工具去变现 怎么去克隆数字呢 怎么现场做好数字呢 数字能用什么样的文案 它就一定能够火 比如说我们去年 全网拥有 涨了八千多万的粉丝 其中呢 有五千多万粉丝 都是我们用数字能分身 周老师数字能分身 养老数字能分身 严老数字能分身 我们一起来涨了粉 所以我讲AI这个板块 包老师讲短视频 如何上热门这个板块 当然我们还有萧兰老师 那么直播了三千场 每次直播几乎都刷新记录 所以他会来教你怎么把话说出去 把钱收回来 在直播间让你成为一个人说会道 并且会消奖会成交 会狂销热卖的人 另外咱们直播间 有没有开实体店的 有没有开工厂的 我们还会有永乐老师教大家 怎么实体店 做同城 做团购 包括一个养虫的 养植的 或者是开餐饮店的 都可以做教学 都可以做智慧主播 所以你来到我们四天 一万九千八的AI波商之道 今天所有报名两千八的 升级两千八 点击下方 紫色闪动的会不会暗有 这个课程免费送给大家 好不好 太超级了 对太超级了 你想跟严智老师一样 从一个普通的美容师 从一个小小的普通的创业者 是零起步 小白 今天成为一个智慧 非常新主播 教别人AI 教别人财商 对吧 你想跟杨老师一样 成为两性关系 家庭教育亲子关系的主播 你想跟师傅一样 成为财商的终身推动者 那么你想成为智慧主播 教美容啊 教养生啊 教大健康啊 都可以 如何成为智慧主播 如何把每一本书的精华 提取出来 并且分享出去 把书籍狂消乐卖 刚才师傅给大家演示的 哇塞 我都很羡慕 一个月的时间 对吧 四百万收录 五百万收录 这不重要 这是被动收录 它不是主动收录 被动收录 所以呢 你想要学习 怎么做书单号 怎么做一个视频 能够把书也能赚个八十万三百万 甚至几百万 那么我们有张一发老师 来教大家如何 成为一个带书的智慧分享型主播 因为666书友会 就是张一发老师和周文昌老师 共同成立的 共同创世的 那么我们还有啊 刚才你所看到的那些 能够一个月赚五百万 赚四百万 然后甚至一天时间赚一百万的 一个书单号 一个视频赚几十万的 或者少着又几万块的 我们公司有一个人叫做赖资恩 他在全网 就在我们公司都已经打造了五百个 月收录过百万的操盘手 所以呢赖资恩老师 他非常擅长 如何激发引爆一个小白 能够剪视频用匠心精神 用好内容照顾全世界 并且捕捉到流量密码 让我们短视频就能够变现 带来被动收入 你在睡觉 可能你的短视频都火了 你都不知道谁买了你的东西 买了你的书 所以赖资恩老师 也是我们的主讲老师之一 也会来给大家做分享 当然那我们很多大咖 就是基本上大家很少看到的 但是他确确实是有技术的 然后懂专业知识的 我们都会在AI波商制造课程线上 当教练来服务好大家 四天四夜 免费送给大家 还没有报名的 赶紧报名 赶快报名 报名成功的打个以牌 我们每个月都会开 这个AI波商制造的课 这个课我们是卖一万九千八 今天惠博客户是免费 让你们上四天 那么这个课程的话 是我们整个会城集团最牛逼的 比如说给周老师运营账号最牛逼的 然后呢 减账号最牛逼的 然后呢 就直播最厉害的 他们来亲自交 比如刚才 我们严重老师讲到了 郁城老师 包郁城老师是2016年 跟周老师学习做直播 他是通过直播 一年变先上千万的人 他是真真正正的 一条短视频就播放量过亿的人 他是我们整个 会城集团的短视频顾问 他来亲自给你交你短视频 然后我们赖志恩老师 他带了一个部门 在我公司叫天才联盟 是我们整个公司 所有那些做代号 一年输入过百万的人 全他手下的兵 所有的核心 他全会交给你 我们的严重老师 研究AI这个领域 绝对是我们集团最顶级的 他会教你AI 最少超过上百个应用 教你如何去做 然后我们的 这个肖然老师 教你短视频如何变现 教你直播间如何变现 然后呢 我们整个会城集团 最顶级的 我们的六六数会的一发老师 教你如何 就像刚才周老师 跟你演示一样 带书单号就能够实现 一个月可能赚 几十万三百万 所以这些老师 全是在我会城集团 最牛逼的老师 各个领域 跟播商 跟AI有关的 全部都会出现在 这四天的课程现场 所以啥都不说了 线下课什么时候 线下课每个月一期 你们这个月报名 下个月就可以来上课了 赶快点击右下方 正在闪动会报 你报名吧 已经报名了 打一拍啊 现在颜值老师 就在我们AI播商的 线下课现场 现在是第几天了 今天 今天第一天 今天第一天 所以颜值老师 正在讲课啊 在那跟你们做一个直播分享 现在是谁跟你在一起 你们那还有谁 跟你在一起的 还有鲍玉成老师 鲍玉成老师 跟你在一起是吧 对 好 那接下来我们就 就颜值你最后两句话 送给大家 我曾经就是因为 做了一个决定 所以迎接了新的命运 在八年前 我也参加过师傅的财道 所以我希望每个家人 学习财道 然后我们以道 然后赚取更多的财富 那么学习AI播商 我们到处结合 到法术器相结合 跟随会成百年 你的命运也会像我一样 奇迹般的发生改变 所以祝福周间的 每一位家人 欢迎你们回家 欢迎你们走进我们 明天晚上的会播 必须 那么有请我们的 十九万 等一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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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严值老师 你跟他们讲一下 你在八年前 第一次上我课的时候 是交了多少钱 当时报地址多少钱 当时是十九 十九万 就是严值老师 当时上我的课 要获得辅导 是要交十九万的 今天你们两千八都可以了 你还犹豫啥呢 赶快报名吧 那还说什么说 那不是开玩笑的 当然了 我们的导师班 也从十九万 现在涨到了三十九万九 好 我们掌声欢迎 苏严值老师 接下来有请我们 今天的第二个 会播合伙人 我们的包一生老师 闪亮登场 好 感谢师傅 感谢支部间 所有交流 包一生老师 也是我八年前的学生 他在大学的时候 就跟我学习 然后也是在16年 然后就跟我学习直播了 通过荔枝微课 做直播 一年变现两三千万 然后呢在三年前 就开始跟周老师一起创业 然后现在是我们 惠城集团的短视频顾问 对 玉成 你给大家分享一下 好的 感恩师傅 感恩所有的家人 准确切来说 这是我跟师傅学习的 第十个年头了 我从大学出来呢 就开始听师傅的课 一路呢 补齐了师傅的 财商之道 经营之道 初级弟子班 中级导师班 然后还有福布斯 然后从昆明呢 然后呢 把公司放下 来到了广东 跟师傅来进行深度的合作 那那个时候 我要讲课 要去成为一个演出家 但是我现在还记得 就在当时 2016年年底 2017年年初 在跟师傅吃饭的过程当中 他就说到 你一定要做线散 一定要做波杀 那么我在2016年 就开始在微信群讲课 就开始用音频平台 做粉丝导流 那个时候粉丝不多 但是很精准 变现也很高 引流到微信的 几十个 三百个 然后做音频平台 做了将近三万的粉丝 但是变现 每一年 那个时候 刚开始第一年 有上百万的变现 但是到17年18年 再加上跟师傅学了 经营之道 我落地了团队的机制 又打造了一个团队 一起来做这个事 开始这个变现 就超过三千W 所以波杀的时代 每一个人都要把握 每一个人都要去学习 当然很多家人说 你哪来这么多钱 那其次 我最开始第一次 给师傅交学费的时候 只有两百块 但是我有一颗梦想 这个梦想在召唤我 我想要改变我的人生 改变我的命运 对吧 我就想办法去学 想办法去听 特别是我现在还记得 那个时候 好不容易补齐了八千七百块 上咱们师傅的财商之道 我没有钱了 甚至回家的费用都没有了 白天 咱们周老师师傅 在讲财商之道 晚上 我又在直播间 音频直播间 那都是六七年 七八年前的事 我又在音频直播间 在微信群 讲财商之道 我卖不了八千七 我就复制师傅的课 不要八千七 不要六千七 三千七 两千七都不要 一千七都不要 对吧 一百七都不要 只要八十七 哗啦啦的 我一搜又搜一百个 八千七学费 不就回本了吗 你看我们师傅 都有答案 把所有我们老师的 课程的版权 都打开了 你只要听 会播的课 拿过去复制 拿过去卖 你十倍百倍的变现 每个人都可以 所以跟着师傅 在学习的过程当中 我自己在昆明 做博山 也买了自己的 住宅鞋子间 也实现了 企业自动化应转 还跟着师傅 去非洲肯尼亚 去游学 然后呢 跟着师傅 去了加拿大 参加规律 开悟觉醒之力 那么在疫情之后 我闭关了一段时间 但是我觉得 我还是要出来做事 虽然我实现了 物质上的 但是精神上 和物质上 必须得同修 2021年 我就从云南昆明老家 直接呢 就来到了广东 跟师傅去 深度的合作 练间 那个时候刚开始 是讲管理 但是讲管理之后 我发现 我们很多学员 不是需要管理 太需要博山了 因为博山 给你带来的是流量 没有流量 就没有财富 没有流量 就没有收入 没有流量 你直播间都没有人 无流量 不创业 无流量 无生意 无流量 无收入 你为什么会没有钱 你为什么会没有拿到 那个成果 不就是没有流量 那流量去哪里了 以前我做音频 做微信 做公众号 他们在公众号 在微信 在音频 但是后来流量 是带了短视频 我对自己都没有信心 我都不相信自己 我都说 我觉得 我这个形象不行 我做短视频 做不起来 但是我在会播学习 我跟各路高手学习 咱们会播剪周老师账号的背后的操盘手去学习 很快 2022年我开始做 三个月粉丝百万 九个月粉丝举证号千万 七天涨粉128万 最高播放量一个亿的播放量的作品 然后呢 我一下就做起来 我很庆幸 也很感恩师傅给我这样的机会 就像我在口播这个领域 然后呢 来赋能到我们整个集团的这些老师 你在集团听过的这些老师 他们的口播之所以能做起来 能达到几十万 几百万 几千万 甚至是几十万 几十万的粉丝的 那么都是跟鲍老师和鲍老师这群团队来学习的 单身的 口播的爆款逻辑 以及整个短视频 其后逻辑 你放一下我们 那个鲍老师做账号 不到两个月时间 然后呢 做的这个账号的粉丝量 还有就是播放量 对 你简单介绍一下你的那个上完咱们会播合伙人那个课以后 你的那个你那个播商那是多少 粉丝做的多少 三个月不到就一百万了 然后呢 用了九个月 做了好多个号 总粉丝就一千万 有两个大号都是两百万的 视频号和抖音都拿到了板一 然后呢 最高播放量一个亿 算千万播放量的有一百条 三百万播放量的有将近三百条 这样的 对 万叔你放一下 最关键的是你 你帮助咱们公司一个 这个你的一个客服吧 相当于就是一个客服前台 然后他做了个账号 做了多少粉丝 他用兼职的时间 白天八个小时上班 晚上呢 用三五个小时 兼职的时间 也做了六十多万粉丝 每个月变现五到十W 刚才有人问啊 现在做播商还晚不晚 我告诉你一点都不晚 现在正当时 但是AI这个趋势 马上就来了 所以我们既要教你博商 还要教你AI 因为很有可能 AI将来会出一个平台 会把这些所有短声平台 全部干掉 所以我们现在在短声平台 还没有干到之前 我们要教你在短声平台赚钱 然后AI也会教你 我们永远跟上趋势 所以啥都不说了 赶快点预项方式 咱们报名吧 我们玉成老师 绝对是在我们集团 现在在短声平台领域 除了周老师以外 结果最好的 这是无从自已的 这是周老师 这是报老师的账号 你们都可以在全网收 所以在座的各位 啥都不说了 今天报名 我们报老师 现在还在讲课 此时此刻正在开 我们AI播商之道的课程 对今天讲了一整天的课 讲了一整天的课 对所以 你报老师你这样 你简单给我们讲一下 就是我们这四天的 AI播商之道的课 讲什么内容 有什么样的人需要 需要来上这个课 第一你是实际上老板 你要用短视频获客 你要用直播间卖团购券 你要让客户来你家里持续复购 你需要客户 对吧 你是实际上老板 你又是工厂老板 工厂一样 要获得订单 人都去抖音上了 你就把你的产品项目 人设搬在这个短视频上 我们会教你工厂这么起 我们有一个做蜡烛的学员 学了这个课 三个月不到 他的蜡烛的 就蜡烛的播放量 几百万的播放量 订单直接三十个订单 并且都是大订单 每个订单找他订蜡烛的 都是成匹几十万几十万的订单 变现超过三百W 更夸张的是 就上次 上我们的播站之道 是一个校展 他就拍了一条作品 我就教他上人们的逻辑 十五万播放量 招生直接招了五百个 但是他有名额 也就是说客户 学生想要报 报不进去 因为民办学校 他只有180个名额 直接就报满 本来他招生 一个暑假 需要三个月 他三天通过一个短视频 十万播放量 然后他留了他的 这个微信和电话 直接加满他的微信 当地的那些 学生 报的人数超过五百个 但是他只有180个名额 每个学生还一万多块学费 就是一条作品 变现一百八十万 你有产品 有公司 有店铺 有项目的 一定要来 帮你十倍货客 十倍货客 百倍货客 以前三个月 要货客的 三天帮你搞定 用个短视频 三热门 同程三热门 第二 你是要成为一个 支持付费博主 你说老师 我没有项目 没有产品 那就做支持付费 我们教你怎么卖书 会成的供应链给你 会成的书给你 对吧 我们师父 师母的书给你 我们的课给你 直接用我们的视频 用我们的文案 再用我们的 这个直播竹子稿 照着念 照着拍 我们有很多宝妈 很多打工的 兼职的 就用我们的文案 有上千万播放量的 五百万播放量的 六百万播放量的 粉丝两万三万五万十万的 甚至我们刚才说那个客服 六十万的播放量 他们做支持付费 卖书卖客 通通用我们的文案的模板 再加上我们的爆款逻辑 和散热门的逻辑 你都可以拿到 第三 你是不想做支持付费 不知道做什么的 但是AI波山这个机会 你不想错过 你来到这里 我们教你 怎么去应用AI 使用AI 在AI这个领域里去变现 在AI这个领域里去绝经 并且在波山这个领域 结合着做流量 做成交 再加上AI的工具 你不想真人出镜的 你不想自己拍自己播的 以前我在两年前 做短视频是没有AI的 那个时候 刚刚AI只能智能问答 现在的AI可以帮你剪辑 现在的AI可以帮你做数字人 以前做数字人要十万块 现在做数字人 几乎免费的价格 你报了我们的AI波山客 我们教会你 你可以花68块钱 就可以做个数字人 我当年做数字人是十万九千八 但是如果你没学 你现在市面上 还要交两万多 才能做一个 一万块 对 所以在做的各位 啥都不说了 今天有人说 说报老师怎么联系你 你报名了 会博合伙人 就能找到 找到报老师 报完以后 有没有一对一陪跑 有 报完以后 你就直接点班主任按钮 一对一服务你 还有就是 刚才报老师说的 非常清晰了 你是一个老板 你是一个世界的老板 你需要流量 你必须要报 这个会博合伙人 你现在啥也没有 你就想自己创业 你更要报 当知识博主 你现在你正在转型 对吧 你想找一个创业机会 你现在就报这个 所以啥都不说了 只要你是人想赚钱 你都应该学博商 要跟上这个时代 不管你是创业者 还是打工的 对 玉成你再给大家分享一下 你这一路 今天大家都很羡慕你 对吧 一下子成为网红了 一下子赚钱 十文献财务自由了 一年赚好几千万 那你给大家说一下 你报课到现在为止 花了多少钱了 报过哪些老师的课 最开始呢 我是报了一位老师 姓于 于林雄老师的课 花十万 报他的初级地址 又花十八万 做他的道餐合伙人 又补齐了一百万 报了他的敌传地址 当然很可惜 因为价值观不一致 那位老师也不讲课了 我就听了他一年的课 相当一百万 听了他一年课 分道扬镳了 我依然像师傅一样 坚守教育的路线 那位老师去做项目了 你们两千八听一年 人家一百万听一年 还报了那些老师的课 还有现在的 在苏州盖了一栋大楼的 然后讲商业的 苏老师在那边 花了千金快六十万了 四十万 两个名额 还有一些团队和高管的名额 然后还有一个是 以前讲智慧的一个老师 然后呢 叫苗哥 报了他的三玄智慧 影响智慧 宗教智慧 运营智慧 演出智慧 也花了将近六七十万 还有比如说我们江藤老师 我们江藤老师 以前讲消假 讲这个商业模式 我也花了三十万 报名江藤老师的课 国外的 国外的 还有安德云罗宾老师的课 安德云罗宾老师在线上的直播 包括安德云罗宾在国外的课 以及安德云罗宾线上的会员 也花了很多的钱去学习 我就跟你们这么说吧 有人说了说明你太有钱了 我再说一遍 也不是 包玉成老师在听我课的时候 口袋里只有两百块钱 他连我最便宜的财商课 八千七都拿不出来 他没有钱 他是因为没有钱 所以才报客 所以才有钱 我基本上把我赚到的所有的钱 都要投进去投资我的大脑 我要让我的大脑变成一个金脑袋 对吧 我跟你们讲啊 就是因为预成没有钱 所以报客 所以他有钱了 我也一样 我到现在为止 花在头脑里超过两千万人民币 我们预成老师到现在为止 花了多少钱了 报客 有四五百左右 四五百万有了 对吧 这两年研究短视频 我又在短视频领域 投了四五十万去学习 全中国各地的短视频的课 你说的太好了 我告诉你们啊 你们不要觉得 你们今天花了一万九千八 上了我们AI博商知道的课贵 预成老师研究AI博商 最少花出去四五十万学费 颜知老师 资恩老师 易发老师 我们AI平台上 那些讲课的老师 在AI领域上 研究报的课 最少超过三百万了 我们花了三百多万研发 你花了这个 一万九千八 今天你是汇博合伙人 免费 你还说什么说 就像苹果手机一样 太超值了 真的 我这次去苹果 我这次去硅谷 直接去苹果公司 苹果公司 卖你一部手机 一万多块钱 你觉得贵吗 你知道这部手机 研发需要多少钱吗 你知道这个公司的芯片 这个公司的硬件 这个公司的软件 这个公司的系统 研发需要多少钱吗 这个公司的研发 我告诉你 我说出来 你们可能不相信 苹果这部手机的研发 现在已经过百亿了 人家花了上百亿 研发出来的手机 卖你一万块钱 它贵吗 在座各位贵吗 一点都不贵 太便宜了 开玩笑 所以啥都不说了 鲍一诚老师 为什么能够 从一个大学生 两百块钱 身价两百块钱的人 到现在为止 实现财富自由 全网上千万粉丝 成为周老师的合作伙伴 为什么 就是一个字叫鲍 鲍一鲍 那个鲍一鲍 抱了那个妹妹 上花椒 抱一抱 那个抱一抱 抱了课以后 才能成功 才能赚钱 才能财务自由 对还是不对 这都不说了 点击右下方 正在闪动的 会播按钮 报名就完事了 有人说了 周老师 你拿苹果手机 怎么不支持中国 是华为 你怎么知道 我没有华为手机呢 做直播 我为了更好的录音效果 我用苹果 但是我自己也有华为 我都买 就这么简单 别矫情了 有本事 你做一个自己的民族品牌 才叫做爱国 苹果手机呢 那还说什么说 咱去跟他学习 不是为了冲阳面外 是为了学会以后 收购他 啥都不说了 点击右下方 正在闪动的 会播按钮 赶快报名就完事了 对 玉成 最后再送给大家 这个几句话 我觉得不管报了 多少的课 我觉得我最重要的是 找到了生命当中的灯塔 找到了生命当中的恩师 找到了生命当中的师父 就是我们的周文权师父 所以 你不管在哪里学习 在哪里听课 我兜兜赚赚 花了五百万的学费 为什么 我要深耕在会城 深耕在师父这里 跟随了十年 持续的跟随 你才能获得清水 你没有会跟 你得会跟啊 你就跟着我们会城 跟着师父 前往打出来 没有会跟 要会跟 第一个会跟是智慧的会 第二个会是有学会的会 继续 玉成 所以家人们 啥也不说了 点击正在闪动的 点击正在闪动的按钮下单 持续的跟随 获得精神 当你在不断的会跟的过程当中 你就斩出会跟 你就获得智慧 对吧 你离我们会城越近 你离我们 周文权师父越近 你就会越获得这份能量 获得这份 离道就越近 所以每一次 不管是上课游学 我都是贴老师 贴得最紧的 因为我要会跟 我才得有会跟 包括2014年 从大学出来 到我今天 成家立业 有了自己的爱人孩子 这一切都感恩师父师母 因为最开始 我在事业上跟师父学习 企业自动化运转 我自己也实现财富自由 我精神上很痛苦 我就跟着师父去肯尼亚 去加拿大去修行 我的精神上获得了改善 但是我要面临婚姻 婚姻上也痛苦 我又跟着师母学习 在婚姻上 现在也很幸福了 还有两个孩子 就这么说吧 我当时就是去参加 加拿大的规律 我就发一个经验 就显化 就显化了我现在的爱人 然后呢 形象气质很好 还爱学习 还上课 然后呢 还直播 然后成为我的协内助 还帮我生了两个可爱的孩子 然后呢 又很年轻 然后这次 要跟着师父去游学 所以 这一切都是原因 我跟对了名师 这个名不仅是名气的名 这个名 还是名心见性的名 所以 人生这辈子 一良师不败 一名师不败 一良友不交 这是你最大的错误 最大的悔恨 所以我觉得我是一路走过来 很幸运 有师父的指点 有师父的辅导 有师父的赋能 让我慢慢地展出了慧根 所以啥也不说了 2800块 真的 对你人生来说只是零花钱 你有没有想过未来你会赚2800万呢 我当年报师父的课 我就想过 我觉得今天我不管花几十万 我当时报福布斯 我就觉得是零花钱 我就觉得他会十倍百倍地回来 我就有这个信念 所以2800 实际上 以后对你来说 可能就是分分钟的事情 你得用这个信念 直接点动下方的按钮 去做决定 这样吧 肝心的力量 你今天送了大家一个大礼 就是报完咱们的会播客户人以后 你送他们两场密讯 我们育成老师 现在的诗董会 已经卖到13万了 今天报名的 送你两场密讯 就在周天 这周不行了 因为这周育成老师要讲课 下周吧 然后反正就是一年之内 有两次 我们育成老师 亲自来到我们会播 周天的密讯 来一对一解答你们跟AI 跟流量有关的所有问题 育成老师 对于实体店 如何挂上同层 挂上那个抖音同层 来获取流量 非常的厉害 他帮助了很多的实体店 老板拿到了结果 不管是竹语店 电影院 洗脚按摩店 做美容的 卖衣服的 全都是通过育成老师 餐饮店 对 对 挂上了那个抖音 对 好吧 育成 行不行 送两场密讯 正常来说 真的是 现在要参加密讯 咱们的四种 都是收那个价格 对吧 然后我们现在都恢复到 30W的原价了 但是今天师傅 既然说了 师傅说什么 我就做什么 没有问题 今天去下班 我到时候亲自来直播间 给大家打一几货 给大家一几乎的 我刚才讲的一个非常重要的核心 就是找对师傅 郭靖找错师傅 找了八个师傅也没成功 结果找对一个成功了 对不对 那黄征为什么能成为世界首富 中国首富 因为找对了巴菲特 巴菲特为什么能成为首富 因为找到了他的老师 格雷厄姆 对吧 为什么 这高领资本的张蕾 15年前从零 今天5000亿 因为他找到他的老师 大为十位生 你的师傅是谁很重要 选对伴侣 选对圈子 选对师傅 你的人生就成功了 选择大于努力 好 感谢我们的玉森老师 玉森老师 你们跟严重老师赶快去上课吧 辛苦你们了 辛苦你们了 谢谢 还有我们的宣宁老师也在这里 刚好就在房间 行 那我们就有请我们的会博和我人宣宁 好了宣宁也是 这个曾经做创业非常成功 但是呢 这个福西管情不好 结果就因为 报了我们的会博和我人 然后呢 学了我们的这个 杨老师的幸福人生 现在嘎嘎幸福 对 全家分享一下 你与惠博的故事 好 师傅好 来我们所有家人们一起打出感恩 周老师 我是在2021年的时候 跟大家一样 就是这一场直播 然后让我改变命运 就像周老师所讲的 真的是在那个时候 我因为我那个时候是带着几万人团队 那个我觉得还挺好的 但是就是因为当时的一个某情 然后跟老公在家里开始独处 因为之前的我 我不知道直播间 有没有以前见过我的 我现在头发留长了 师傅 有见过我的家人吗 以前我两边全是剃掉的 以前跟个男孩一样 以前 对 以前就是男孩子造型 人家从背后看我 都觉得我是一个帅哥 所以那个时候 只有事业 没有家庭 然后呢 一直在外面跑 很少在家里待 就是因为某情来了 在家里头待了两个月 崩溃了 因为跟我老公 已经从以前的 无话不说 变成无话可说了 没有共同语言了 然后他天天玩游戏 那个时候我感觉到 人生痛苦迷茫啊 我就觉得人怎么是 可以这样活 我那么复苏 那么努力 为什么我会有这样子的婚姻 来直播间的家人们 有没有跟我一样 然后呢 感觉到 我这个 以前的时候 两个人无话不说 然后现在无话可说 甚至于两个人冷战 然后也是因为这个时候呢 晚上经常睡不着觉 看到了老师的一场直播 就是因为这一场直播 然后瞬间让我感觉到 我的生命当中那个时候 本来是黑的 但是就是因为这场直播 让我看到了希望 因为在此之前 我是看到周老师的一段视频 那段视频是 本欲度众生 反备众生度 大家可以打出来 因为那个时候 我每天都在做一件事情 就是哇 全国克力到处跑 然后去帮助别人 然后我就拿到老师这种力量 所以说才支撑着我 但是两个人在一起 确实是冷战到后面 一句话都不用说 几个月一个短信都没有的时候 很痛苦很迷茫 来有没有跟我一样经历的 所以说当时呢 也是跟大家一样 这场直播 让我看到了之后 我瞬间我就觉得 哇是真的假的 因为那个时候 我感觉我看到了周老师 在某音上面 然后我觉得像明星一样 我觉得是 不可能让我能够见得到 只能够再刷刷视频而已的 但是就是因为一场汇播 让我看到了周老师的时候 当时我刚好就听到了 周老师在分享 在分享什么呢 如果说你们想见到我 如果你也想来到现场 跟我一起学习 一起成长 人生不光只是有眼前的狗鲷 还有诗和眼方的田野 这个那一刻 我一起是真的假的 然后老师说 来点击下方 右下角正在散动的 那个会播按钮 你只要报名成功 你就有门票 你就可以来到现场 就可以见到我 哇真的家人们 到了几个 那个时候我瞬间 我就觉得真的假的 我要试一下 然后我就下单了 对 我那个时候我下单 下单的时候 老师我不是买一个 为什么 因为我以前做过直销 我做过微销 我做过很多 我很清楚 我一个人来 那是我一个人的成长 我要把我老公叫过来 因为我跟他说 有的时候我说服不了 所以我得把他叫来 然后呢 我得把我团队带来 然后我买了四张门票 因为一个人学习 是一个人的成长 我把他们都叫来 是一起成长了 所以当时我拿了四张 如果家人们 你们只是十个 你只是买了一张门票 如果你也跟我一样 然后呢 想让你家的那一位 一起学习 一起成长 那你可以去买 我们的家庭套装 师傅可以申请一下吗 可以给我们 以前都没有 以前你买四个 直接人家 这个现金交了 一万一千多 对 现在有家里的套餐了 对 太棒了 我们直播间的家人们 如果说你也跟我一样 不光只是想自己学习 自己成长 也想让家里的那一位 跟你一起成长 甚至于你有团队 你也想带着你的团队 一起成长的 然后呢 我们在下方那里 大家可以去点击 然后呢 如果你买了一个了 你还可以再点击 你可以买家庭套装 甚至于可以买事业套装 那这样子的话呢 你可以省一些钱 到底省多少 你们试一下就知道了 就是因为这样的一个决定 我来到了现场 然后看到了师傅 就是因为来到现场 我看到周老师 杨老师的那个状态 我就觉得 哇塞 人就应该这样活 让我看到了神仙剑里的样子 我觉得我很羡慕 来我们直播间 所以家人 我想问一下 你们羡慕羡慕 你们想不想也能够活成 像师傅 像周老师 杨老师这样 和爱的人 在爱的地方 做爱的事业 我当时我太渴望了 所以我来到现场 看到老师的那一刻 然后我给自己 做了一个决定 为什么呢 来所有家人们 可以打出这个 我当时的决定 就是出门 拜师学艺 来我想问一下 直播间所有的家人们 你们有没有来过现场 有没有来到现场 看到过我们 周老师和杨老师 有没有 有的家人打 有如果你还没有的家人打 没有 就是因为那一次 我来到现场之后 我整个人生 发生翻天覆地的变化 因为对于我来说 我以前 因为我是 很早就离开学校了 我是这个小学毕业 初中都没有 没有上完 然后的话呢 现在就是没有学历 没有背景 然后没有资源 什么都没有 然后就是这样子 一个三无人缘 但是自从跟随 来到现场 看到老师的那一刻 我知道了 原来学习 可以改变命运 来直播间 也没有跟我一样 没有学历 没有背景 没有资源的 就是因为看到了老师之后 才让我知道 原来通过学习 虽然以前没有学 十几年了没有学习 但是也可以今天 跟随老师一起学习一下 让我们知道什么叫做爱 以前的时候 不知道什么叫做爱 回到家里头 两个人不会好好说话 一张嘴就吵架 然后跟随老师学习 我记得那一次的时候 因为老师说 如果说想跟我学习 可以成为我的这个导师班 或者是服务师学员 然后我就毅然决然的 我就走进了老师的 这个导师班 我就要跟随老师 为什么 因为跟随老师学一次不行 因为一次学了以后 当时我能量很高啊 但是如果能够一直练接 那肯定是不一样的 为什么 因为人很多的时候 是环境的产物 家人们你们可以打出来 人是环境的产物 如果说你能够一直 跟着高能量的人去练接 你会发现人生啊 真的很多的时候 你就会被那个高品所影响 然后每天活在喜悦当中 所以当时我成为老师的导师班之后 跟随老师去游学去了 为什么 因为以前的时候 我不会好好说话 是因为我不懂得如何说话 然后跟我老公的关系不好 然后导致于他每天玩游戏 然后已经丧失了这个 任何在事业上的拼搏的动力 然后我就觉得人生活着 每天我去那么努力复苏 感觉没有意思 所以跟随老师去游学的时候 当时是我那个故事 真的我觉得去看了那个墓地 就是看到康熙的时候还行 人家那个很壮观 看到慈禧的时候 以我那个时候的认知是啥 慈禧的墓地它是凤在上 龙在下 脚踏两条龙 那个时候我的认知就是 哇塞 这太牛逼了 给你人生光 但是呢 后面师父在跟我们密信的时候 就跟我们讲了 你看了没有 那个时候我的价值观 那个时候我的认知啊 真的师父就在说 这女人不能太强势 太强势了 那是属于什么 阴胜阳衰啊 女人一定要阳胜阴辅 辅助的辅 太强了 你这个大清都被她灭了 如果今天女人们 历史是雷人的相似啊 如果你再强 如果你是个女儿 你会发现 那个女儿长大以后 跟你一样强势 找个老公她肯定不会幸福 我看看我自己 看看我妈都挺强势的 所以说把自己的婚姻 过得一塌糊涂 然后老师又再说 如果你生了个儿子 你的儿子到时候 他会找一个 跟你一样强势的女人 然后当时我一看 我是生的儿子 我不希望我儿子以后 找一个强势的 然后让他还不起头来的 这样子的一种生活呀 所以当时我怕了 我在想 那不行啊 我必须改呀 因为以前师父就跟我讲了 师父也在说 薛林你必须把头发留起来 女人一定要在坤道上 你不能太强势 女人一定要去崇拜 相信 支持 理解 信任自己的老公 但是以前在说的时候 我知道 但是我不知道怎么改 可是就是因为那次的游学 让我害怕了 当我怕的时候 我觉得一定要改 来为母则刚 家人们 我们打算为母则 原话是这样的 原话是女人强势 克夫克子 克夫 这宣经不怕 克子 害怕了 对 是的 因为那个时候 她都不让我好过 我没想过让她好过 但是 但是那孩子 那是我的呀 那不行啊 不能让孩子不好啊 所以为了孩子 都必须改 我想问一下 直播间的家人们 是不是这样 真的女人 一旦生了孩子 有了孩子以后 真的是为母则刚 为了自己的孩子 真的啥都愿意改 所以就是那个时候 跟随老师学习 让我懂得了 我是一切问题的根源 爱是一切问题的答案 也是因为这一点 我懂了以后 我好话说话了 然后我说师父 我要来会成 所以呢 来我想问一下 直播间所有的家人们 有没有跟我一样的 然后跟随老师学习以后 觉得哇塞 我也要来会成 我也要加入一个 有使命 有愿景的公司 有没有 有的家人来前往打出 我要来会成 也就在那个时候 因为我以前 虽然带了几万人团队 但是那个时候 做执教诸会上 做西零售 也就是两三年 一个平台换换换 我累了 我想要把一个平台 能够做一辈子 所以说 当时我听说 会成是百年企业 我就来到了会成 如果你也想跟我一样 加入会成 全往打出 我要来会成 所以也是因为 当时那个念啊 我就跟师父一申请 我就来到了会成 当我来到了会成之后 我开始学习 我开始改变 然后每天 我把我所学到的 给到我很多的学员分享的时候 哇 学院开始改变了 而且我自己的改变 我老公看到了 然后借用我的改变 我老公跟我一起 来到了会成 师父 我老公也来会成了 他来会成之后 在剪辑老师的视频 剪辑阳老师的 剪辑周老师的 然后在剪辑的时候 他的作品也爆了 他也从曾经的 那个网瘾少年 每天在家无所失事 然后呢 现在通过短视频 已经爆了 跟随我们包老师 然后呢 在做账号搭建 他也可以爆粉 这个上 上这个几十万 甚至上百万的粉丝 然后月收入 也能够脱破十万家 哇塞 他也有自己的梦想 太棒了 然后他也 对 他有自己的梦想 就会发现 真的我很开心的一点是 我的那个成绩 我觉得就是 网瘾少年的老公 有了自己的梦想 他也要为了自己的 这个伙伴 他也要为了客户 为了公司 而去奋斗 而去努力 所以说来直播间的家人们 有没有跟我一样的 觉得自己家老公 天天躺平的 也想跟我一样 跟爱的人 在爱的地方 做爱的事业的 有没有 有的家人 我们全往打出来 有有有有 现在婚姻状况 幸不幸福 那玩玩的幸福 看 怎么样 这头发流起来了 看着怎么样 不像 越来越好看 不像以前的假饺子吧 对对 非常好 就是女人要有女人的样 男人要有男人的样 这个很正常 男人是天 女人是地 如果颠倒了以后 那你想想 我们的老人 我们的孩子 生活在中间 天地颠倒 那是地震 多吓人 所以在座的各位 啥都不说了 刚才还有人问我呢 客户哪开 客户海南开 客户广东开 客户哪开 你都来上 在国外 我们在马来西亚 新加坡都有开 然后客户哪开 不重要 重要的就是你一定要来上 赶快报名 还有人问 说学了 能不能拿到结果 我还是那句话 什么叫结果 你今天花了2800 结果你赚了2800 赚钱了 是不是一种结果 这就值了吗 即使你没有赚到钱 你没有做博商 你只是上了我们的课 但是你的两性关系好了 请问这是不是结果 你今天上了我的财商课 你给自己配了一个保险 买了个百万医疗和重疾险 这是不是一个结果 我一个学生 2800的学员 就因为给自己买了一个 那个百万医疗 后来得了癌症 还买了个重疾险 结果百万医疗钱 全都赔完 那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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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中疾险还赔了80万 还倒赚80万 你告诉我 这是不是结果 对不对 所以我想告诉我们 在旧的各位 结果真的是无限的 我一个学生 一直在找你男朋友 找不到 找了多少年都找不到 结果就因为抱着2800 来到了会城 找到了一个小8岁的男朋友 你告诉我 这是不是结果 而且那男朋友 就是给我减账号了 就是一个月能够收上百万的 你告诉我 这是不是结果 所以在旧的各位 你加入会城 会城是什么 会起平凡人 我们来会城之间 都是平凡人 成就辉煌业 所以你看 宣宁就是一个结果 他的丈夫 因为他加入会城 从网瘾少年 到简周老师账号 也能够赚到十万家 两性关系好的 不要不要的 两性幸福 家庭美满 多好啊 对不对 所以啥都不说了 赶快报名吧 我们宣宁也会经常 做客我们的这个 会播直播间 来给大家做赋能 教大家如何 女人回归昆卫 两性关系 然后呢 杨老师也会亲自来 给大家讲 啥都不说了 最后两句话 送给我们的会播客户人 好的 然后最后 如果所有的家人们 当时为什么 我会成为老师的 这个弟子 就是因为 我很清楚 今天钱不花在 就会花在其他地方 如果当时我不给自己 做那个决定 可能我现在 我也不知道 人生获得是什么样子 当下的幸福 可能只是一种奢求 最后送给大家的是 人活着 不会因为你曾经 做过什么而后悔 但是一定会因为 你曾经没有 做过什么而后悔 如果此时此刻 你也想跟我一样 获得家庭的幸福 也想有一位名师 然后在你人生 自然时刻 能够给你一束光 让你知道 人活着是为了什么 那么此时此刻 给自己做决定 不光只是给自己 做决定 还要把你的爱人 把你的家人 把你的团队 全部叫起来 一起来学习 我们学英老师 讲的太好了 你这两千八不花在这 那不吃个瓢都也花了吗 那么买盐买酒也花了吗 那不出去旅游也花了吗 对不对 所以在多了贵 你不花在这就花在那 还不如花在这 花在这是花在这 是花在头脑上 这两千八会变成两万吧 二十八万 两千六百八十万 真的是这样的啊 好 感谢学英老师 接下来 感谢师傅 好 我就给你们 你们赶快去休息吧 因为明天你们还要开课 我再给你们有请一个 就因为交了两千八 找了个男朋友 然后找了个小八岁的男朋友 而且是月收入过百万的男朋友的故事 你看看这两千八值不值 来万松 你给我连摆一下 我们的汇博合伙人 这个赵云 好吧 从月收入几千块 到成为汇博合伙人 好 哈喽 在不在 能不能听到 能听到吗 云宝 哎 能听到吗 他们这没声音啊 调一下 他们这调一下声音 快点啊 赶快报合伙人 点击右下方 正在散动的汇博按钮 如果你是海外的同学 需要22666马币就可以了 点击我们的评论区 stop这个链接就可以了 能听到吗 云宝 听得到 好 师傅你听得到吗 好 可以了 赵云同学 分享一下 你报完合伙人以后 加入了汇城 然后呢 月收入最高的时候 多少钱 八万多 八万多 一个月 好 找了一个男朋友 现在结婚了是吧 男朋友小你几岁 小我八岁 小你八岁 男朋友在公司 那个减我账号 最高一个月收入多少钱 一百多万 一百多万 现在 怀孕了 几个月了 六个月 怀孕六个月了 所以咱先让赵云讲 因为赵云讲完 要赶快休息 然后赵云也是周老师的 财长导师班弟子 对 分享一下你与辉博的故事 我是在21年 其实就有刷到师傅 只是那个时候 还挺觉得自己挺了不起的 因为自己在公司里面 从事高管 然后呢 年收入是百万以上 然后我是觉得 我有车有房有存款 我还挺牛逼的 然后也挺自以为是的 但是那个时候 我发现我并不开心 然后跟团队越来越远 然后包括自己感觉 好像各方面的关系 都不是很好 到22年 我才真正想要去拜师学艺 因为那个时候 我发现 人生肯定是要遇到一些东西 才会让你幡然醒悟 所以在22年 我遭遇到 就是被伤害 然后呢 负债3700多万 我觉得人生最治安的就是 我觉得我可能 就是不管怎么样 我用30年的方式 我好像都是帮别人打工 也无法还清那个债务 所以那时候我就很崩溃 我觉得 我觉得我人是善良的呀 为什么我还会遇到这种事情 然后再加上 我觉得人是这样 当你有负能量的时候 你所有负面的事情 都会扑面而来 然后在公司里面 我在养团队的过程中 说实话 我也付出了很多很多 然后我的团队里面 竟然也出现了叛徒 然后背后捅过刀子 然后敲我客户 我觉得这些也都没有什么 但是最糟糕的是 当我 就是一下子 负债3000多万的时候 我出了个男朋友 在我最伤心 最难过 我很需要有一个依靠的时候 他跑了 他就很担心 万一我跟你结婚 这些债务要我来还 你无法想象 就是大难临头 各自飞 这种事情 如此狗血的 会发生在自己的生命里面 我就觉得 哇 简直太难熬了 我刷到师傅的微信的时候 刷到师傅的这个 课程的时候 包括 刷到直播的时候 我就是觉得 我的人生需要 这样的一个老师 我为什么能把自己 明明是别人看起来 很羡慕的样子 却活得如此糟糕 我觉得老天是 想要唤醒我什么 所以 那个时候 师傅的出现 就是那束光 我觉得就是简单 听话 相信 所以我报了 两千八汇波合伙人 我后面我又报了 这个创业训练营 然后我就觉得 我就是要跟着老师 因为我觉得 我人生就需要 这样一个老师 教会我如何 做一个真正的 起心动念是善的 你不能再去做那些 伤天害理的 也许你觉得 你做它还可以 但是老天 他不会瞎 他会看得到的 所以我自我总结了一下 然后我把师傅 所有关于 创业板块的内容 落地在我自己的 企业里 我的团队里 然后我发现 我们的团队的 凝聚力上来了很多 我在一年 创造八百万的 业绩的时候 我觉得跟师傅 学习一整年 我们的业绩 翻到了两千五百万 然后最高一个月 我们招商业绩 到达了三 就是三百五十万 我觉得那是我 曾经不敢想象的 一个数字 当我看到团队里面 大家都有饭吃 收入都好的时候 说实话 我内心 就是有那一些感动吧 我觉得 我赵云终于不是在 为自己而活 我心中有团队了 在二三年的时候 我却不断地跟随 老师的线下课 我问我自己 我说赵云 你的使命是什么 你的轨道是什么 师傅一直说 每个人都有自己的轨道 我觉得人只有 在自己的轨道里 才会闪闪发光 所以那个时候 当我有机会 站到那个舞台上 说出自己梦想的时候 我发现 原来师傅的梦想里面 就有我的梦想 师傅说要为 一亿家族实现 财富自由 身心富足 而努力的时候 我觉得 那不就是 我的梦想吗 所以我觉得 如果我过去 在做这种 就是传统行业里面 我做得那么痛苦 我连业障跟福报 都搞不清楚 我觉得我此刻 应该要 升起新的愿力 所以当时 我就跟师傅说 我说师傅 我好想来会成 而且 大家也都知道 就像我刚开场的 在恋爱板块 也是没有把自己经营好 对吧 男朋友都跑了 所以我当时 跟师傅开玩笑 我说师傅 就我这样 还有人要吗 其实大家看得到 我的形象 各方面都是不差的 但是那种 内心就 哪怕你再强 你是一个事业上 再厉害的一个女人 你内心深处 都需要 有一个港湾 有一个依靠 而我觉得 就是相信相信的力量 师傅说来会成 会成小帅哥多得很 我当时也以为 师傅跟我开玩笑的 但是 就是相信 我下了一个宇宙订单 我遇到了一个师姐 也是在线下课遇到的 然后她的 她的男朋友就是 欺欺来着 小她八岁 并且她五十六了 我觉得 这状态 活出了我想要的样子 我觉得 为什么人生 她可以这样做 我也可以呀 然后我就是相信 我来到惠城的 第一个月 我就跟我的 这个男朋友 就认识了 然后我们在 两个多月以后 我们就 正式确定了关系 我觉得这种速度 按师傅的说法叫 会成速度 然后紧接着我们 就有了自己的宝宝 然后我们就 迈入了婚姻的殿堂 很多人说 那你们是不是 凤子成婚 我想告诉大家 真的不是 因为当你遇到 灵魂伴侣的时候 你发现 我的天哪 所有的都特别的顺 就这个过程中 你不会担心 任何的这些 什么 他会不会在伤害你呀 等等 因为我已经 跟师傅学的过程中 修出了原本 剧足的自己 我活成爱本身的时候 我不担心 任何去伤害我 我觉得生命中 来什么就体验什么 那一刻 我真的觉得 我已经醒来了 当我来到师傅身边 来到惠城以后 我发现 每一个惠城的老师 都全命以赴的 在从事着这份事业 我在他们的身上 我看到了 原来师傅的梦想里面 不仅仅是有我们的梦想 我们想帮助千千万万 所有在直播间前的你们 跟曾经的我一样 迷茫痛苦没有方向 我真的希望 也帮助到大家 所以我在我今年 上半年的时候 我也极度地努力 我觉得我能度几个人回家 就度几个 哪怕我那个时候在孕吐 哪怕我那个时候 身体极度不适 但是我看到 他们都很痛苦的时候 我就想到 曾经的我自己 所以在那一刻 我就跟自己讲 赵云你还能为这些粉丝 做点什么 你还能为这些 负债的人做点什么 后来我发现 一个很神奇的事情 今天我曾经发生的 所有事情 比如说负债也好 我创业板块 遇到的问题也好 我不懂财商 我不懂法律 我等等 我曾经遇到的 所有问题 原来老天 不是为了让我遇到 是让我通过 我遇到的这些问题 转身战胜这些问题 以后 为了帮助更多更多 曾经跟我一样的人 所以师傅 我想送给 所有的粉丝一句话 其实就是师傅 刚刚前面讲到的 相信相信的力量 我觉得最后 就是一个落脚点 爱 你有多爱这个世界 你有多相信这个世界 你有多相信 这个世界上 好人更多 找一个爱的人 在爱的地方 做一份爱的事业 我觉得人生 夫复何求 幸福才是我们 真正的追求 财富也好 人生的道路也好 修行才是我们 真正应该要做的 那个主线任务 哇 讲的太好了 谢谢所有 在直播间前的家人 能听我的分享 因为我觉得 我来自于生命的呐喊 我希望帮到你们 谢谢 太棒了 我们赵云 分享的太好了 他现在是怀孕 几个月还是 六个月 大了肚子 在跟你们做分享 而且他现在 每天早上晚上 都做一次直播 然后我们有劝他 说不要那么辛苦 他说师傅 我做直播不是 按你说的 给孩子刚好 做胎教了吗 他刚才讲到 一个核心点 为什么他能相信 找到一个 小自己八岁的男朋友 爱自己的男朋友 是因为他在去年 上周老师的 王者制造游学课 跟我一个 新西兰的弟子 住在一起 我这个新西兰的弟子 就找了个新西兰人 而且少他八岁 就他看到了以后 他在想 他可以 我为什么不可以 所以有时候 真的就是看见 所有人全王 打出来两个字 看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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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就是因为看见 所以相信 因为相信 所以拥有 就像周老师 走出来以后 看见了 罗伯特清奇 原来人可以实现 财富自由 就像周老师 看见了 八零后的理想 他是亿万夫 那他是亿万夫 为什么我不可以呢 就是看见 因为看见 所以向往 因为看见 所以相信 因为相信 所以拥有 我们很多很多人 之所以不相信爱 是因为你没有看见爱 而你来到会成平台 你会看到爱 我们有一个 我们有一个 等一下可能也会上场 给你们分享 我们的鼓励老师 对吧 他以前身边 所有的朋友 都是骗他的 他老公也是骗他的 到最后又烧伤 结果来到周老师 这发现全是爱 他在周老师直播间 看到有这么 有爱的人吗 然后报了个两千八 结果来了以后 真的是发现 周老师身边 全是这样爱的人 他想报导师吧 他没有钱 那个时候导师吧 二十六万八 结果竟然有一个同学 直接给他刷了二十六万八 你能想象吗 借他钱 不要了 不要还了 你知道那个人是谁吗 那个人 就是我说的 得了癌症的那个粉丝 因为上了我的课程 教会他五大资产配纸 然后他癌症赔款八十万 他认为这八十万不是他的 他认为是会成给他的 所以刚好看到有个同学 想刷卡 他就给他刷了卡 所以后来又被杨老师 看成成杨老师的助理 所以我还是那句话 就是你在一个 黑暗的一个厂里面 你看到的全是黑暗 所以你就会相信黑暗 你在一个全都是负债的 那个能量厂里面 那个能量的环境里 你就会相信负债 但是当你来到这的时候 你发现这里有人 可以月收过百万 月收过四百万 你在想为什么我不可以呢 你一旦相信 那个百万的收入 就达到了你的身上 真的就是这样的 所以相信相信的力量 你的人生没有相信 你的人生就没有开始 你相信什么 就会创造什么 你相信你是倒霉的 你是负债的 这个世界是黑暗的 是龌龊的 这个世界都是坏人 你一定会遇到 更坏更坏的人 但是当你相信 这个世界是美好的 是财富的 你是可以 过上更好的生活的 这个世界是真的有爱的 你就会遇到更多的爱 这个赵云之所以会负债三千多万 也是因为不懂财商 财商是由四大能力所组成 第一个是什么 第一个是营销 第二个是什么 是法律 第三个是投资学 第四个是财务知识 就是因为不懂法律 他当时是把自己的身份证 借给了自己的好朋友 是吧 我没记错的话 鱼毛 是不是 是 把身份证借给自己的好朋友 好朋友拿了身份证开公司 结果公司亏了一塌糊涂 到最后这个账上他才算 当然了现在咱打官司也打赢了 所以我想告诉我们在座的各位 当他一念起 学会财商 用法律的武器保护自己的时候 打赢了 对不对 不就完事了吗 三千七百万让他对方还 咱不用还 有时候就是这样 所以学习财商多重要 你们现在知道了 很多人不懂财商 到最后对吧 到最后你再赚钱 都是在帮别人赚 所以希望今天赵云的故事 能够分享 能够感动你们 能够唤醒你们 如果当年没有这个两千八的结缘 可能现在赵云的人生 完全不是像现在这么回事 对吧 怎么会这么甜蜜呢 这么美满呢 现在是把父母也接过来了 是吧 是的 把父母也接到了惠州 然后呢 师傅我想分享一下 对 你老公对你父母怎么样 超级好 超级好 就是他们都说 我们已经活出了爱本身的样子 两个人天天黏黏腻腻的 但是我们两个很开心 然后包括我们的父母 都非常支持我们 然后每天照顾我们的起居 然后最主要的是什么呢 是我那 我老公的话 他以前他也是属于缺爱的 但是自从他遇到我以后 他就发现 原来他可以把我照顾的 像他的女儿一样 他就说 我经常会觉得 你不是比我大八岁 我感觉你比我还小 他就觉得他是那个男子汉 他觉得我要有担当 我要努力去赚钱 然后那种感觉 我以前是活的是女强人的状态 但是我发现 原来做小女人 有这么多福利 然后我就觉得 哇太幸福了 撒娇女人最好命 是的 好 太棒了 感谢我们赵云的分享 赶快回去休息 然后呢 明天早上还要做直播 对吧 赶快休息吧 好 接下来再给你们 请一个会播合伙人 还是那句话 你今天通过两千八 学会财商赚到钱了 值多少钱 不会再被别人骗三千七百万 值多少钱 买了保险 生病了 保险公司给你赔了 还赚了八十万 值多少钱 你花了两千八 你学会博商了 你一个月代书 赚了三百万 值多少钱 你今天学了财商 加入了公司 找了个小八岁的男朋友 值多少钱 赚多各位 对不对 你今天学了财商 你能让你的孩子 借掉网瘾 借掉游戏 能够考上一个好大学 值多少钱 赚多各位 我不是跟你们开玩笑 我们有 我们会播有一个老师 非常的厉害 叫吴启宁老师 专门是讲家能教育的 是咱们中国家能教育的专家 然后帮助我们会播合伙人 无数家庭破裂 原生家庭有伤害的人 修复好了 帮助无数孩子 错学玩游戏 到最后现在回归课堂了 帮助无数的 这种夫妻感情不好 亲子关系不好的 全部恢复了 值多少钱 值多少钱 所以还是那句话 今天 点击右下方 正在闪着 汇报安琼 报名 你的收获可能是 超乎你想象的 你告诉我 赵云当年报名 能想到自己 能找到爱她的男朋友吗 月收入过百万的男朋友吗 能想到吗 能想到自己 三千七百万不用还了吗 能想到吗 各位 先情报名的时候 能想到自己 老公能够 从网瘾少年变成 跟他一样的灵魂伴侣吗 能想到吗 对不对 一个月能赚十万块 能想到吗 对不对 玉成老师 报名的时候 能想到自己 只有两百块 今天能成为千万夫 能够有自己的孩子 老婆 能够有自己的房子 能想到吗 对吧 颜值老师 报名的时候 能想到吗 我告诉你 就是赶快报名吧 好吧 好 我们有请我们的 这个请经老师 好吧 请经老师在不在 在说 在着 在着 我们 对 请经给大家分享一下 你与会博结缘的故事 没有结缘会博之前 你的公司业绩 结缘会博以后 好 我们直播间的各位粉丝好 我们 伟大的周老师好 师傅还正在导时差 又回到国内 做这种直播 这种精神 真的知道我们去实习 我是2019年 接触到会城 那么在那个时候 我自己在山东 经营着一家 不大不小的培训公司 那时候 我每年的业绩 最多只有600万 而结缘于会城之后 结缘于师傅之后 师傅过我的指导 师傅过我的赋能 我现在已经 整整翻了十倍 已经翻到了6000万 我过去一场会议 我拿着麦克风 我吭吱吭吭吭 讲四天 讲五天 我最多成交个 50万80万 而师傅过我指导之后 师傅过我赋能之后 我现在一场课程 可以突破600万的成交额 而这一切的一切 都来自于我 玉队的名师 就是周文强老师 我今天下午 刚刚结束了 我在山东的赋能会 给师傅汇报一下 我最近45天 在连续的开课 因为在暑假 暑假是我最忙的时候 我连续开孩子的课程 我连续又开 北京的弟子的密讯 然后那个 我今天还在我的课程现场 给我的家长分享 我说我遇到周文强老师 是我人生做的最大的 重要的决定 也是最正确的选择 就是我遇到周老师之后 至少让我 少走了20年的弯路 毫不夸张地讲 遇到我的恩师 遇到我的师傅 让我在人生的道路上 在我的事业上 少走了20年的弯路 你啥少走20年 你等会我来分享 你要不遇到师傅 疫情的时候 你就已经倒闭了 是 是的 真的 然后呢 那个提宁老师呢 在遇到我的时候 二话没犹豫 我的福布斯是49万 直接全款49万 不是2800 人家直接49万 而且还有 就是第一个是网上给你 网上给富能 然后呢 师傅亲自去到他的公司 给他富能 然后把互联网给他做起来 把粉丝全部导流给他 一下子做起来了 以前是在山东哪 有粉丝问你的在山东哪 我以前是在山东的烟台 烟台 在山东的烟台 对 然后现在是 现在是全中国了 全世界了 全世界了 全世界 我把你都带到马来西亚开 马来西亚都好几百人 听你课了 现在 好几千人了 对吧 对 而且这一次去 去那个北京 请您给我发信息 我在土耳其呢 说师傅 我知道你现在是 北大的特效教师 我就想 让一个北大的老师 来上台 给我的孩子 讲一下 怎么考上北大清华 让我的孩子 生起一个北大梦 能不能 能不能给我找一个 北大老师 你们说正常来讲 你找一个北大的老师 能不能找 那很难找 你出钱都 人家都不一定来 对不对 是的 然后师傅给你 整过去了没有 北大老师 师傅不但帮我整过来了 师傅还帮我整两个 一个北大的主任 一个北大的 正了吧 你的专家和教授 一个院长 关键是 而且收钱了没 不但没有收钱 师傅 我这里还给你汇报一下 我那天我的行程有变化 我的孩子们迟到了 孩子们去那个天坛 特别拥挤 和这个原本两点钟的课程 一家等到四点钟 这一个主任 这个专家 整整等我五个小时 一句怨言没有 一分钱没收 一句怨言也没有 这是师傅帮我请过来的 对 所以说 这就是资源 这就是能量厂 你们来到咱们汇城 咱们汇城有很多很多能量 我在这里再给你们讲 一个真实的案例 我有一个弟子 他本身公司是要被一家 上市公司并购的 那个上市公司 是个准上市公司 融入到地轮了 然后在他即将签约的时候 他找到了我 他也是我的福布斯学员 68万 然后就跟我讲这个事 人家大概花几个亿个的收了 然后呢 说上市以后做的会更好 但是我一看合同 我说你这个钱给的是股权 不是真钱 那这个上市公司到底 上市以后 他的股价真的能行吗 这家公司为什么 给你这么好的条件呢 那他又看不到他的财报 因为没上市 我就找到了我的朋友 直接拿到了这家公司的投行 一个是红杉 一个是高领 我们看完他的财报以后 发现这家公司 已经是亏损了 绝对不能投 绝对你给他收了以后 这家公司可能上市肯定上不了 哪都倒闭了 他要你就是因为 你就稳定现金流 然后这家公司 就没有签那个证 没签那个证 而其他公司签了 签了的公司都倒闭了 而这家公司没有倒闭 为什么 就是因为 他是周老师的福布斯 就是因为周老师 认识高领和红杉的风投 所以因为人家投了他 A轮B轮 红杉和高领投了 我能看到这家公司的财报 这就是资讯的力量 这就是信息差 这就是全程的力量 所以我想告诉我们在座的各位 周老师不牛逼 是惠征这个平台比较牛逼 因为在这个平台上 我们有阿里巴巴的前高管 在我们这讲课 有华为的前高管 在我们这讲课 有全世界各个顶级的专家 我们的税务顾问 是华人集团的前CFO 是阿里集团的前CFO 是国家税务总局的税务顾问 我们的法务 是N多家上市公司的法务团队 是央视的法务团队 所以还有一个句话 不是我牛逼 知道吗 是我们这个平台牛逼 你来到这以后 这些资源全都是你的 都可以为你所用 我们启宁老师呢 是讲家庭教育的 然后我们很多很多孩子 很多很多家长 因为不懂家庭教育 造成了无数个家庭的悲剧 去年我看到一个 小孩的一个遗书 我看完以后泪流满面 因为他的父母经常家暴他 所以他就自杀了 然后这种案例 都是因为不懂家庭教育 一个孩子长大以后 能否心知健全 能够成为这个社会的动量 家庭教育占80% 学校教育跟社会教育 只占20% 而家长就是家庭教育的 第一颗扣子 第一颗扣子扣错了 剩下的扣子全错了 在此我想让我们的 启宁老师给大家 简单分享一下 启宁老师为什么会做 家庭教育 家庭教育是什么 家庭教育为什么这么重要 因为我们会播 2800合伙人 专门有一堂启宁老师 和启宁老师的 校长妈妈的一个课程 专门是讲家庭教育的 但是我们很多人 不知道家庭教育的重要性 启宁老师你来讲一下 好的师傅 那么我为什么 从事家庭教育呢 这源于我的家庭背景 因为我出生在山东 合则一个非常非常 贫穷的家庭当中 我的爸妈妈呢 为了改变家庭的现状 所以呢就外出打工 我就被你知道流爽而跑 在我的小时候 我生命当中 最爱我的人是我的外婆 所以我在小时候 在外婆家长大 而我的童年当中 最快乐的事情 是和我舅舅家的表姐 我们在一起玩爽 而我在生命当中 也非常喜欢我这个姐姐 她是我大四岁 我在上五年级 她在上初中三年级的时候 她早恋了 她写了一封情书 这么写的 我们要谈一场轰轰烈烈 惊天地气鬼神的恋爱 这封情书被老师发现了 老师呢 把我的舅舅叫到了学校 我的舅舅很要面子 他是一个很固执的山东老男人 回到家之后 直接啪啪打了两把掌 一脚踹在地上 指着鼻子就骂了 你个贱货 你这么小开始谈恋爱 爸爸也被你丢进了 滚 滚出这个家 别能让我看见你 就那一刻 他在家没有得到 四号的关注和爱 当他回到学校之后 发现那个男生 开始迫于压力 开始远离他 那么仅仅隔了一个周 他沿着我们县城 唯一的一条轨道 来回徘徊徘徊 足足走了一下午的时间 而当天懵懵黑的时候 他安静地绝望地 躺在了冰凉的那个铁轨上 一辆列车奔驰而过 最后他连全室都没有留下 我们整个家族 陷入了巨大悲痛当中 我的舅舅到现在 现在每年家族聚餐的时候 还不和我们在一起 就餐和吃饭 所以到那一刻 我小时候就种下了一颗种子 种下了一颗 家庭教育的种子 我就在想 假如当年他没有大 假如当年没有骂 假如当年 而是牵着女儿的时候 跟女儿说一句话 爸爸才是这个世界上 最爱你的人 爸爸永远支持着你 永远爱你 可惜没有假如 如果有假如 我的人也不会离开 他会活到现在 家庭幸福美满 而让我出社会的时候 我就了解到 教育培育行业 我就了解到 家庭教育的 家务化行业 我就做了一个决定 这个决定就是 终身投身于家庭教育 环博家庭教育理念 让更多的父母 因为我们家庭教育 导师的存在 我们的思维的影响 他们能够活成 关注自己内在成长 能够给孩子 一个健康的童年 一个幸福的童年 给天下孩子 一个幸福的童年 一个幸福的童年 一个幸福的家园 背着这样一份 家庭教育的信念和使命 所以我就从事了 家庭教育的时间当中 所以我也帮助了 无数多的孩子 从自卑到自信 从不爱学习到爱上学习 从成名手机到放下手机 从和父母关系很恶劣 然后到我的客户现场之后 开始给父母跪伴 开始表示忏悔 这一切都是他们开始 家庭教育的修行 他们开始了解 家庭教育太重要了 家庭教育是旧事之学 一个懂家庭教育的 家长培养出来的孩子 那就是他的资产 一个不懂家庭教育的 家长培养出来的孩子 就是他的负债 所以孩子是资产 孩子是负债 就取决于家长 是否学家庭教育 家长是否懂家庭教育 一个懂家庭教育的 家长养出来的孩子 他是自信的 他自信也是未养出来的 因为家长懂得 所以我就传播一方 家庭教育的理念 我就开始帮助家长 修复家庭的关系 帮助我们的家长 懂得和孩子如何沟通 如何听 孩子才会说 如何说 孩子才会听 孩子才会听 你放一下我们 老师那个 家庭教育的那个宣传片 就是那个课程的 现场的那个 就是我在这里 给大家强调一下 你如果不懂家庭教育 你很有可能给孩子 造成原生家庭的伤害 我们对孩子的一句打骂 一句侮辱 可能会对孩子 造成一身的阴影 心理学家告诉我们说 幸福的人 用童年疗愈一生 而不幸的人 用一生在疗愈童年 童年被善待的孩子 长大以后 不会亏待这个世界 而童年被亏待的孩子 长大以后 不会善待这个世界 所以我想告诉我们 在座的各位 我们的家庭教育 在中国已经立法了 现在打孩子 在中国犯法了 中国最少需要上百位 上百万个家庭教育导师 而我们齐宁老师 就是专门 培长家庭教育导师的 我希望我们每一个家长 都能走进 齐宁老师的课堂 学习家庭教育 有孩子的同学 给我刷个666 刚才还有人说 周老师 我想上你的新加课 怎么报 点击右下方 正在闪动会部按钮 周老师的财道课 免费送给你 而且还有 这种各位 只要你愿意学习 今天周老师 已经送了你几堂线下课了 两堂了吧 一堂是我自己的财道 一堂是我们AI波商的课程 今天 齐宁 你的那个线下课 那个一万九千八的 能不能今天也送了 说我这堂课呢 真的没有送过 因为这是我的品牌课 因为四天四夜 浓缩了我这过去12年的精华 那今天师父都这么说了 师父又从土耳其 回来这场直播 必须送 就是我一万九千八的 四天四晚的家庭教育 让你如何懂孩子 如何爱上孩子 如何孩子沟通的 信物法则的课程 我送你 感谢 来全网打出来 感谢吴老师 我们今天吴吴吴老师 给大家是真金白银的 一万九千八这个课 学会以后 首先第一个 你可以让你自己的孩子 拥有一个幸福的童年 教会孩子如何感恩 如何孝道 如何自信自利自想 如何生起梦想 不再沉溺于游戏 第二 那就是你可以从事 家庭教育这个行业 你可以跟我们的吴吴老师 一起来通过直播 来做一个家庭教育导师 因为这是一个极富豹的行业 来万叔 你简单给我们放个视频 我们来看一看课程现场 有多少孩子 沉溺于游戏 不上学了 但是上完吴吴老师的课 给父母下跪 然后宣布 我再也不沉溺网络游戏了 非常非常的感动 这个歌太厉害了 有没有效果 咱就看 看万叔 放一下 好吧 赶快点击右下方 正在闪动的会部按钮报名 对万叔 你放 有请我们今天 第一个祝福 是 城堂 是 是 解 所以 就是 同志 我 是 无论 这 我 我 很小的 一定的成熟和年齡無關 在於什麼時候敢於承擔責任 在最後一天的環節 我也會留下自己感動的淚水 來自我看會失敗 because we are so proud we will continue to turn up and we will keep at other communities and Q&A and Q&A And Q&A will continue to join And Q&A and Q&A 我所思的为你给他 我要自然能力量 对不起 他们都没有误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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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们都没有误会 我对你和我爸爸没有一丝抱怨 我认为你们对我扶持得太多了 我们让他们来抱着孩子 爸爸 我以后一定要想要一个家 好 因为这些关系 咱们就不给大家一一放了 在座各位 哪个家长没有孩子 哪个家长不希望让自己的孩子 不沉迷于游戏 生起梦想考北大清华 哪个家长不希望让自己的孩子 学会感恩学会孝道 能够了解父母的良口用心 你做不到 但是吴老师能做到 所以如果你要有孩子的话 你一定要报名会博合伙人 我还是那句话 你跟我学习财商赚到钱了 这是个很大的结果 你肯定会感恩我 你今天跟我学会直播赚到钱了 你更会感恩我 但是你今天成为我的会博合伙人 跟我们的启宁老师学会家庭教育了 我敢保证 你更会感恩我 因为我们比到最后比的就是孩子 我的孩子现在也在启宁老师的课程现场 我的孩子本来在美国读书 特意从美国飞到北京 来上了启宁老师的北京的优学课 所以在座的各位啥都不说了 父母不懂家庭教育 孩子不可能懂得感恩 父母是元件 孩子是父姻件 这个课程真的太超值了 在座各位啥都不说了 一万九千八这个课 每次在现场卖爆 但是今天 你是会博合伙人 吴老师说了 免费送给你们 你们想上这个课的 我打个想上 如果你想上 不要再犹豫了 点击右下方正在散动的 紫色的会蜗牛 赶快报名 你今天不但学了这个课以后 能够让你自己的孩子 懂得感恩 懂得孝顺 更重要的是 你可以做家庭教育导师 秦宁啊 你给大家讲一下 咱们家庭教育立法以后 咱们全中国需要 多少个家庭教育导师 现在国家的缺口有多大 你这个职业 叔叔 是这样子的 现在家庭教育指导师的缺口 中国有七百万的缺口 七百万 对 国家每十个人当中 至少有一个是 家庭教育指导师 这是一个巨大的蓝海市场 所以我刚才是 我是不是给大家放了 是我孩子训练一个视频 我是如何把这些孩子 变成从自卑到自信 我是如何让这些孩子们 懂得感恩呢 我以免我给家长们 开了一堂课 这堂课叫幸福法则 这堂课就会告诉你 如何让你的孩子 能够自动自发带上学习 如何进发梦想 包括我刚才我们周老师 所讲述的 如果成为一个家庭教育导师 踩上家庭教育时代的新风口 你能够 能够顺着这个 接下来二十年的大风口去走 结合AI 结合智能体 成为一个家庭教育导师 这是一个立国立民 并且能记得福报的一个事情 我都会在幸福法则这堂课 四天四晚 我全程主讲给你分享 所以这堂课 我今天没有想到啊 我师父今天 这个那么性情 让我把这课送了 那我就把这课送了啊 这是我正是把你 一万九千八的 性无法则的课程也送给大家 所以各位 那么性无法则的课程呢 让你疗愈你的亲子关系 疗愈你的夫妻关系 疗愈你和你孩子之间的沟通 如何让你的孩子按照学习 并且更重要的是 未来家庭教育 这个大趋势 大风口也跟上了 太好了 点击下方 正在闪动的汇报按钮 报名完事了 就是买我师父的课 把我打包进去了 因为我 现有今天的成长和发展 都是因为 我的师父给我的一切 所以我要用我的实际行动来反哺师父 来反哺平台 来帮助更多的人 能够生命觉醒 帮助更多的家人 未来能够去向生命的最高处 有人问了 是线上还是线下课 我们线上线下都送 线上课在惠博的APP里 本身就有吴老师的课 刚才送你们的是线下课 如果你不想上线下课 你就上线上的就行了 然后呢 线上线下全送 所以在座的各位太超值了 最后 我希望我们秦英老师 给大家讲一个小故事 这个故事呢 让他真的走上了人生巅峰 秦英 最后一个故事送给大家 这个故事要送给大家 这是我人生的一种思考 我在五年之前去到了上海 那么我去到了上海的外滩 我看到了全亚洲最高的楼 这个楼是上海中心 我120层的高楼 我放眼望去 我内心开始自我怀疑 我爬不上去啊 我爬上去要多久啊 能累死我呀 正当我想放弃的时候 我突然看到 下面有写了三个字 叫售票口 我走进去一问 我可以买电梯票 原来我爬不上去的高楼 但是我只需要 我只花了50块钱的电梯票 我就从负二层到118层看台 当我 各位你知道我 从负二层到128层 就118层看台 128层我用了多久吗 我用了55秒钟 一分钟都没有用到 当我站在那个上海 当我站在上海中心的 那个118层 看台往下望的时候 整个上海的夜景 尽收眼底 无与伦比的美感 那一刻我问我自己 我请您 爬楼有电梯 人生有没有电梯 我在想 人生有电梯啊 各位 如果我们找到那个电梯 无数秒登地 如果没有找到 有可能要爬一辈子 我想告诉你 周老师就是你面前的那部电梯 汇城就是你面前的那部电梯 但是各位 这部电梯 它不能等所有人啊 一次只能拉13个人啊 你犹豫一秒就在等10年啊 有可能在等一辈子啊 给自己做个决定 因为人生最大的两种的悲哀 第一种悲哀就是走出校门不再学习 走进婚姻不再恋爱 所以走出校门才是学习的开始 遇到周老师就是电梯已经打开的时候 周老师电梯已经打开了 上来吧 我在这里等你回家 感谢师父 感谢我们的吴老师 电梯已经打开了 只需要2800就能上电梯 55秒 啥都不说了 不要犹豫了 如果19年不是启宁老师跟我学 是你有可能今天上来演讲的是你 有可能现在一年赚几千万的是你 对吧 这就是真的就是电梯 你赶快报名吧 来已经报的给我打个一派 接下来我想真的发自内心的告诉大家 学习我们的汇博2800的课 期限是一年的时间 线上课免费学习一年 线下课是一次 一年有效 一年之内你把这三个线下课上完就行了 第一个线下课是财道 万说放下我财道的宣传片 周老师主讲四天四夜 还有我的爱人杨老师 也会出现在现场 放下 啥都不说了 2800块钱说句不好听点的就是场地费 三堂课周老师的财道四天四夜 周老师杨老师亲自给你主讲 AI波商课包老师丁老师给你主讲 我们的幸福法则家庭教育课 我们的启云老师给你主讲 这三个课12天 五星一酒店租个会场 一天不得十万块啊 你去算一算 各位 现场1500个企业家等着你 我们380个助教服务你 你开玩笑 说句不好听的就是个场地费 不要再犹豫了赶快报名吧 还有一年的线上课程 对吧 一年线上课 我流量费就不值两千八 而且每周六每周天 我还有直播密讯 多超值啊 知道各位 明天的密讯就不是你们都能听它了 都只有交着电梯 上了电梯的人才能听 知道吧 密讯去哪 密讯你知道吧 去电梯里密讯 知道吧 所以在座的各位啥都不说了 点击右下方正在闪动会报按钮 报名吧 好 感谢我们的启云老师 现场课不见不散 好 再见 因为金老师现在还在讲课 他暑假是最忙的 今天真的是抽出时间给大家做直播 接下来我还要给你们分享一个会博合伙人 这个会博合伙人呢 叫曾希然 他曾经自己也是一个创业者 但是人生遇到了很大的瓶颈 也就是因为一个两千八合伙人 走进了周老师 改变了命运 接下来 有请我们的会博合伙人 曾希然 闪亮登场 怎么报名 点击右下方正在闪动的会博按钮 报名就行了 好 现在你给大家分享一下 你接完会博以后的改变 师傅好 好 所有直播间所有的家人们 大家晚上好 我是曾希然 然后我好久没看到我师傅了 所以看到师傅老开心了 然后师傅肯定看到我说 又说夏安你又年轻了 是真的 变漂亮 发现又变了 好看了 开心了 幸福了 是老开心了 是真的 但是你们可能没办法想象 我曾经是个 真的是一个非常抱怨 但是又非常强势 就是典型的 叫做强势女人 别人可能毁三代 我可能是毁九代 就一点都不夸张 就是我记得 其实现在我再来总结一下 我的成长经历 我为什么今天晚上 其实我是迫不及待 想见到我的老师 我想让老师看到 在他的带领下 以及引领下 他的学生真的 现在找到了幸福的感觉 以及快乐的感觉 以及把钱当成工具的感觉 老开心 我觉得四面八方的钱 都涌向我的感觉 我想跟师傅汇报一下 我的成长 当然总结一下 我自己 之前啊 我跟所有人一样的 我的对于钱的一些观念 都来自于我的原神家 你们爸爸妈妈 那爸爸妈妈 那个时候告诉我的事 我们一定要努力啊 对吧 我们叫做吃的苦中苦 放为人上人 所以我比任何人都要努力 我发现一个问题是 我带着我的公司 我的团队 然后呢 一直在不断地努力去 去赚钱 我从早上八点八点半 我开始晚上班 上到我十二点钟 我比很多人都努力 但是呢 确实钱是赚了 但是发现一个问题啊 是最终没有留住钱 而且我犯了一个 非常严重的错误 就是我的钱 都放在一个男子里面 所以没有一点意外 是经不起一点点的风险 所以我成功负债了 将近有八百多万 但其实这还 负债八百多万 还仅仅是没有财商啊 其实我犯了财商里面 一个最大的忌讳 叫什么了 就是我总是一个人单打独斗 就从来没有那种什么 叫做利他死为 就是为什么说我的老师 真的是改变了 我一生的命运啊 你看一个 一个回九大的女人 强势 自以为是狂妄 然后就是赚钱 是一个人赚的 我自己的好东西 我一定是带着 我自己团队赚 但是我一定不会 把东西交给别人 这点是我最大的问题 就是我觉得这一点 就是真的就违背了天道 就是你看啊 天天之道就是 我们叫利而 利而不害 但是人知道的是 为而不争 而我做的是什么 就是叫做逆天而行 就只为自己而活 只为自己而干 自私自利 从来没想过 就是我成功就发现一个问题 当我在事业最低谷的时候 我总结了一下 我为什么会这样子 是当我到事业最低谷的时候 我发现我身边没有人能帮助我 我发现我一路以来都是我自己一个人 我成为了穷人堆里的富人 而且我不爱分享 我自私 为什么每一次 我见到我的老师 我都跟老师说 我说师父你知道吗 西安就曾经就不是一个好的 以我自私自利 然后的话叫做 不打目的不择手段等等 所以你看这都真的叫做违背 违背了天道 所以的话我成功地遭受了谴责 叫做我负责了800多万嘛 然后卖光了车子和房子 所以立刻我永远的记得 就是真的我在总结 我为什么会这样子 直到今天我再次来总结 我的问题在于什么 第一个我是真没财商 然后呢还有第二个 我是没有去真的去照顺应天道 而我学了惠博和环以后呢 我听到了我们老师在讲 那个关于财商之道 然后周老师也一直在跟我讲 他说西安那 你自己很厉害 不是很厉害 不是真厉害 是你能够带着别人 也变得和你一样的厉害 你才知道真的厉害 你能够让别人也把这一份 能力或者这一份 所有的你身上的一些品质 都可以传承下去 才是真的厉害 我其实才开始 我是不理解的 因为但是我有个很大的特点是 因为那个时候 我到了绝境的时候 我告诉我自己 我现在今生 我现在没有人可依靠 因为我之前的福什么报 全被给我作媒了 但现在我能选择相信谁 我唯一能选择相信的 就只有我的老师 周老师 但是我说 那管他的 反正钱也交了 管他的就先相信吧 我就把惠博和环的课程 全部给学完以后 突然发现 太厉害了 我发现 周老师跟我讲到说 你一定要懂得什么 去利他呀 怎么样啊 我才开始也不懂啊 到后来 我开始发现 我去帮助别人 并把我这一生技能 去交给别人的时候 或者我去交给我的伙伴 交给我的粉丝 我的客户的时候 老师你知道吗 我觉得在这个成长中 我成长最快的是有一点 我升起了一颗慈悲之心 就是我经常会问我自己 因为我老师 周老师经常会跟我讲 但是戏然啊 你要去成交客户的时候 你是想赚他的钱 你还是想真的想帮他 你是相信我们的课程 真的能帮到他 还是你只是为了赚他的钱 他说如果说 你只是为了赚他的钱 你就放弃吧 你就不要成交 他说你 我不希望 你还在你自己的这个 轮什么回里面 不断地去 这样不断地去循环 你看 你看之前 你能负债八百多万 可能你如果说 你不改正 你不学习 你不好好学习 你不听我的话 你可能会继续负债八千万 甚至八个亿 都有可能 为什么 因为我的福什么报 已经完全被我捉没了 我就没有了呀 所以 我在一刻我突然在想 不行 我总是在察觉 因为 我觉得我既然 我跟着我的老师学习 我就得信我的老师 那老师说啥 我就得听他他啥 他说要我干 我就干 好 然后我就察觉我自己 我发现我 自从学了 会播的课程以后 我发现我的察觉力非常强 然后我以前是个脾气 不太好的人 然后可能也不是很有耐心 但是当我的老师告诉我说 你如果说 你以前的模式是对的 如果说你的想法是对的 如果说你的方法是对的 那为什么你的结果 又是不对的呢 那为什么你会负债呢 为什么你会重判清零呢 为什么所有人都不会帮你呢 我就对呀 那我要听老师的呀 所以我就会升起一种察觉力 如果说我今天成交客户 我只是为了赚钱 我告诉你 曾希兰 你又在犯错了 所以我就会觉得 当我能够升起一种慈悲心 站在客户的角度 去考虑客户的感受的时候 我经常会讲 我说客户现在可能把两千八 当成他的命 那我就一定要珍惜他的命 我就要好好爱惜他的命 所以当我能够有这份察觉之心的时候 我突然发现个很奇怪的 奇怪的 真的叫奇迹啊 我发现他们都很爱我 他们都对我非常好 他们都投赖 起了很多的感谢信给了我 就是因为老师跟我讲 他说你要去帮助更多的人 我老师说了一句话 他说众生皆苦 我终于体会到 什么是众生皆苦 是当我能够站在客户角度去 看他的成长经历 比如我会想 他为什么会活成这个样子 是因为他的原生家庭 以及他身边没有老师 没有教练 所以他等我很久了 那如果说 我仅仅只是为了成交去 上去去跟他成交的话 那就是我在犯错 所以我就没有 我就真的又在造什么业了 你们要认真听西兰给你们讲 为什么呢 因为他是我们会成集团的 销售冠军 从他加入会成的第一天起到现在 每个月都是第一 每个月都第一 没有意外 他为啥这么厉害呢 就是因为他学会了反思 今天有几个人会承认自己是知识之力的人 今天有几个人会承认以前是在造业 而西兰做到了 他不但自己做到了 我让他去帮助别人 他也帮助别人 我们有很多很多的公司员工也有不开单的 也有一个月只有一两千块钱的 但是就因为西兰帮助他们 他们也能够实现月入三万五万十万以上 所以我想告诉我们今天在座的各位 当你去帮助别人的时候 到最后其实你的收获是最大的 反而就因为西兰去帮助别人的 反而他的意志做得更好了 每个月都是我们公司的冠军 你一个月大概成交多少个合伙人 你自己 我不太清楚 但是很多 反正一年应该是一千多吧 一千多个是吧 你们再多各位 你们想象一下 一个人一年成交一千多个 这个惠博合伙人 一个两千八 你们自己算吧 这样吧 今天既然上来分享了 我也送你们个惊喜 以前是要抱着惠博合伙人以后 只能跟我们学习 然后自己去变现 对吧 也能来上我们的课程 但是呢 如果说你经过我们公司的面试 加入公司以后呢 你将会获得我们一个 惠博的代理权 如果你没有加入公司 你要成为我们的代理 是真金白银 需要交三万九千八代理费的 才能推广我们的惠博 就是今天不是很多人一直在 我在直播一直在问吗 周老师我能学会吗 周老师我不实质 周老师我能学会吗 来 我们看看大家能不能学会啊 我现场教会你们啊 来 拿出自己的手指头 点击右上方的三个小点 把它分享到朋友圈 把它分享到朋友圈 来 所有人给我做这个动作 点击右上方的三个小点 把直播间分享到朋友圈 分享到朋友圈 来 这个动作 做了没有 做了的同学给我打一个 做了 或者打一个66 打一个888 只要你这个动作会做 恭喜你 你已经学会了 如果你是我们的公司的员工 或者你是我们的代理 你把我们正在直播的直播间 分享出去 分享出去以后呢 哎 有人报名了 你就能赚钱了 就这么简单 但是以前代理权是真金 白衣 398 今天仔细听啊 凡是在今天下单的同学 你经过我们两次的直播打卡 一个是七天的财富增长 时讯营的直播打卡 一个是我们AI播商的七天直播打卡 一共14天的线上课 只要你把这14天的线上课学完了 经过我们的考核 发现你真的把这些东西全学会了 我可以免费送你们一个 39,800的会播代理 这是史无前例的啊 学完这个课 向你们的班主任老师申请 你将获得什么 就像西然一样 对吧 靠卖合伙人 一个月都能月收入过10万以上 所以在座的各位 以前从来没有这么优惠过啊 只有今天 因为今天很多人确实 他没有东西卖 他做直播 他不知道该卖啥 那很简单 卖周老师 周老师的课程 可以变成你的产品 会成的供应链 所有的书籍变成你的产品 会成所有老师的课 都能变成你的产品 你们说这样好不好 所以在座的各位 啥都不说了 相当于此时此刻 报名会博合伙人 我又送了你们三万九千八 来点击右下方 正在闪动的会博按钮 报名吧 啥都不说了 赶快报吧 然后呢 今天报名 我们西然 你也正送一个 送一个你的那个 会博合伙人的密讯 你亲自来给大家 密讯两场 教大家如何做会博合伙人 推广会博合伙人 可以 好吧 可以师傅 明天晚上 今天晚上 所有在我们 我们现在现场 要报的那个会博合伙人 明天晚上呢 都能听到 其实很多人应该对我的 那个故事很感兴趣 其实我真的是在一年内 我负债八百多万 我一年就还清了债务 然后呢 很多人都问我这个问题 他们很想听我的故事 今天报名 明天就听 就明天 对 有人 师傅讲了肯定的明天 明天是你密讯是吧 明天 对 我刚刚决定的 我要申请明天晚上密讯 好 刚刚有人说啊 说那个以前报的合伙人 为什么没有这个优惠 你说对了 以前真没有 只有今天才有 以前是AI周恩强在直播 他没有权利给你送 今天是真人直播 所以刚从土耳其回来的 周恩强给你们直播 所以再多各位 赶快 啥都不说了 赶快报名吧 今天报名2800成功以后 就能上明天的密讯课 明天我们就让西兰老师 来给你密讯 教大家 他是如何从负债八百多万 卖房卖车还负债 对 结果一年时间全部还清 而且一直持续成为 我们惠城集团的销售冠军 你想不想成为 你公司的销售冠军 你想不想成为 你那个行业的销售冠军 西兰老师 是惠城集团2800员工 里面的销售冠军 来给你讲 那这个课程太操纸了 明天就给你们密讯 好吧 西兰 你还送哪个什么优惠 今天报名 我觉得我已经是 最大的优惠了 师傅 还有一点什么呢 就是现在关键问题 是我非常幸福 我觉得我收获了 很多很多的爱 然后我觉得 干这个事情好有意义 我能帮助很多人 逆风翻牌 因为我不光是 把负债还清 一年还清 现在我自己公司 自动化运营 同时我现在的收入 是翻倍的增长 而我自己 我最近发现个问题是 我身边的钱是 四面八方都涌向我 其实我今天来的时候 这总结 我到底做对了什么 真的就是相信我的老师 然后他说 让我干嘛就干嘛 他说让我去帮人 我就帮人 然后我在帮人的时候 我真的是不想要得到什么 任何 就真正做到 我离他的时候 我发现真的 就那个好运 挡都挡不住 如果说 我觉得明天能够听我一场密讯 我觉得你就真的值得 别说两千八 你就值二十八万 甚至两百八十万 就我就把 觉得我自己老值钱了 如果说你们能听到我的密讯 我觉得你真的 太好了 你们想象一下 慧城集团的销售冠军 教你们销售 你开玩笑 你让周老师教你 周老师都找得不做销售了 当下实为无上师 当下法为无上法 西安老师从加入公司 已经连续将近两年 是慧城集团的销售冠军了 这太顶级了 而且还有 我们慧城导师团 有无数个单身美女 还在找对象 我也单身 对 西安老师单身 今天周老师做主吧 西安老师赠送了 凡是汧帛合伙人的 你是单身的 对吧 来到我们的线下课 可以跟我们 西安老师亲密接触 西安老师正在找男朋友呢 我告诉你啊 所以在座各位 啥都不说了 你这么好看的 这位女神 摆在你面前 只需要两千八 你还犹豫啥呢 你赶快捡一张报名吧 你走 老师 还有我们九月份的 线下课 如果是想见到西安的 赶紧点下方 汧帛合伙 点他赶紧去升级 我们导习了很多 好伴的美女来 好吧 好 九月份我们在海南的线下课 好吧 再说各位 啥都不说了 你儿子单身 你给你儿子抱一个 你这不就完事了吗 你这么好的儿媳妇 你不娶回家 你等啥呢 对不对 赶快报名吧 好 最后两句话 送给我们的汇报合伙人 对 就两句话吧 所有的伙伴们 你们看到 就是一个自自自利的 以前都叫做小人了 今天都可以成为一个真的叫做 无我利他 一个真的大爱富士的一个人 我帮了很多人 所以我才有 那么大福报涌上 我是真的 赚钱 我把它当成一个工具 我觉得全世界最容易的事情 就是赚钱了 如果说你的德行 配得上你的财富的时候 你的财富自然就会因为你德行高了 而显化 所以我们这人时间 修的就是一个德行 我就是没有德行 所以我就负债了 我如果说再不修 我就会继续负债更多 所以我在这里呼吁大家 一定要走进我们的汇报合伙人 走进来以后 你将会生活不一样的人生 你会发现 这里是真的好幸福 好开心 你幸福了 你能量高了 你的钱就真的无缘无缘就来了 咱们赚钱就那么一会儿 不需要很长时间 但是你先我们前期要后级爆发 要跟民师学习 要跟对的人学习 所以一定要在今天晚上 赶紧德行会播合伙人 包括我们的福利 其他老师的福利也仅此 今天晚上 以后不要再来找我 免得你后悔 赶快下单 好不好 好 谢谢我的老师 谢谢师傅 感谢 谢谢老师 你看到没有 我们会城的导师都活得 像花一样多开心 为啥 就是因为你跟谁在一起 与道同行 我们道德经告诉你们了 对不对 和光同臣 与道同行 全网打出来 和光同臣 与道同行 敬周子者 敬道义 离道越近越健康 离道越近越美丽 离道越近越年康 越年轻 离道越近越有钱 离道越幸福 离道越远 对吧 你做的事背道了 那就越来越穷 越来越负债 越来越倒霉 越来越疾病 你看西安老师这个状态 你看这个我们刚才 赵云那个状态 怀孕六个多月 你能看出来吗 那状态 我好像花一样绽放 为什么 因为离道近 离周子者 离道义 所以希望大家赶快报名吧 啥都不说了 好 那个西安 你那儿 咱们的合伙人 庞碧跟马越在不在 在 好 接下来周老师 跟你分享一个 更牛逼的故事 好 掌声又请我们的 庞碧和马越 这是什么呢 这是一位夫妻 在乌克兰 已经生活了十多年了 就因为在线上 抱了一个 两千八回报客户人 来到了周老师的现场 因为来到我中国上课 我就跟他讲 我说你不要回乌克兰了 未来乌克兰会打仗的 他说周老师 不会的 晚上要回去 我说你不要回去 他又抱了我的福布斯 一直在给我上游学 我说你不回去 听我了 把科上完再回去 就因为我没让他回去 全家老小 躲过了一场灾难 而他家在哪 就在乌克兰的 市中心基辅 有无数朋友 亲戚 消失在了那次战役里 两千八 帮你躲过一次 战乱之灾 你告诉我值多少钱 所以在座各位 啥都不说了 点击右下方 正在闪动的 汇报按钮报名吧 与道同行 何光同尘 整个人生完全不一样 来了没有 来 来了师傅 对分享一下 你们神奇的故事 而且不单躲过了灾难 来到中国以后呢 以前的生意 没法经营了 都在乌克兰 然后就开始 跟周老师学习直播 两个人 从零粉丝开始干 每一个人 都是一个月 从几百块 到几千块 到几万块 最高峰 一个月都赚好几十万 夫妻两个人 每个账号都做起来了 都是学习的直播 对 你们来分享一下 好的 师傅 师傅好 然后现场的 我们直播间的所有的家人们 大家晚上好 那我是旁壁 就是周老师所讲的 来自于乌克兰的 那个 汇报合伙人 那我今天坐在这里 给大家去做分享 我真的是发自内心的喜悦 为什么 因为我看到直播间家人们的互动 我就看到了2020年的我自己 在2020年的12月份呢 那个时候我也成为了 汇报合伙人 在成为汇报合伙人之前呢 我在海外 我们夫妻二人 在海外留学 然后呢 经商投资了十几年的时间 那我们在海外十几年的 这样创业打拼的经历 让我们从一个住在十几平米宿舍的 这样的留学生 也成长成为了这个千万的小老板 但是那个时候 我人生最大的困惑 就是我当时是一个抑郁症患者 因为我和我爱人 我们两个人在海外 所拥有的所有的财富 都是靠我自己当时透支身体换来的 就是我作为一个中国人的女人 我在海外拼到连月子都不做 那在我的人生事业 遇到平静的时候 一天晚上我爱人跟我讲说 你看一下这个老师的视频 我问一下直播间的家人们 有多少是通过看了我们周老师 和杨老师的短视频来走到我们这个直播间的 我当时跟在座所有家人一样 我爱人给我看了周老师的视频 我觉得周老师讲得太好了 然后我就开始在各大平台上去搜索 跟周老师所有相关的消息 直到后来 我看到了会播平台 然后2020年的12月份 当我知道了有会播合伙人的时候 我毫不犹豫就按下了那个报名按钮 成为了会播合伙人 我当时并没有想太多 因为我觉得说这个老师的视频讲得那么好 那我一定要离这个老师更进一步 当我成为了会播合伙人之后呢 我就开始看咱们会播上的课程 我发现咱们会播上的课程 不但有周老师的 这个线下的几千块几万块钱的课程 在这个线上平台都有 而且还有讲营销的课程 讲管理的课程 讲夫妻关系的课程 然后讲这个家庭经营的课程 所有的课程在这个平台上都有 我当时就问这个服务老师 我说老师你能不能跟我说一下 为什么咱们这个平台有这么多好的课程 他说你知道吗 姐周老师之所以会带着会城的小伙伴 去打造咱们会城的这个平台 是因为打造会播的这个平台 是因为周老师已经做教培行业 做了十几年 周老师发愿想让一家都实现 财富自由身心富足 但是周老师已经在舞台上 讲了十年的时间 只帮助了几十万学员 所以说周老师就希望 有这样一个平台 哪怕周老师不在线下讲课 也可以把自己最好的课程 拿到线上去帮助更多的人 所以说我也是通过 学习咱们会播的课程 让我走出了抑郁 那后来呢 也是通过学习咱们会播的课程 让我找到了人生的意义 就如周老师所言 我通过学习会播的课程 也离周老师杨老师更近一步了 那在去年 然后周老师就跟我讲 他说那个旁边你知道吗 海外现在要有战争了 我当时是想在中国 学习完周老师的几次线下课程 上完财道 上完财商之道 经营之道 这个演说之道 游学 我就想回到乌克兰了 我就想我 乌克兰还有那么多生意 对吧 我所有的一切都在海外 我就想回去了 但是那个时候周老师说 师傅讲说你不能回去 他说你知道海外 现在马上要开战了吗 我当时没有想太多 但是我知道 老师讲的每句话 我都应该是相信的 所以说我当时就选择了 没有回到海外 那如大家所看到的 在去年 然后呢 乌克兰跟俄罗斯 之间就是相亲相爱 我有很多的 在海外的朋友 他们当乌克兰跟中国 开战的时候 他们都全家老小 有的就到欧洲了 条件好的 对吧 到海外重新 从零开始起步 那那些条件不好的 到欧洲就已经 当成了一个难民 而我跟我爱人 两个人回到了中国 不但在中国 我们两个人找到了自己人生的意义 通过学习会播的课程 通过跟周老师 杨老师的学习 找到了人生的意义 我自己也开始去做直播 然后呢 就是通过复制咱们会播的课程 复制周老师的课程 那个时候我做直播 每个月可以有几十万的收入 不到一年的时间 也帮助了上千个付费学员 所以说真的今天坐在这里 我看到在座直播间的每一个家人们 我真的很想告诉大家 人生有的时候 就是你做对了一个选择 一个选择做对了 你整个人生轨迹就发生改变了 那我那个时候 因为我成为了会播合人 我来到了这个中国 跟周老师的学习 那那个时候 其实我有一个问题 是什么问题呢 师傅啊 就是我之前 我直播拿到结果了 但是我们夫妻两个人啊 就是我作为一个女性 我是不太会祝福成道的 就是原来我在海外太强了 就是我们在海外 所有的这个市场的开发 包括跟政府合作 跟所有的合作 那个时候都是我去都是我去做 我就觉得我那个时候 就是个女强人 我很爱我的老公 我很爱这个百岳师兄 但是我不知道什么叫做 对男人的崇拜 所以说后来呢 是上了这个杨老师的 幸福人生的课程 我才明白了一个女人 真正的道士祝福成道 原来一个女人应该发自内心的 去崇拜自己的老公 我那一刻我才开始深刻的 去反省我自己 我作为一个女人 我在事业上可以强 但是在家庭上 我必须回到自己的困围 然后从新下课回来之后呢 我真的就发自内心的崇拜我的老公 我觉得我的老公 孝顺又那么好 而且又那么有才华 他未来一定也可以成为一个大使 然后我爱人呢 这个百岳师兄 他也是通过周老师杨老师的点话 再加上那段时间 对吧 我无比的崇拜我老公 我老公呢 他也开始找到了人生的意义 开始去做直播 然后在直播上也拿到了很大的结果 那下面呢 可以让我的这个爱人 让百岳老师给大家去分享一下 好的师傅好 直播间的所有的家人们 大家晚上好啊 刚才庞俊主讲的 我还挺感动的 感谢师傅啊 感谢那个所有在直播间的家人们 我就讲一下我在 我从一开始做直播的时候 我还没有学习咱们会播课程的时候 我自己摸索了很长很长一段时间 包括拍短视频 包括做直播 我选择了很多很多的话题 我都不知道该怎么讲 你看刚才我的爱人讲过 我们在国外很长一段时间 是做传统生意的 压根不会拍直播 压根不会拍短视频 就是当我把稿背下来之后 我面对镜头的时候 我压根是不会讲的 什么都不会 就是因为我看了会播的课程 以后我的短视频 从最一开始 个位数的播放量 从几十到最多的播放量 有一百两百 然后我学完了 会播的课程之后 第一条短视频 就达到了五千到六千的播放量 然后我从最一开始 我不会播 在打开手机之后 打开相机之后 我根本就留不住人 直播间从个位数 最多的时候十几个人在线 我根本就不会成交 根本就不会讲东西 学完了咱们会播的课程之后 我系统性的学完之后 我知道了原来直播是需要设计的 然后慢慢的 我一点一点的去落地 咱们的会播的课程 我的直播间在线人 从几个人到几十人到几百人 最多的时候 持续有一个多月的时间 持续在线 六百人在线 然后我一个月 从慢慢的一个月 从最一开始的 每一场直播收入几块钱 几十块钱 几百块钱 到我最高峰的时候 一场直播能卖两万块 能卖三万块 平平常常我一个月的收入 是二十万家 我可以给大家看一看 我之前做直播的时候 一些视频 一些照片 大家可以看到 我真正的从 在直播间里边 从各位数播起 各位数 十位数 百位数 千位数 万位数 所以说这都是我们的 会播课程 给我带来的这样的改变 所以说希望在直播间 所有的家人们 一定要报名 我们的两千八的 会播课程 你如果想做直播 你如果想像我一样 吃一个直播小白 想在直播这条路上 想赚到钱 想光宗耀祖 想让你的家族 因为你而骄傲 赶快点击报名 我们的会播课程 我那个视频可以放吗 对万松可以放吗 如果有的话 放一下 可以放的话 放一下我那个 我是怎么样一步一步 把那个直播给做起来的 2023年10月18号 我再次拿起麦克风 走进直播间 这一次我成为了 盛天文化的感情 两个月的时间 每天直播五个小时 直播间场过 十几百 到现在就千上万上万 好的 太棒了 希望你们 感谢师傅 所以说希望大家 真的一定要报名 两千八 你们以前在乌克兰 是做什么生意的 我们以前 最一开始 之前第一次创业 是做了一个汉语培训学校 培训外国人 学习汉语 第一次创业 第二次在2015年 16年的时候 赶上中国的房地产 比较火 然后我们做了国际贸易 做了木材 做了钢材 这个国际贸易的 进出口生意 然后在接触 在我们成为 师父的弟子之前 我们做的是 土地承包生意 因为在乌克兰那边 是粮食大国化 土地很多 也就是说 你们做的那些行业 其实跟直播都 这个不搭杠 一点关系的 对吧 一点关系的 对 就是因为学习了 然后呢 又回不去乌克兰了 因为在打仗 然后在中国呢 就开始做直播 开始变现了 是的 所以在座各位 不要找借口了 哎呀 我做的不是这个行业的 哎呀 我不会 我不懂 谁刚开始会啊 你以为我2016年的时候 刚开始做直播的时候 我知道怎么播吗 是因为我们不停在学习 还是那句话 你要敢于扩大自己的认知 不断地扩大自己的认知 才能扩大自己的财富 所以希望我们所有的家人们 都要敢于走进我们的 惠博合伙人 不管你是一个打工的 还是一个负债的 还是一个创业做老板的 你都要做直播 你都要学AI 你都要学财商 这个都很重要 好 我们感谢我们这个 旁毕和马越 今天的精彩分享 有请下一个惠博合伙人 我们的赖资恩同学 赖资恩的 感恩师傅 感恩群 感恩在这边所有的家人 加油 你们到时候 你们到时候也送一个密讯吧 旁边马越 你们也送个密讯 会不会跟我人 师傅讲的 对对对 必须 师傅讲了 必须给大家送密讯 对对对 或者等到下个礼拜 因为这个礼拜是西咸 下个礼拜周天的话 你们申请一个密讯 好吧 分享一下你们的 你们是如何从直播间 零粉丝开始 慢慢的慢慢的 做到几万粉丝 如何从零收入开始 慢慢一个月变现几十万的 把它全部讲出来 好吧 对 到时候密讯的时候 我会把我自己 如何从零开始 到通过学习咱们会播的课程 一个月可以变现几十万的 所有的核心 拿到密讯里面去给大家分享 其实我这些讲的内容 是原来给我自己 付了6.8万的学生 我才讲的内容 那我这次只要 但凡今天在直播间 大家报名了 我们2800的会播和我人 我就会把我自己 给我6.8万学生 才讲的内容 密讯 然后给大家去做免费的分享 啥都不说了 赶快吧 6.8万人家才讲的内容 今天免费给你们讲了 报名2800 我们下周日的直播密讯 你们报了会播合伙人了 然后我们的旁比马月 亲自给你分享6.8万的内容 太棒了 好 感谢 感谢周老师 感谢直播间的所有家人们 接下来我们有请 我们的会播合伙人 赖芝恩 他也是从负债累累 到报名我们的会播合伙人 然后呢 变成这个直播高手 然后呢 通过做直播改命运 现在的话呢 也在经营周老师的账号 运营周老师的账号 然后做得特别特别的好 来给你分享一下 他与会播的故事 周老师好 我们所有会播的家人 大家现在好 我是赖恩 非常非常感恩老师 感恩会成这个平台 让我从一个负债70万的人 又跟老师学习以后 当时我就是报名了会播合伙人 我在报名会播合伙人之前 人生迷茫痛苦 没有方向 那个时候 当我链接了周老师 我发现老师就像一道光一样 照亮在我的心堂 让我点亮了人生的道路 所以呢 我从一个不会销售的人 不懂管理的人 从一个人跟老师链接完以后 变成了经理 变成了总监 成为了总裁 成为了公司的股东 而且就在前两天 跟着老师一起去到土耳其出国游 为什么能够有这么大的变化呢 其实我想分享几个核心 第一个核心就是机缘 各位同学 你知道什么是机缘吗 机缘就像种子一样 种到你的土耳里面 你要去浇水 你要去施肥 你就能够长成参天大树啊 那有没有可能 你看了一本书 就是你成长的机缘呢 有没有可能 你听了一首歌 就是你的机缘呢 有没有可能 今天晚上的直播 就是你成长的机缘呢 真的有可能 因为我遇到周老师的时候 我也迷茫 我也痛苦 我也没有方向 那个时候 老师就是我成长的机缘 我把老师当成是我生命当中 最重要的一次机缘 当成是我人生当中的导师 所以呢 今天晚上直播间所有的家人 如果你能够把这一次 报名合伙人 当成是你人生蜕变的机缘 我相信三年以后 你会不一样 五年以后 你也会不一样 这就是机缘 而每一位家人 今天都有这样的一个好的机会 跟老师在一起学习 那知恩老师今天也带领了几百人的团队 为什么 就因为跟老师结缘了 这是第二个 现在的知恩老师学会了直播 学会了短视频 而且现在也在AI波上 跟我们的报老师 严老师讲课 为什么呢 因为这就是生命当中的机缘 我想这是第一个核心 第二个核心呢 我想分享的就是 我们要找到榜样的力量 其实每一位家人都可以找到你人生的榜样 当有了榜样以后 你就能够把它变成你的信仰 变成你的偶像 就像这一次我们的奥运冠军 有一个人叫潘展乐 十几年前潘展乐 他就说了一句话 他站在电视机面前采访的时候 他说我要游得比孙杨更快 没有想到的是十几年以后 他能够站到奥运的冠军台上 拿掉我们的奥运的奖杯 而知恩老师的偶像就是周老师 我以周老师为我的榜样 以周老师为我的对标 我们奥运冠军里面 还有一个人十几年前 就坐在电视机门口 他就看着其中有一个人叫做李娜 李娜成为了网球的冠军 这个人是谁呢 这个人就是郑清文 郑清文站在电视机门口的时候 他说我要像李娜一样 拿下我们的冠军奖杯 而今天郑清文做到了 他刷新了所有的记录 这些人都已经超过了 所有的榜样和标杆 我相信所有的家人 如果你能够以我们的老师 为我们的榜样 为我们的偶像 我相信每一位家人 都能够跟老师一样成为修行者 都能够做出我们的AI的课程 都能够在短视频里面 在直播间里面都有很好的结果 而郑老师这几年的时间 我还干了一件事情 就是不断地跟老师学习 我通过学习财商 我还清了70万的负债 每个月开始有了被动收入 我通过学习汇播的课程演说之道 我开始走向了开始直播 我一场直播 从几个人到几十个人到几百个人到几千个人 到今天能够去到AI播商 开始跟老师一起一样 拿起麦克风去帮助更多的人 我通过学习老师的经营之道 我开始激发人才 我以前没有做过管理啊 那我怎么办 我开始学习汇播经营之道的课程 里面的课程里面 让我提升了境界 让我拉升了格局 我的团队里面出来了 刘景涛老师这样的人才 他做出了三百万的账号 我的团队里面 出现了刘子毅老师这样的人才 他做出了三百六十万的账号 这些人没有跟平台结缘之前 他们没有做出来 而我的团队里面信留的 有七八个 做百万账号的有十几个 所以杨老师就把我调到了天才联盟 来到天才联盟做副总裁 我想告诉所有直播间家人 只要在本场直播间 报名合伙人的家人 来到AI播商下课 只能老师可能激发你 也做出你的IP 激发你也做出你的短视频 我想告诉所有家人 我是怎么培养团队的呢 我就告诉所有的家人 我说你就是下一个百万大咖 你就是下一个做出IP的人 你就是下一个能够改变家族命运的人 我相信所有的家人 当你听到这里的时候 你知道吗 此生此刻你要带着欢喜的心 报名我们的会不会合伙人 带着开心快乐的心 报名我们的会不会合伙人 因为你报名你代表着什么 你代表着是你的未来 你代表的是你团队的未来 你代表的是你家族的未来 你不是为了你自己报名 你是为了你自己 为了你的行业 为了你的家族 为了你的人生 为了你的小孩 因为你很重要各位 因为你很重要 你的行业总是需要有人做的呀 不是你又是谁呢 你的家族里面总是要有人站起来 不是你又是谁呢 你的团队里面总是要有人 能够扛起一片大旗 不是你又是谁呢 当我带着这样的信念的时候 我开始激发所有短视频的人才 然后他们一个话都讲不清楚的人 都能够通过多短视频 做出三百万的账号 一个口吃的人 一个做挖掘技八年的人 他都能够做短视频 能够成为公司的标杆 能够成为家族的榜样 我相信如果说他们能做到的 你也能做到 因为曾老师以前一个不懂的讲话的人 不会销售的人 我都可以成为公司的销官 带出这么多的人才 能够成为公司的股东 能够拿起麦克风 跟老师一起同台分享 能够去到AI波上去讲课 所以点击下方的链接 真的给到自己这样一次成长的机缘 给到自己这样一次成长的机会 而且我想告诉所有的家人 我刚才分享了鸡啪团队的核心 我在讲第三个核心 第三个核心就是同频共振 你的人生之所以没有成 是因为你没有跟大高能量的人同频共振 这几年的时间 我就跟我们所有的总裁同频共振 我跟老师一起同频共振 跟老师学习线下的课程 看老师线上的视频 听老师线上的音频 我通过践行会播里面的音频课程 包括视频课程演说之道 经营之道 财商之道 全部学完了 我可以把里面的课程都能够融会贯通 又到我的生活当中 所以我开始不断地激发人才 如果你的实体门店没有流量怎么办 你要做短视频啊 你要做直播啊 如果你没有人才怎么办 你要做短视频吸引人才啊 人才是吸引来的 短视频是做出来的 所以就差你的一个决定 最后就是你要敢于给自己下定决心 人和人之间有什么区别 就因为决定五年前的我 当时站在人生十字路口的时候 我的老婆怀孕七个月 那个时候我放弃了福建福州所有的资源 一难绝难的 我跟我的老婆讲 我说我要跟老师来深圳创业了 他就说了四个字 我支持你 为什么 因为就是决心 因为我带着的是 要改变我家族的这种训练来到平台 而五年以后 我把我的老婆全部接过来了 两个小孩全部接过来 我把父母全部接过来了 所以我想告诉所有的家人 如果今天知老师能做到的 你也能做到 如果我们这些团队能做到的 我相信你也能做到 我相信期待着三年以后的你 五年以后的你 我们一起定投 什么叫定投 把自己定投汇波平台 把自己定投周老师 定投多少年呢 定投百年 好还是不好 所以希望所有的家人 都能够跟着老师一起成长 都能够长期主义 以成长为核心 我相信下一个能够来到这里分享的人 就会是你 感谢所有的家人 感恩周老师 感恩杨老师 感恩我们会成会博平台 最后送给大家一句话 所有的一切都要化为你的行动 而行动就是最好的语言 行动就是最好诠释你成长的语言 你所有的蜕变都来源于 你真正的践行 只有践行出来 你才会有力量 只有践行出来 你才会有结果 好 感恩老师 好的 特别感谢我们的 赖志恩老师的精彩分享 然后在赖志恩所有的 此时此刻的家人 如果你也想成为赖志恩老师一样 接近周老师 走近周老师 点击下方闪动的会播按钮 成为我们的会播合伙人 就在今天 就在此时 就在此刻 感谢我们的赖志恩老师 精彩的分享 接下来 一起加油 好的 接下来我们再次有请我们的 会播合伙人 我们的王玉彤老师 人生发生的蜕变 给大家做精彩分享 有请我们的王玉彤老师 咱俩登场 好了 玉彤老师 你没有开麦 开一下麦 玉彤老师 开一下麦 玉彤老师 要开一下麦 玉彤老师 你没有开麦 OK 玉彤老师 要开一下麦 玉彤老师 你那边静音了 等一下 玉彤老师 这些麦 好 稍等一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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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那边静音了 好 等一下 谢谢 去电脑说一声 能听到声音吗 OK 可以了 Hello 可以清晰的听到 我今天讲人回复一下 111 在我是2016年 跟着朱老师学习的 在跟着老师学习之前 我是一个农村种地的农村宝妈 经历过一段失败的婚姻 然后在婚姻当中 经受了将近7年的家庭暴力 跟着老师学习的8年时间当中 我从一个基层的业务员 变成管理层 然后变成多家公司的总裁 然后在2019年 跟着老师一起去西藏游学的时候 在那里发愿 然后遇到了 我吸引到我的灵魂伴侣 2020年结婚 然后生了儿子 2023年生了女儿 在两年半的时间 实现儿女双前 目前是五家公司的总裁 实现了事业家庭的双丰收 在这里 给直播间所有的家里来说一下 我是一个在经营企业当中的 一个经营者 我是一个业余的选手 从去年6月份到现在 我拍摄了1400多个作品 涨粉20多万 单个视频 然后是带货将近10万家 然后后端的带货超过了几百万 那想给直播间所有的家里来说 今天玉彤老师 从一个基层出身的这么低的一个人 到现在收获家庭幸福 我的整个家族 因为我改变 我身边的伙伴 因为我的出现而变得更好 是因为我选对了一个师父 而我的师父是周文强老师 那在这里我给大家讲一个故事 是在上个月 是在两个月之前 是在三亚的一场财道 同样遇到一个八年前 认识周老师的一个学生 他在门外面观望了周老师八年 我在八年前都进到了这个里面 汇城这个里面 他也经历了两段的婚姻 而我当下的婚姻经历的 当下的婚姻特别好 他的事业现在是已经是在疫情期间 然后破产 然后马上即将移婚 而我的婚姻经历的很好 我想给所有的家人们 真诚的去发起邀请 为什么 因为你从你的第一眼的 那个感觉开始 你选择的是百分之一万的相信 还是我等等再看 别人等了八年 八年在门外看了八年 还是一个事业失败的 婚姻失败的一个人 而我从八年前就下了个决定 到现在 我是应该是所有导师当中 直播能力 然后演讲能力 并不是很好的一个人 但是我能到这里 是因为我的师父很厉害 给了我很多的机会 能让我在这个平台 给大家去分享 那如果你的学历比我高 如果你的出身比我好 如果你的所有的条件比我好 请你相信我们会成平台 我的 我的 今天就是你的明天 好 好的 好的一通老师 然后把你的最后送的一句话给大家 决定决定命运 新的决定决定 新的命运 人生没有选择 就没有开始 请你选择加入我们会播合伙人 因为可能你的一场加入 然后从此你的命运发生改变 因为你的命运改变 而你的家族可能因此发生改变 而因为你的变好 可能会让你身边的人因此而变得更好 我就是最好的见证 期待你的华丽转身 期待你的幸福美满成功的人生 希望你在会播平台 在会成平台 去见证自己的生命的精彩 去见证自己的生命的债放 感谢大家 好的 感谢我们的玉彤老师 此时此刻 如果你也想像玉彤老师一样 靠近周老师 成为周老师的合作伙伴 然后成为周老师的学生 然后命运发生改变 点击下方闪动的会播按钮 此时此刻报名 不仅可以获得我们一整年的会播课程学习 而且可以参加下个月的财道课程 都有机会 所以将此时此刻点击下方的会播按钮 报名吧 此时此刻报名 如果你也有合作伙伴 可以给合作伙伴一起报名 一起来 所有的家人 再次把最正的掌声 送给我们的玉彤老师 已经报名的同学 把已报名打出来 好 接下来我们再次为大家有请 我们的会播合伙人改变的案例 我们的严君磊 严总 闪亮登场 感谢我们的玉彤老师 有请严总 好 周老师好 所有会播直播间的所有家人 大家现在好 那么首先给大家分享一下 君磊老师的故事 我是一个零零后 目前是集团公司里面负责周老师 IP板块这家公司的总经理 也是会成最年轻的 零零后的公司总裁 然后今天为什么 我在这个时间节点分享的 是我主动来争取的 因为我觉得我想把我的故事 讲出来 帮到更多的人 今天大家能刷到这个直播间 能走到直播间里面来 就如同什么 大家应该 我想跟大家讲一下我的故事 就是珍惜你今天进入到 会播合伙人的这个直播间的链接 因为有可能这是你改变命的一次机会 我16岁的时候 15岁初中特学 16岁的时候在工厂开始工作 16岁到18岁两年 家里对我的最大的盼望 就是我能娶一个老婆 他们对我娶一个老婆的标准 就是第一是个女的 第二这个女的直到下雨 往屋里跑就可以了 这是对我的最大标准 而就这种一点点的要求 在当时的我 我是看不到一个未来的 我觉得我连这个我可能达不到 所以后面的在很迷茫 很痛苦的时候 就是今天很多老师讲很迷茫很痛苦 大家可能说听得很麻木了 听得不相信 来万松老师辛苦你把我加入 会城公司以前的一张图片放出来 当时我的迷茫痛苦全写在脸上 就整个人的精神面膜 全部透露的就是什么 迷茫跟痛苦 然后呢加入公司以前 我在工厂里面偶然的听到了 老师的一篇喜马拉雅内容 这篇喜马拉雅内容 毫不夸张来讲 改变了我的命运 就是一篇中国梦的演讲 以及后面领袖 制服学课程的演讲 让我知道了 我原来我看到另外一个世界 我可以通过 以前世界太窄了 我可以通过这个世界变得更好 原来还能创业 原来还有财商 原来还有主动收入 原来还有被动收入 原来还有被动收入 原来还有五大资产 原来人不单单是可以 只在工厂里面生活 你的事业 空间这个世界很大 所以两年在工厂里面 去边做内衣 我是做内衣的 边做内衣 边听老师的这个课论内容 然后呢我做了一个决定 就是当时听老师的内容 就如同今天 你点进了会播直播间的 这个链接 你点进了这个链接 而当时呢 我不但是点到这个链接 我还做了一个决定 做了一个什么决定呢 首先第一个决定 我想去上周永强老师的线下课 上我们才到线下课 在18年的母亲节的 前面的那场广州的一和山庄 我就跨越了 从山东到广东 大概小两千公里 一个没出过远门的人 走到了一个人生地步的时候 可能作为一个北方人 在南方听话 听人家讲话 都听不懂的一个地方 去上四天的课程 上四天的课程 我财商 给我提护过你 我知道什么是被毒输入 什么是五大资产 什么叫主毒输入 穷人跟富人 原来有六大不同 这六大不同 我以前根本都不知道 原来我可以打造自己的被动资产 原来我可以把自己的时间 无限的去成长 去提升 这是线下课带给我的成长 然后通过线下课 我就做起了第二个决定 第二个决定就是 持续跟随老师学习 加入汇转公司 从加入公司以后 从销售做起 简单的销售 做好销售的 做不好销售 开始内向 不爱讲话 不敢讲话 打电话出去 就希望别人 你千万不要接 你千万不要接 你接的话 我不知道我会讲什么 一步步蜕变 今天的演讲 口才 综合的各方面能力 都是在加入汇转以后 提升起来的 再到后面 随着跟随周老师 持续的学习 我发现老师是每一个 接代都在走在趋势的 一个走在趋势的风口上面 在16年的时候 我们汇转就已经做了直播 16年朋友圈的直播 老师在16年就已经看到了 波商直播的趋势 从16年到17年 18年 19年 抖音各大平台出来的时候 喜马拉雅出来的时候 我们在喜马拉雅 一个专辑获得了 几千万的曝光量 一个专辑后面 达到几千万的播报量 乃至现在的4.7 从那个时候 老师就在喊 所有的人 你的产品必须放在线上 如果你今天没有 就是商业不是不好做 是你不好做 你学习过 你就好做了 所以呢 我们就开设出汇博 把自己公司里面 最厉害的人 最当下有结果的人 请到直播间 开设汇博名单 给到大家做汇博名讯 给大家分享 教你如何直播 教你如何上架产品 教你如何打造 个人品 教你演讲 教你销售 教你领导力 教你管理 教你营销 所有所有的一切 把汇成最核心的干货 把它录成课程 上架到汇博平台里面 所以跟随这个老师学习 在当下的今天 不但是播商 下个趋势是什么 是AI 所以如果你想跟上趋势 就一定要走进 我们的汇博 走进我们的汇博 点击右下方的汇博的按钮 走进我们的汇博 今天军林老师在这里跟你讲 我是如何踏上第一波趋势 在当时老师在公司里面 19年的时候 老师18年19年 一直在喊 你一定要做抖音 一定要做快手 一定要做快手 一定要做抖音 我就去做了 我从什么开始 什么都不懂 开始做 学了半个月 做了半个月 结果就是涨粉60万 就半个月 其实是一个月 学了半个月 做了半个月 就是60万粉丝 单个视频最高 便于8万 然后呢 经由我们公司里面 很多像我这样的人 我们组建了一个团队 因为我们觉得线上太好了 线上那么多的视频 应该不应该刷那些 跳舞的 不应该刷那些娱乐的 应该刷什么 应该刷智慧播出 所以我们把老师的 很多的内容 很多的课程 我们想把它放到平台上面 让大家刷到的内容 都是老师的内容 我们组建了一个团队 军林老师就开始创业 在惠城内部创业 从一个四个人的团队 今年是创业第三年半 现在已经600人了 我们已经开始服务 跟惠城 跟老师一起服务 我们惠城的 两个亿的举人粉丝 服务大家 然后在这个过程里面 军林老师今天如何 获得的成就 其实第一个是 跟对了老师 第二 跟对老师同时 听话照做 踩上了趋势 第三个就是持续跟随 叫进跑 所以如果今天 你没有给自己一个决定 你没有给自己 做一个决定的话 一定要点击2800 毫不夸张地讲 为什么开场的时候 我跟大家讲 你今天点进这个 惠博的直播间的链接 就相当于什么 军林老师在16年的时候 无意间点到了一个 喜马拉雅里面的老师的 一个中文梦连结 其实当时我看到那个 听到那个课程的时候 我给我工厂里面 同宿舍的人 很多人分享 我说你们听 这个老师讲得太好了 他们听完 他们没有做决定 你知道吗 他们没有做决定啊 他说好好好 我说咱再看一遍吧 他说兄弟 打游戏吧 看什么看 好 他们就打游戏了 我看了第二遍 我不再看第二遍 看第三遍 第四遍 第五遍 第六遍 我走进了老师的线下课 而在今年的九月份 今年九月份 也就是在九月底的时候 我们周英翔老师 就有一场财道课程 一场财道课程 有可能就是 你加入汇报2800 加入到我们汇报合伙人 先不说线上汇报 线上课程 就一个线下课 会给到你 体育股贯定 一个浇灌的 今天你 我们周英翔老师 讲到共振 什么叫共振 你跟你身边的人讲 你会讲什么 只能讲你身边的事 你跟周老师 带在一起会讲什么 会讲趋势 他还说什么 说讲趋势 讲财商 你会明白 什么是主读书 什么是背读书 你会瞬间 让自己的头脑清醒 什么清醒 发现以前做的事 它都什么 对不对 我应该如何做得更好 你就瞬间就 就就就就就就发现了 在君老师团队里面 我们这么多年 会播的这个 交付的学院里面 有的宝妈 可以通过一个视频 通过一天的时间 涨粉超过十万 有的98年 95后 80后的很多的同学 他可以通过一个视频 收入几万块 买对几十万 太高咱就不敢讲了 能能理解吗 就是都能做到 有无数的案例 无数的见证 为什么我们今天晚上的 这个 这个这个这个 直播时间很久 因为我们老师 已经很辛苦了 就大家都很辛苦 但是我们希望 通过今天晚上直播 唤醒你 告诉你真的 当下趋势是什么 告诉你必备的财商 到底是什么 希望你走进来 希望你给自己 做的一个决定 所以直播间的家人们 如果说今天 你点进了直播间链接 你来到了一个 这个这个直播间里面 有可能他会改变 你的命运呢 但是你没做决定 那就等于什么 你知道吗 等于叫做 知道直播好不好 好内容好不好 好干不干干 但是相当于 你没做决定的话 就是支持滑过大脑 没有留下痕迹 就支持滑过去了 就讲到啥 没记住 明天忘了 只有你做了一个决定 你把心放在平台 你把心放在这里 你把心放在了会播上 你跟周老师 长期浸泡 长期共振 这个时候 能量就不一样了 就会改变了 所以直播间的所有同学 点击右下方的按钮 如果你想象 军林老师 如果你想象你的孩子 通过线下课 四天改变他的命运 让他生起一个梦想 生起一个财富 自由的梦想 点击右下方 汇播按钮 赶紧报名 我刚刚看到很多同学在讲啊 说老师如果学不会怎么办 我告诉你 这个问题 首先是个负面问题 你要相信你自己能学会 第二个 我告诉你 如果学会怎么办 没有如果 人生没有如果 只有结果和后果 能理解吗 只有结果和后果 你今天 没有做选择 那就是后果 多年以后 我突然想起来 周老师在几年前 就在直播间 让我讲 让我做播商 我到时没有把握出机会啊 后悔完一样 结果是吧 今天你做个决定 你长期跟老师浸泡 线下课 提核观景的收入 对不对 线上课 又提核观景的收获 线上课无限智慧的浸泡 线上线下课 无限趋势的跟随 当下这个时代 遇到一个 凝视的机会很少 改变你的命运 有可能就是 就只有一次 有可能就是这次 所以直播间的所有同学 点击右下方的 汇博按钮 加入到合伙人 如果你相信 君寅老师 你就点击右下方的 汇博按钮 加入到我们合伙人 君寅老师也是 汇博的交付的 直播讲师之一 我从我自己 这个半个月 涨死60万的秘诀 单个视频 变现8万块的方式方法 ISOB全流程 全部在避训的里面 告诉你 今天直播间 所有的老师 都有我们 大部分都有我们 在汇博上面 自己的课程 所以直播间 所有的同学 选择大语气 选择大语气 不要讲如果 没有如果 只有结果跟过 所以你选结果 还是后果 取决你点不点 用下方的按钮 好 感谢周老师 有请我们 阿松老师 好的 感谢我们的 君寅老师的精彩分享 所有直播间的家人们 你们可以看到 君寅老师通过学习 从一个工厂的小工 生命发生巨大的改变 你看学习是可以整容的 你看他的整个容貌 发生了完全的变化 所以 以前这个就是 写在脸上了 这个全部的这个 迷茫痛苦 我是真的写在脸上的 这不是开玩笑 这真的 所以直播间的所有家人们 周老师在最后会给大家 做总结和提炼 此时此刻 如果你要加入 会播合伙人 成为周老师的学员 跟随周老师持续学习 像周君寅老师一样 改变自己的容貌 改变自己的内在 改变自己的财富 改变自己的家庭关系 点击下方 散动的会播按钮 直接报名 感谢我们的君寅老师 也感谢我们的所有家人 然后有请我们下一位 会播合伙人 接下来 给你们有请位 会播的班主任老师 来给大家分享 你报名会播 到底能学到什么样的课程 来有请我们的会播班主任 我们的谭言锡老师 闪亮队长 好 师傅好 以及我们直播间 所有的家人 大家晚上好 那么我是属于 我们会播班主任的 一个代表 刚刚我们前面的 所有的家人 听了那么多的大咖 以及我们之前 报了会播合伙人的 那么多老师的 一个精彩的分享 我相信大家 都有所触动 都已经在给自己 做了一个决定了 那我们很多人会问 老师 报了这个课程以后 到底应该怎么学习呢 那接下来呢 我会给大家讲到 所有凡是今天晚上 报了我们会播合伙人的家人 第一个 一定要主动的 立刻马上去点击 我们右下角 一个六色的按钮 就是我们的班主任的按钮 就添加班主任好不好 那凡是今天晚上 我们所有前面 老师讲到的一些福利 我们班主任都会送给大家 好吗 那另一个的话呢 今天晚上凡是 报了我们会播合伙人的 一定要去下载 我们的会播学堂APP 那我们今天晚上 报了合伙人以后 所有的课程 包括我们今天那些 大家所讲的内容 都会在我们的 会播APP里面 它们会以几个板块 给大家来呈现 第一个是个人成长路径的板块 第二个是我们家庭幸福的板块 第三个 好就是我们创业板块 第四一个就是我们直播 短视频的板块 会以生命飞龙的方式 呈现来教给大家学习 那加了班主任完以后呢 班主任也会通过我们平时的 比如我们班主任通过直播的方式 来给大家赋能 第二个的话呢 会通过社群的方式呢 给大家赋能 第三个呢 也会通过一对一的方式呢 给大家来赋能 所以说在这里的话呢 给大家讲一下就是我们凡是 今天暴露喉喉的家人 一定要主动的去添加我们班主任 好不好 我们有的人说添加不了 点击我们右下载的那个 右色的 脸色的按钮就可以添加 好不好 一定要主动 因为当你主动的时候 你才能够获得主动的力量和能量 好不好 那今天晚上呢 我们前面的我们的很多的老师 都给大家送了福利 有给大家送信下课的 有给大家送密讯的 也给大家送了其他的一些福利 那今天晚上呢 好了 我作为班主任的代表 来这里呢也给大家送一波福利 好还是不好 那今天晚上 凡是是报了2800合伙人的 那不管是你今天报了2800 还是我们一年以后 要重新续费800合伙人的 所有的家人 今天晚上都可以领取到 周老师给大家赠送的 三本书籍 第一本是我们的亲密关系 亲子关系整编书 他会教我们如何去 把我们的孩子培养成领袖 让他学会自主自立自信和自强 那第二个的话呢 就是我们的智慧语录 那这本书的话呢 是结合了我们周老师和杨老师 十几年的智慧精髓 当你看完这本书以后 你就会知道生命应该如何去成长 还是不好 来这是第二本书 来 接下来还有更炸裂更炸裂的 那就是什么 就是我们杨老师的人物之传 我们说听别人的故事 悟自己的人生 杨老师的这本人物之传 会给得了我们很清晰的成长路径 以及包括你看完杨老师 这本书以后 你就会知道 从零到一 以及从一到一百 你也可 你会发现 包括家庭关系也好 事业关系也好 你都能够做到 所以说 今天晚上凡是报了 两千八合伙人的 以及 重新续费八百合伙人的所有家人 都把这三本书送给大家 好还是不好 来说的家人 好的在公屏上扣一个666 那这三本书怎么去领取呢 大家报名完了以后呢 就可以去联系班主任 让班主任教你们如何去领取这三本书 好还是不好 来说所有的家人 那接下来的话呢 我们也会在线上 以我们班主任团队的方式 来去在线下给大家带来更多的呢 一些富人 所以希望我们所有直播间的家人 一定要主动的去呢 链接老师 因为我们刚刚听到直播间 很多的家人在分享 好 不管他们是家庭幸福也好 还是实现财富自由也好 还是打造费动收入也好 还是能够把短视频 能够做到爆款也好 他们都是因为学习了 我们整个会博学堂里面的一些内容 那这些内容的话呢 后续我们也会有班主任 通过在线上直播 以及一对一会的社群的方式 给大家的呈现 好不好 那一定要去点击添加班主任 那今天晚上呢 因为时间关系 那我就分享到这里 感谢我们直播间呢 所有的家人 听到这个地方 如果您觉得很超值的 在直播间打个超值 好不好 让更 可以把直播间分享出去 让更多的人知道这个好消息 来共同的领取这商品书籍 好吧 来感谢我们直播间的 所有的家人 来接下来有请我们的万森老师 好的 感谢我们的颜子了 感谢我们的颜希老师 接下来有请我们的会博合伙人 邓世锦老师 直播间的所有家人 此时此刻 如果你也想成为会博合伙人 点击下方 闪动的会博按钮 有请我们的邓世锦老师 已经报名的家人 打出来以报名 好 感谢我们的万森老师 感谢师傅 所有的会博的家人们 大家此刻好 加不到班主任 就是下面有一个 可以添加班主任的 所有的这个会博家人 大家好 那非常开心 我在2021年的时候 当时也是刷到 朋友圈刷到了一个 一个一个人 他发了周老师的 这个会博合伙人的链接 我觉得当时非常的 很有缘分 我就点了进去 点了进去之后呢 其实我没有像大家一样 听那么久 我当时就听到一句话 老师说 你报名了 你能来线下见到我 我就冲着这句话 我就报名了 就特别有意思 有没有家人是跟我一样的 有跟我一样的家人打一样 然后我报名了 我为什么那么快报名呢 因为我在2021年 8月份的时候 我就刷到了周老师的视频 当时我刷到 这个老师的视频的时候呢 哇 我就特别震撼 然后我就去这个喜马拉雅上面 把这个老师 所有音频全部听完 我那个时候听到什么状态啊 早中晚 早上一起床就听 就早中晚像吃饭一样听 然后晚上睡觉前 我一定会听 就这么一个状态啊 然后呢 我就对这个老师非常痴迷 我听了整整三个月 就每一篇 大概讲了什么 我全部知道了 然后呢 我就说这个老师太有爱了 这个免费的内容啊 免费的东西 特别的打开认知 特别的拉伸能量 然后我就说 一定要来到这个线下 见一下这个老师 所以呢 我当时呢 就是朋友圈 不知道是谁 就发了一个这个链接 你知道吗 我一点进去 我就支付了 支付了2021年 对 2021年的10月底啊 然后我就来到了这个财道 我来到财道 我第一次见到老师 我觉得就是因为这个机缘啊 大家打算机缘 其实我觉得人生改变命运啊 有三个东西 我给大家分享一下啊 我觉得我在老师这身边的三年时间 比我过去的十年 二十年成长还要大 那是哪三个东西呢 我觉得第一个啊 大家可以打上来 是你自己的努力 就是人生 你自己的努力 永远是第一个的啊 就像周老师 他永远很努力 很拼搏 比如说这一次呢 我们跟着老师去这个土耳其游学 是吧 包括大家刚刚有听过老师的分享 你就知道老师是马不停蹄 就他的人生是马不停蹄的 对吧 从一无所有到今天这样子了 然后他依然马不停蹄 所以我们永远要努力 家人们 永远要相信努力 永远要相信付出 永远要相信耕耘 好这是第一点 那我觉得第二点是什么呢 一定要有贵人相助 对吧 这个贵人呢 也可以叫做什么 老师 你的贵人 你的教练 你的老师 你人生当中 一定要出现这么一个人 那么这个人呢 他的结果 他的维度 他的能量 对吧 一定要比你大几百倍 因为只有这样子 你跟着他学习 对吧 那么你成长才会更快 因为很多时候啊 就是我们这一次去这个土耳其 我说得特别大 什么感觉啊 就你们知道吗 叫环境决定命运 大家打上环境决定命运 就是我希望大家呢 不要把这个2800呀 咱们把它当做一个 哎呀 我马上学一个AI课 学一个亲子教育的课 学一个财商的课 我立马就变现 不要有这个思维 你把这个2800当做一张门票 这张门票呢 是一个换圈子的门票 那么通过这个门票呢 你你认识了一个人 甚至认识了一群人 在这一群人里面呢 可能你就会遇到 那个改变你命运的人 有可能是周老师 也有可能是杨老师啊 也有可能是这里面的 其中一个导师 不知道是谁 但是呢 你要走出来 你要换圈子 就是老师说那句话 叫树螺死人螺活 家人们 人是流动的 金钱也是流动的 能量也是流动的 所有一切都是流动的 就是你待在那个地方 老师不变 你就容易变成一个什么呢 叫做守着自己的一某三分地 就是我在想啊 我说这个老师的课程 为什么那么多人愿意来听呢 就是因为老师全世界走 他的世界观太大了 所以我希望大家啊 就是一定把这个两千八 当做什么呢 一个门票走出来 去链接更多的贵人 链接更多的信息 你不要想着 我现在的处境是什么 没有关系的 你现在起点再低 没有关系的 我们每个人都是普通人 所以我就是因为 一张这样的门票 然后呢 当别人都不敢做决定的时候 我敢做决定 我觉得这个老师的结果 我可能自己努力 十年都达不到 所以我就报名了 所以我就拿所有的 这个所有的钱 我报名了 但是我用了不到半年 我就翻三倍的 把这个学费赚了回来 所以大家明白吗 然后我跟着老师 我学会了直播 我跟着老师 我有了财商 这些能力 我跟着老师 我走全世界走 我有了更大的建设 我有更大的这个格局 我问大家 这些东西不是两千八 也不是几十万可以买到的 大家明白吗 所以我希望大家啊 就是要用这样的维度 来看的这个课程 那我也更加希望大家呢 一定要有信心 就是你就一定要来到财道 你要来到幸福人生 你要来建高能量的人 就是你 就是当你自己没有能量改变自己的时候 你要去到一个超高能量的圈子 让这个能量厂来推动你变得改变 所以我觉得这里的每个导师 都是这样被改变的 那我希望下一个是你好不好 希望啊 就是你们有这个两千八的家人们 我希望大家把它当做投资啊 终身投资自己成长 希望下次有机会在财道现场见到你 也希望在我们的这个游学现场也能见到大家 好吧 那我是四景啊 我在会播的密讯等着你 期待能够给你分享更多的这个直播的干货啊 也期待给你分享更多的跟老师游学的这些体验 那这个万松老师我这个分享的差不多了 我希望每一位家人都要好好珍惜 真的就是你要换圈子 就三个字就可以了 周老师哭了吗 他们说周老师没哭 周老师是开心哈 是的 今天所有报名的家人啊 可以来参加我的师母杨昀然老师的 幸福人生的线下课 四天三夜 然后呢这个四天三夜呢 四景老师也会在现场给大家分享 我们作为一个女性 我们如何在未来接下来二十年的离火大运里面 我们去抓住趋势 我们如何利用短视频利用直播 对吧 我们如何去活出女性的独立 就是我都会给大家分享 然后我们在现场会见到这个杨老师 然后大家可以来带着你的家人来参加啊 就每一次来参加我们这个幸福人生的 这个课程的所有家人们他们后面都会带自己的家属来 就是这个课程的含金量特别特别高 是杨老师这几十年打磨的一个课程 也是跟周老师的夫妻关系相处这么多年打磨的一个课程啊 就是我希望呢 大家不仅仅学会财商 还要学会家庭幸福 就是人生是全方位的幸福啊 幸福人生的门票今天送给大家 好吗 哇太棒了 OK 所以此时此刻 如果你今天报名 还能获得一堂幸福人生的名额 所以此时此刻 点击下方的闪动会报按钮 直接报名 感谢所有的家人啊 感谢我们的士敬老师精彩的分享 好感谢大家 如果你要让你像士敬老师一样生命改变 点击下方闪动的会报按钮 接下来我们有请我们的会报合伙人 王超宇老师 闪亮登场 最后周老师给大家做总结 好师父好 我们会播的所有家人们 大家现在好 我叫超宇来自陕西农村啊 是一个很普通的一个 很普通的一个小伙啊 那之所以自己的人生的命运发生改变 就是因为我在上大学的时候 那时候的话 你就每天听老师的这个喜马拉雅 曾经也和大家一样 在这个互联网上刷到了 我们周老师的视频 然后从那个时候开始就爱上了老师 那时候每天听老师的喜马拉雅 听老师的这个666输入会 还有学习老师的这个很多的一些视频 所以的话 在那时候的话就爱上了老师 每天不断的把自己的东西 全部浸泡在老师的内容中 然后从此之后 我就深深的每天和老师列阶 从那个时候开始呢 我就想着怎么加入老师的这个公司 然后的话 我就从大学出来之后 我就在海底捞 那时候的话 对吧 因为自己刚出来 也对社会没有什么经验 就想着在海底捞 去打工 然后在海底捞干了三个月 赚了那时候到每个月的话 只有三千块钱的一个收入 然后干了三个月之后 我觉得自己人生不应该是这样 老师讲了 这个讲了富人和穷人 讲了我财商 所以说我那时候就想着改变自己的圈子 然后的话就来到了公司 来到公司真的是不一样 从此之后 自己的人生就发生了很大的改变 什么改变呢 我在公司的话 找到了自己的女朋友 对不对 然后的话 我的女朋友的话 目前的话是杨老师的助理 也是非常优秀的 而且还是硕士毕业 那时候的话也没有什么结果 那我是怎么追导她的呢 那就是完全的 用了老师讲那个秘密心理法则 大家有没有听过师傅在喜马拉雅 是风险这个秘密心理法则 对吧 怎么老师是怎么吸引这个公交车的 怎么吸引自己的想要的财富 幸福 对吧 我就是听话照做 然后把老师这个秘密心理法则用出来 追导了自己女朋友 然后通过 然后我来到公司之后 我就开始做老师的这个视频 通过一年的时间 通过一年的时间的话 自己的这个账号 一个月涨粉一百多万 然后做官方号 从五十多万一直做到了 两百多万的一个粉丝 然后在去年的时候 去年的时候 然后通过做老师的账号 一个视频 最高的时候 一个视频变现五十万 然后一个月最高的时候 变现了一百五十万 真的是 我从来都没有想过 说是自己能通过 在公司能赚那么多钱 之前觉得一个月 对吧 一个月赚个一万块钱 已经很牛逼了 从来没有想过 但是 我就是通过做老师的账号 拿到了 拿到了这个力量 那怎么去做 做的这么厉害呢 就是因为 我把老师当成我的信仰 因为我在 没加入公司之前 就是对老师的那种 无与隆比的相信 老师讲过这么一句话 相信谁 你就拿到谁的力量 因为那时候 我每天学习老师的东西 我觉得老师 真的分享的东西 特别的核心 然后我就每天学习 每天听 然后就是相信 把老师当成自己的信仰 然后不仅 拿到结果之后 我第一时间的话 就听老师的 去老师的财道课课程 然后的话 就报老师的福布斯 对吧 然后和自己的女朋友 一起加入福布斯 真的太棒了 然后这次的话 也和师傅一起去的 这个新兴来游学 真的是体验 体验非常好 我们去欧洲 了解欧洲的历史文化 了解欧洲的这些风俗 还有风情 去做这个热气球 真的体验非常好 第二个是什么呢 我觉得最重要的一个点 就是什么 就是这个圈子 圈子真的太重要了 如果我曾经没有 没有走出来 没有从陕西走到 走到公司 我们陕西的话 离公司的话 差不多有两千多公里 我一个北方人 然后那时候我一个人嘛 一个人坐着这个绿皮火车 一路南下 两千多公里来到公司 就是对老师的相信 就是奔着老师这个人来的 我来公司 就没想着说要离开公司 然后就是因为对老师的相信 然后的话 拿到了自己想的结果 然后的话 拿到结果之后 报了福布斯 然后的话又在惠州这边 也买了房子 在我们公司那边买了房子 包括的话 我们上个月 我和我的女朋友也结婚了 我们上个月领了这个结婚证 真的非常好 真的是 我觉得我今天所有的一切 都是师父给我的 都是周老师给我的 不是说我靠我的能力 你说我靠我的能力 在外面一个月 能赚个几十万的太牛逼了 都是所有的一切 都是感恩师父 真的非常非常感恩师父 还有一个是什么呢 我觉得就是人生 就是在不断地做选择题 你选择 选择一个好的伴侣 选择一个好的圈子 选择一个好的教练 你的人生就会发生翻天覆地的改变 我正是因为选择了周老师来到了慧城 然后遇到了自己的伴侣 然后进入了一个好的圈子 所有的人生 自己的命运发生了翻天覆地的改变 又走进了老师的福布斯 真的 我父母 我父母都不 都 都现在在我们 那个村那边的话 都 都脸上都有光了 知道吧 在 之前的话 我们 我父母的话 都 对吧 都没有什么 那个什么 觉得自己儿子 没什么出息 后面的话 就是在公司拿了结果之后 我拿了结果之后 还给我父母 还了十几万的负债 又给我妈买这个黄金手镯 给我爸还买了一辆车 所以说 拿了结果之后 第一个 我在公司学到什么 我觉得学到 第一个就是懂得感恩 孝顺父母 当我第一次在 过年回家给父母跪拜那一刻 我就拿到了父母的力量 就是 孝顺自己的父母 拿到结果之后的话 就感恩自己的父母 因为老师讲的 父母是我们的根 只有我们 多去感恩我们的父母 滋养我们的根 我们的人生才会越来越好 而是发自内心的感恩 因为我之前的话 不懂得感恩 就是总觉得 抱怨父母 总觉得父母 亏欠自己 其实真正的是 需要自己 真正的发自内心的 去感恩自己的父母 这是 这是第二个点 第三个点的话 我觉得就是 就是真正的 真正的要去 要去多学习啊 你今天 如果说是 抱了合伙人 你学了合伙人里面的内容 把老周老师的内容学习完 你觉得会发生 不一样的改变的 因为我曾经就是一个 在大学的时候 你在这个河水里面是河水 海水里面是海水 你在污水里面就是污水 你像我们冲 对吧 有很多人 对不对 那再浸泡在一起 每天除了干农活 要么就是打麻将 对不对 你要进一个好的圈子 都是爱学习的 都是一起 做事业的 那能一样吗 那人生根本就是 发生了翻天覆地的改变 所以的话 希望大家今天 给自己做一个决定 好 那我今天的分享 就感谢大家 感谢我们所有的粉丝 希望大家今天 给自己狠狠做一个决定 你的人生将发生 翻天覆地的改变 感谢大家 感谢我们的粉丝 感谢师傅 好的 感谢我们的超约老师 超约老师的分享 有请我们万生老师 如果你们也想和超约老师 一样发生人生改变 在这里找到自己的伴侣 组建自己的家庭 点击下方的闪动会播按钮 直接报名 好的 接下来我们有请 下一位我们的会播合伙人 改变的案例 我们的吴谷利老师 闪亮灯场 所有的家人 有请我们的吴谷利老师 要报名会播合伙人 点击下方的会播合伙人 闪动的按钮 直接报名 如果已经报名的家人 把已报名打出来 欢迎回家 我已回家 全网撒屏起来 有请我们的谷利老师 哈喽 所有的家人们 大家晚上好 现在能听到 并且看念我的 可以回复一个谷利 我是一个 盗谷的谷利利街 不对 利利利 谷养万民 对 谷养万民的谷利老师 然后呢 现在听到声音 他那个屏幕 可以刷起来吗 对 现在的话呢 现在是由我来 给大家进行一下分享 非常感谢师父师母 创建的这个平台 大家好 我是2019年的时候呢 在我人生最低谷的时候 遇见的周老师 我相信今天晚上 有很多的家人 能够陪伴我们到这么晚 你一定不是因为 想看见我们有多成功 或者有多么改变 一定是因为我们 让你看见了一道光 对吗 我今天晚上要分享的 五分钟的时间 希望对你有收获 那2019年的时候 我处于创业失败 然后婚姻最低谷 那个时候呢 我可以讲叫做 人生痛苦到什么程度呢 我曾经把自己 关在一个房间里面 然后几天的时间 没有出门 每天以泪洗面 然后甚至觉得 我是不是应该去 放弃自己的生命 在人生那个 痛苦阶段的时候呢 我就觉得还有父母 还有孩子 所以我不能放弃 于是我开始 重新振作 开始工作 当我遇见周老师 来到线下课的时候呢 最大的感觉啊 因为前面 其实周老师说过 我其实就是那个 原来我的家庭 非常的抱怨 父母打架 然后呢 在个工作当中呢 其实也很多的排挤 然后在事业上面 也很不顺 婚姻当中呢 更是两个人 互相批判 然后变成了 像仇人一样的 那个时候 其实我也不知道 我做错了什么 但是人生就是很痛苦 但是当我看见 周老师的时候 有一种感觉 那个感觉就是 我感觉老师 散发着光和爱 来所有家人打出来啊 就是说光和爱 那种感觉就是 我自然而然的 是想去靠近这样的人 我觉得这样的人真美好啊 这样的人 好像让我感受到了 特别大的温暖 来有感受到温暖的 家人打个温暖 所以那一刻 我毫不犹豫地 就是离开了 我做了八年的美业 我在整个湖南 打下了很夯实的基础的 那一刻我觉得 如果人生不够 幸福和快乐 没有意义 所以那一刻 我就做了个决定 我从来没有想过 原来那么有勇气和底气 愿意做这种 一往值钱的那种决定 所以那一刻 是师傅 是周老师的那份光和爱 感染到了我 那当然我 加入会博合伙人 开始学习 然后一点一滴开始成长 在这个过程当中呢 当然心态会发生 很大的变化 包含刚开始的负债 到后面负债还清 然后原来我父母也抱怨 我自己也很抱怨 然后所以呢 我就感觉好像关系也处理不好 然后孩子也带不好 就反正一团烂泥 这个死水一样的 但是现在呢 我活出来了一种 什么样的状态呢 就是我觉得生命太美好了 刚才我们 就是遇到的我们的 这个导师团也好 还是我们其他的分享嘉宾也好 当我在遇到的时候呢 他们说鼓励啊 你身上自带喜感 就喜悦感 就是非常的开心和喜悦 觉得每天人 遇见的人 遇见的事都特别的美好 就这种幸福不是 我用多少钱可以换来的 是内心有着非常清晰的目标和希望 所以嘉宾打上两个字 希望 如果你今天也曾遇见过人生的低谷 那么你一定要开始尝试 抓住一切你身边 可能带你走向爱和希望的地方 和人和事 鼓励就是曾经做过那么一个决定 于是呢 你们今天在直播间看到我 我也曾经做过 会成的这个会晤 做过会成的业务员 然后也做过会成的这个 主播导师团 有很多家曾经也见过我 对吗 但是现在的话呢 可能我做更多的企业管理和企业 这个企业管理会做的比较多 但是呢 我有一种感觉就是 为什么我能够这么用心地去把这件事情 当成我一生的事业来做 所以嘉宾打上两个字 叫做教育 为什么一定要把教育这件事情做好 一定要度你们进来 一定要告诉你们 原来生命是可以有无数种境界的 所以不要只是用一种方式去体验和活着 所以鼓励今天活出来一种爱与感恩的时候 我发现我的父母变了 他们对我非常好 刚刚我上播的时候 我爸爸还在问我 你最近在忙什么呢 你今天在干嘛呢 我给你的菜你吃了吗 你看就是这种日常的问候 他们之间也非常的恩爱 然后孩子也接到我身边了 负债也还清了 然后我又做着自己热爱的教育事业 我每天都可以走在帮人的路上 上一次去湖南洪灾的时候 我还去振灾了 原来以前我是不会做这种事情的 我会觉得我捐个款已经很牛逼了 但现在我觉得 哇我能做点什么 我还能做点什么 包含现在在整个会城体系 我特别特别希望 我们直播间有更多的家人 当你看见中国越来越强大 以及我们的中华文化传播的越来越好 我们在当下这个时代 其实可以具很多人的力量 你现在在直播间 你也可以升起你的家族使命感 和社会使命感 以及你也可以做一个中华文化的传播者 所以其实今天你在直播间听 你能听到一定是有机缘的 鼓励曾经也是因为听到了一个机缘 所以抓住了这个机缘 我也希望我们今天直播间的所有家人们 你如果有一天能够坐在这里 你的改变你会分享什么 如果有一天你能够在县下课跟周老师同台 你有没有想过这个一定会发生 如果你有一天能够成为一个导师IP 去真正传播中华的文化 财富自由的力量 然后成为中国梦的推行者 你有没有想过那样的画面 一旦在你的大脑里面种下 你只要朝这个画面走 你有一天一定可以走到 因为你还有十年 还有二十年 还有三十年 只要梦想一旦坚定 时间不怕路远 所以如果今天你能看见鼓励 曾经坐在 今天坐在这里 未来能够出现在直播间 以及未来能够成为跟周老师 杨老师一样走向海外的中华文化的传播者 以及我们财商教育的传播者 只是因为我们都有内心的一个非常坚定的梦想 一定要把教育这件事情做好 一定要跟着周老师 在当下这个时代为我们的国家做点什么 为我们这个时代做点什么 为这个民族做点什么 所以亲爱的家人们 这个都是最好的时代 所以2008它只是一张门票 通过这张门票 让你真正能够看到一个立体的周老师的课程 我们很多的课程和线下课都期待能够让你变成一个真正的成长者 丰盛者和幸福的人 然后通过你的幸福 我们一起去传播幸福 也许你今天看到我们直播你有很多的家人 每一个人都在通过不同的命运 然后也许别人的故事可以改变你 那鼓励呢 可能是这一群人里面 很普通的一个 其中的一个 但是不影响 如果你对我有感觉 我欢迎你走进我们的会部合伙人 当然这一次我们的演说之道我也会去 以及包含我们的9月份的财道课程 我也期待大家在线下能够与我们一起见面 好不好 感恩你们 感恩师傅 然后然后让我有再次分享的机会 感恩你们的聆听 好 那今天鼓励就分享到这里 还没有报名的家人 赶紧给自己做一个决定 好不好 爱你们 来有请的 那个师傅还有那个我们的轩宇老师 好 点击下方闪动的会部按钮 直接报名 接下来有请我们的会部合伙人 我们的胡华轩宇老师 如果还没成为会部合伙人的 现在报名点击下方闪动的会部按钮 有请我们的会部合伙人 我们的轩宇老师 我的结缘周文成老师是大概在十亿年前的时候 我记得刚来线下课的时候 我是整个人当中是非常震撼的一种感觉的 我觉得人生一定要在你出来 红尘当中 一定要选对一位人生导师 我当时大学的时候是一位学生会主席 而且还是一个颁奖 我那时候大学毕业 我给自己定一个目标 就是第一个 我要做一件非常有意义的事情 能够真正可以通过自身的改变 从而去改变更多人 第二个 这一件事情能够让我更加的有世界观 能够让我去环游世界 第三个 能够让我在这个过程当中 不断的认知迭代 认知拔高 后面我发现 通过出来学习以后 真的离人生当中 能遇到像周老师这样的一个名字 确实是三生有幸 说一下我今年的一个成绩吧 在今年呢 我给自己定了一个例子 就是今年我要捐款一百万 那到目前为止 我已经受失周老师和杨老师的影响 我已经捐款七十万了 那么在我给我的母校 广州航海学院去捐款的时候 我的校党委书记就说 他说 孙宇啊 你知道吗 你今天做的这个决定 是我们建校以来 唯一一个第一个 这个给学生 学校的老师去创办一个 这个奖学基金 就很多情况下 我们基本上都听到更多是奖学金 然后当时我设的是奖教金 我为什么要做这样一个决定呢 因为周老师曾经会 教育过我 虽然一定懂得感恩 一定要自己知恩图报 那是有AI课程的 那包括这一次我在 七月份的时候 跟着我的老师一起去了美国 然后看到整个美国的AI市场 看到整个人工资能的应用 确实是非常震撼的 在旧经商的时候 其实在一年多前呢 已经看到他们用整个自动驾驶的方式 来进行打车 所以你会发现 当人家的技术越来越高的时候 我们做什么 周老师在这点就很厉害 周老师在这点 他就不断地通过 去吸收更多新鲜事物 能够马上带回到国内 去帮助我们更多粉丝去成长起来 那么我们自己公司也开始 用了AI的这个面试 以及包括我们平时 通过一些业务体系 我们会用一些AI的工具 包括我们在整个直播领域 我们做短视频领域 也通过一些AI的技术 来帮助我们在这点去进行迭代 所以我们很多伙伴 平时用了一个小时 两个小时才能做出一个视频 而今天通过AI技术 他们可以通过十几分钟 二十分钟 就能够做出一个非常顶级的视频 所以这就是我们整个会成百年 在时代前沿里面 用一些更领先于时代一些思维 来去落地一些事情 在这里面我再讲一讲 整个汇博和客人 你为什么要加入 加入汇博和客人 我们不仅能学到最前沿的资讯 就如同我们在这个直播间前面的所有家人一样 大家都会感觉自己有可能学不愧 自己有可能这个那个 很多时候就失去了一个尽心 而那个时候我是 普通话的说不标准的人来到我们会成百年 然后也不会打电话 各方面也不会销售 但是就是因为师父的一句话 不断地激发了我 激励了我 师父说 最好是说 他说 孙宇 普通话讲得不好不要紧 因为只有普通人才讲普通话 第一个让我转念的思维 一个就是 另外一个就是让我重新发现自己的优势 那我的优势就是执行力非常强 说到哪里就进行 马上去落地到哪里 所以我会会我会我会发现当我 断网了吗 好的 这不就是所有家人呐 但是有请我们的 有请我们的为宣誉老师继续分享 OK 对 是 去 告诉他一个事情 有人说 是 一定 一个 但是 有 他 你 这个爱好 到十万个小时 也许你在这里面 十个小时 你就能够足够了 那 我 一步 在我们来到 今天大家一定要去 整个会不会和我们 我 来让我们一起成为退城百年的一份子 OK 孙老师 我就已经分享到这里 好的 胡总 感谢我们的胡华宣宜老师的精彩分享 也感谢我们胡总的精彩分享 所有家人如果你想跟胡总一样 成为我们的会博合伙人 成为我们周老师的合作伙伴 也可以来到我们的 来到我们这里 来到我们成为会博的合伙人 点击下方伞动的会博按钮 然后走进会博学行 走进我们的会博合伙人 接下来呢 我们也有请我们的最会为我们的 会博合伙人分享嘉宾 他也是从一个小白 就像很多直播间的家人一样 他加入公司 然后从小白做到了成为我们公司的小怪 然后呢 他也实现了改变 成为了我们的导师团 有请我们的萧冉老师闪亮灯场 萧冉老师 接下来有请我们的萧冉老师 萧冉老师可以到这边来分享 萧冉老师过来分享 没有用啊 对对对 速度一点 好 接下来再次有请萧冉老师 萧冉老师 而且今天晚上 所有的家人啊 刚才都是会博合伙人的自己经历的分享 接下来要给大家讲干货的内容 老师呢会留到直播间 等到最后做一个总结 接下来有请我们的萧冉老师来给大家讲 分享干货 而且教会大家如何做直播 教会大家如何运用直播 教会大家如何通过直播来变现 接下来就有请我们的萧冉老师 闪亮登场 来接下来有请我们的萧冉老师 闪亮登场 OK 有请我们的萧冉老师 哈喽师傅好 太开心了 哈喽大家好 我是萧冉老师 我是咱们的会博合伙人 我也是咱们AI播商之道的主讲老师 太不容易了 等了五个小时 我觉得一切都是最好的安排啊 都是值得的啊 因为我觉得又可以在直播间前 和师傅同台去度更多的家人了 太棒了 大家能听到我的声音吗 大家在直播间 今天都坚持到12点了 我希望大家再给我20分钟的时间 我觉得接下来这20分钟 会成为你生命中最重要的一次机缘 所有人打一句话 宁肯过错 也不错过 虽然打上啊 就是因为2020年一次偶然的机会 我结缘到了会播的课程 我改变了我整个人生的命运 以至甚至是我整个家族的命运 我给大家花几分钟讲讲我的故事啊 从里面大家可以触摸我的故事 然后呢 可以获得很多宝贵的智慧 然后呢2020年我的父母投资失败 然后呢负债100多万 然后我 没全 我有点那个啥啊 让我喘一下 因为我从那边跑过来 所有人打上 宁肯过错也不错过 2020年我的父母因为投资失败 负债100多万 我们的人生 我们整个家族陷入了至暗时刻 我的父亲当时一夜之间白了头 我的母亲因为精神失常 在踩楼梯的时候踩空了 然后鼓鼓头粉碎性骨折 那个时候整个家庭信用的瘫痪的状态 我要给我们的 我要给我的父母去还负债 因为当时我的父亲当时一时想不开 差点从我家五楼跳下去 因为父亲不懂财商啊 亲戚一个朋友 把自己所有的家积蓄全部投资进去 还去借钱 还去借钱投资 然后这个结果非常惨重 那个时候我就下了一个决心 我不想让我父母 我一定要让我自己成长的速度 大于父母老去的速度 然后呢我就想 如何才能最快的时间扭转负债 然后呢改变命运呢 一次可能是因为孝道的力量 一次偶然的机会 我刷到了我的恩师周文强老师 在抖音的一个短视频 他说财上的最高阶级是趋势 是趋势让你变穷了还是变富了 当下的趋势是波伤 那两个字深深映入到我的内心 然后我就开始在抖音去刷 关于短视频的 关于直播的 讲播上的一些认知 一些思维 然后一次偶然的机会 我刷到了一个会播的导师 然后他在讲这个会 他的直播有三千人在线 五千人在线 上万人在线 我当时特别羡慕 然后我就 我当时我播了两个月没有结果 直播间快撑不下去了 直播间各位说 然后在最长的时候播十八个小时 三个小时五个小时十个小时十八个小时 就是为了给我的父亲还负债 然后我在撑不下去的时候 我刷到了这个老师 然后他 我说老师我要跟你学习 他说你是会播合伙人吗 我说 还不是 他说你赶紧报一下 我说什么是合伙人 他说合伙人 就是周文强老师成立的一个 会播商学院 教大家短视频和直播变现的一个平台 我说太棒了 我当时一抹口袋 就剩下不到三千块钱了 但是在2020年之前 我非常热爱学习 我也投资了很多学费 最少二三十万去学习 其实两千八对我来说不算什么 那是一分钱难倒英雄 那是我人生最低谷的时刻 家人们如果此刻 你和当时的我一样 我不知道你是怎样 你是会做何决策 但是我相信我拥有富人思维 我当时考虑了一个晚上 我觉得这两千八百块钱 如果我自己去生活的话 我可能多活两个月 但是如果我把投资学费 有可能就是那么一次机缘 就可以改变我的命运 所以我希望咱们直播间 所有的家人都像 都一定要像当时的我一样 敢于给自己的人生做一个决策 因为真的是决定决定命运 新的决定决定新的命运 如果不是那样的一次 魄力和决心 我相信你们不会在这里看到我 也不会看到未来成功之后的我 站在舞台上 千人舞台万人舞台 绽放的我 也不可能看到 一场直播几十万上百万流量的我 对吗 有的时候机会不一定是说 你要投资一个几千万几百万 才叫做大的机会 才叫做大的项目 就是那样的一个两千八 我觉得我的人生已经到谷底了 怎么走都是在往上走 对吗 我的人生已经没有再差的余地了 如果你今天已经有几百万几千万 你已经是很有很好的资产了 你越要谨小甚微 如临深渊 如履薄冰 输家战略 赢家思维 但是今天的你已经一无所有了 你没有什么可输的 对吗 何不放手一搏 大不了从头再来 然后呢 我报完名之后 我就直接像你们一样 点击右下角紫色的汇报按钮 报名了汇报合伙人 报完名之后呢 我用了最快的时间 我因为我比所有的人更拼命 因为我是一个非常非常拼尽全力的人 就是今天这样一场直播 就是一场对我来说 是我一千场直播 其中一场非常普通的直播之一 我依然用尽全力 这五个小时全程看师傅直播 以及看各位师兄师姐 还有我们的同事直播 我包括四天的线下课 我每次的行李箱里 上次有一个小姐姐 跟我们周老师去 一起去美国游学的 有个叫贾奥兰的小姐姐 她有一次在送我去上车的时候 从酒店出来的时候 她说你的行李箱太重了 应该有个五六十斤吧 她说我可以方便参观一下吗 打开一看 里面三分之二的全是书 我就是极致的用心 和极致的工匠精神 所以正是因为这份用心 然后呢 我 然后我用了一个月的时间 我把汇报的课学完之后 把汇报的所有的 这个短视频和直播的内容 全部复制下来 我在抖音去讲 我的直播间做到了 几千人在线 几万人在线 一场直播的场观 96.9万 那个万松老师给他放一下 有图有真相啊 就是因为学习了汇报 我单场直播的音浪打赏 都是在四十多万的音浪 折合人民币是两万人民币 每场直播 几W几W几W 每场直播几十万的流量 然后2020年七月份 一个月的时间 影响了两千万人 走进我的直播间学习 大家觉得 一个月之内 拥有两千万影响力的人 算不算是一个小小的逆袭 小小的成功 相对于我 接触师傅之前 大家觉得怎么样 有没有可能下一个奇迹 就是你呢 你有没有相信的力量 你此刻有没有种下 一个相信的种子 对吗 所以人生如果不是大的冒险 便是一无所获 两千八还叫冒险吗 直接点击右下角的紫色的灰光按钮 直接给自己的人生开启全新的命运 那个能打开吗 然后呢 我最快的时间被抖音 因为我在抖音非常火 2020年刷直播的家人都能看到 都能刷到过我 想做知识主播的一定刷到过我 然后我的直播间 拿到结果之后 抖音的官方向我抛来橄榄枝 然后呢 我被抖音的官方签约为官方合作讲师 这是我一开始的时候 可以放快一点 然后后来火的时候 直播间 什么嘉年华 什么抖音一号 什么浪漫马车 就是非常非常壮观 然后呢 我在 我拿到结果之后呢 师傅在2020年的8月份来到 当时我们有 我当时已经加入到公司了 然后师傅来公司做直播的时候 然后他发现了我 他说你就是木子对吧 我说是的 他说你非常有灵气 是个好苗子 如得高人之点 再加上自己的不懈努力 定能超越徐克宁老师 然后呢 我当时就非常非常激动 我觉得这样的一个大成者 我心中的偶像 愿意走进我的生命中 愿意主动打造我 我觉得何德何能 从那天开始 师傅给我发的信息啊 从那天8月31号开始 周老师开始打造我 他说你把我绿绿书 我会所有的解书 全部看完 把我喜马拉雅所有的音频 全部听完 把我所有的线上课 线下课全部学完 然后给我写竹子稿 发给我 我讲这些东西 我可以火 我可以影响帮助更多人 你也可以 我当时感动的热泪盈眶 我觉得除了行动 除了疯狂的去 啊 落地 我没有任何的 没有任何来表达我感 只除了疯狂的努力 然后我很快拿到了结果 然后在2020年的11月份 十个两个月的时间 周老师看到我的成长太大了 直接给了我一次 在会播同台直播的机会 其实我是在所有的导师里面 第一位和老师同台的 那场直播刷新了师傅的 一个人直播的记录 然后师傅给我签约了 会播导师团 从2020年的11月到现在 每周六都和师傅 在会播的公开课 同台直播 刷新记录 哪怕我是最后一个出场 大家知道 压轴的 虽然压轴代表你的能量级 代表你的实力 代表你的这个干货 啊 代表你的才华 但是后面的人可能会相对少一点点 但是我可以突破一切的障碍 啊 我可以创造最好的奇迹 所以相信此刻 你能够留到最后的家人啊 我 我觉得你跟我是最有缘的 我希望我可以帮到你 否则你不会等到最后一刻 对吗 就即便是我在最后一刻 我依然是 你在之前以往的结果中 我依然是最好的 所以我最擅长的是什么 我最擅长的就是肖蒋 不管直播间给我多少人 我都能创造极致的转化率 直播最重要的是什么 大家 大家 大家思考一下 两个东西打在直播间 第一个是流量 第二个是转化率 所以咱打上流量和转化率 你们想不想 像我一样 实现极致的转化率 成为平台持续的消奖冠军 想不想 虽然打流量和转化率 想的家人打想 今天都说到这份上了 我给大家送一通大礼好不好 我先给大家送一下 我在直播间拿到结果的一些超 就是短视频和直播的一些资料 来大家先互动一下 大家互动的一越激烈 我就给大家送的一越丰厚好不好 流量和转化率 但是流量和转化率 大家觉得什么更重要 大家思考一下 什么更重要 转化率就是你的消奖能力 就是一把一场直播中的人 能转化多少实现多少业绩 这就叫转化率 这像转化率取悦于一项能力 叫做消奖能力 所以在打消奖能力 什么是消奖能力呢 消奖能力就是 批发式销售的能力 什么是消奖能力呢 就是以结果为导向 销售式的演讲 就这样结果 这样演讲我要出单的 我要变现的 要以结果为导向 对 这叫消奖能力 当你有这样能力的时候 你可以一夜之间 成为一个百万富翁 千万富翁 销售可以让你赚到 人生的第一桶金 但是消奖可以让你实现财务自由 所以在打上消奖 可以让你实现财务自由 当你会消奖的时候 你是蜗牛的速度 你的变现是蜗牛的速度 当你会消奖的时候 你是法拉利的速度 它是十倍百倍的 它两个是不可同日而语的 就今天我把我所有的钱 全捐出去 你只要给我一个麦克风 我就能一夜之间 成为百万富翁 甚至是千万富翁 因为我可以批发式的 当着无数人去销售 实现极致的转化率 所以你们想不想成为 这样的顶级的消奖高手 想得家人打想 所以想打消奖 家人再打一句话 流量让你看到钱 消奖让你赚到钱 对吧 你只是流量看着很热闹 但是你转化不掉 等于零 流量只是个数字 但是我可以让你转化掉 想不想把流量转化掉 转化掉实现极致的变现 大家来直播是干什么的 你们是不是想通过 抓住波商的风口 实现财务自由 对吗 实现人生的逆袭 所以你此生 最重要的能力 就是消奖能力 我们说打蛇打七寸 学错东西 比不学还可怕 波商要学什么 波商就学两个东西 第一个就是流量 第二个就是转化率 太棒了 流量让你大家 所有的家人刷屏啊 流到最后的家人 再给大家送一桶超级大礼 太棒了 你们想不想实现最大化的 消奖转化 消奖变现 想吗 想的家人打想 来想的家人 想的家人 我有可能给他送一桶超级大礼 好不好 想的家人打想 来想的家人打想 好 今天 好 太棒了啊 我们互动一下 你可以把 我的一些消奖的结果 给大家随便晒一晒啊 就是让大家看到 老师是有个人 这个实力来成就大家的 都到这个时间了 我觉得我们必须拿出诚意来成就大家 来度更多的人啊 因为你们现在真的太难了 前几天我看到了一个数字 中国现在平均负债9亿人 我觉得这些人 真的是太需要我们这样的人去帮了 因为我们已经在 这个波上的风筒拿到结果了 我们想帮助更多和我一样的人拿到结果 我记得在2020年5月份的时候 我当时叫天天不应 叫地地不灵 当时没办法给父亲偿还巨额的负债 当时我跪在地上 扒了一个大院 我说如果有一天我成功了 我愿意帮助更多像我一样的人 通过风口拿到结果改变命运 然后我相信我实现所有的一切 一定是愿意的感召 一定是孝道的感召 所以今天我已经成功了 我愿意将我的成功的经验 好好保持地分享出来好不好 来 太棒了 今天凡事 我叫萧冉老师啊 萧冉老师对全民负债的时 对吧 全民负债的时代 特别需要萧冉老师这样的人 因为我可以让你极致的转化 极致的变现 我今天给大家送一宠超级大礼 对 那个能看到那个数 能看到那个数字 那上面能放大一下吗 就是我的学院跟我学习 你看一下 我的学院给我学萧奖 一场就是半个月变现了三十多W 对 半个月三十多W 一个月 一个瑜伽老师给我学习 变现了三万多 然后继续继续 随便看几个啊 现在随便看几个 对 太棒了 对 这是我的学院 这是 前面 对对对 这是我的学院给我学习 非常普通的小白 一场直播变现两千多 三千多 五千多 对 放快一点可以 对 放大一点 这是一万多啊 然后那个学院是一个河南的农村的宝妈 然后他跟我学习 前面那个 刚才那个上一页 就是他跟我学习单场直播 13个人在线 成交了六个 九千八 就我的学生都收弟子了 一个弟子是九千八 收了六个 随便三个小时变现了六万块钱 对 然后对 这个右边那个 右边那个图可能看不见 就是上一页的最右边那个图 这个学院是 跟我学习 十天时间变现了 变现了多少 两万多 对 变现了两万多 他也是会不合我人 还有吗 太多了 日入过也月入三千 那个是月入三大 日入三大不六是不是 还有吗 对 日入过千 日入过万 太多了 案例太多了 三十五万 对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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这个是一个月三万多 向南老师学习 日入过万 对 这个是一万多一场直播 一万多 一万多 日入过万 对 日入过万 对 这个是一个月 跟随向南老师学习 宝妈变现九万块 对 太棒了 太多了 太多了 这个是一个月 对 跟随向南老师学习 变现将近一百万 对 最高的那个是一个月变现四百万 对 一个月变现最高的是一百多大不六 那个学员不过 不过他确实有一定的基础和知识储备的 但是我敢保证 你们每个人链接到西尔老师之后 都可以实现极致的转化率 都可以实现比例远 现在好十倍百倍的结果 但是跟你的这个悟性有关系 但是老师会毫无保留给你负能的 可能说老师你的课在哪里呀 怎么能听到你的课 来给大家释放一个好消息好不好 今天凡是在最后这个节点 点到右下角色 升级两千八的家人 可以在我们的汇播合伙人 汇播学堂 我特地给大家释放一重 超级大理好不好 就是我线下13.9万司总会的内容 我魄力给大家分享一下 就是那些学员给我学习 就是那些交了13.9万的 给我学习的 真经本就交了13.9万的内容 我在这里给你们分享一下 你觉得怎么样 让你们理解我最近 好不好 我说如果你讲出来的话 别人不把钱交给你 不把心交给你 不把人交给你 请立刻闭嘴 讲话的唯一目的就是让人采取行动 所以我通过一堂密讯 可以让你实现 只要你讲话 别人就愿意为你付出行动 愿意把钱交给你 你觉得怎么样 怎么做 直接点击 我今天名额有限啊 我先给30个最有诚意的家人 都听到这会儿了啊 极致相信周老师 相信小阳老师的家人 点击右下角的紫色的绘布按钮 此刻打一分钟时间 拍完的家人 打出来以拍 我认准你的名字 拍完之后把你的名字打出来 然后呢 你就可以听到老师的密讯 来所有的点击右下角的紫色 绘布按钮 把你的名字 之前拍的 之前拍的也送你了 之前拍的也送你了 好不好 但是过了今天 就有可能送不了你了啊 来 已拍的把名字打出来 某某某已拍 某某某已拍 好 某某已拍 某某已拍 现在对 此刻去拍啊 给30个啊 然后 我再给大家送一重福利啊 现在拍的家人 还有一些超级大理 很多人老师 你在抖音做的这么厉害 对吧 你在视频上做的这么厉害 给大家送点 实实在在的 我上千场直播的 成功的经验 分享给大家 我花了三天三夜 把它整理成了一个笔记啊 然后 把这个垫子板的送给大家好不好 因为我邮寄不方便 还是最后再给 最后再给拍 来 已拍的家人打已拍 已拍的家人打已拍啊 最后30个家人也送给大家 刚才拍的也送给你的 好不好 零基础玩转抖音 你是小白 抖音账号的运营宝典 能看见吗 直播 直播话术的汇总 这个不光是抖音 视频号都是通的啊 全网都是通的啊 因为我是抖音的官方讲师 这个是抖音的讲师 抖音官方讲师的内部资料 我送给大家一份 好不好 特别多的细节 都是一些直播的话术 啊 你们跟着这个 你们当你不会的时候 你就听话照做 当你学会了的时候 你就想怎么做 就怎么做 对吧 然后这里面都是一些直播的经验啊 直播的方法 技巧全部都在这里头 新人不敢开播怎么办 开播前要准备什么 开播我要讲什么 直播间如何突破 啊 这个直播间的推流机制是什么 开播如何变现 全部都在这里头 因为你们看不清 我读给你们啊 然后如何突破 日入三位数 如何突破日入四位数 日入五位数啊 的密集都在这里头啊 我就不给你一一读了 然后赛尔达送一重 超级大礼 这个我本来没想送 但是今天开心 我魄力送给大家一个 好不好 想要的家人打想要啊 想要的打想要 几线我下播前啊 来 因为你是冲着我拍的 我必须要回报你 因为我说我永远不会让 相信我的第一批人失望 所以下播后 这个赠品就失效了啊 然后我把我连续四年 一千场直播的经验 整理出来了一个 直播间销奖的 降楼十八掌 超级厚的一个资料啊 然后 整直播间的销奖 变现 一共有十八个流程 的逐字稿打在里头 你只需要在里面 填充你的产品和内容 就可以实现空销转败 这个我单 十三万九的学员 我还没有送过 今天两千八 因为感恩师父 我魄力送给你 来想要的家人 叫直播间销奖的 降楼十八掌 十八个步骤 此刻去拍 刚才拍了家人 把名字打出来 让我记住你啊 太多了 我不一一给大家看了啊 这个首播照读剧本 如果你直播间 没有 如果你一开始没有内容 你可以先用这个剧本 来练你的口才 练你的播感 然后如果打造 高权重的账号 如果打开直播间流量的口子 为什么我一场直播 做到九十多万的流量 都在这个本 就都在这本秘籍里头啊 都所有的家人 今天你们真的是太幸运了啊 所有拍到的家人啊 最快速度去拍 直播间怎么互动 因为直播等于互动加干货 直播间怎么开场 怎么暖场 怎么留人 怎么互动 怎么抛话题 怎么自我介绍 怎么制造共鸣 全都在这里头 满满的诚意啊 毫无保留 来恭喜 想要直接去拍啊 天顺广告语拍 太棒了啊 然后各行各业 老师 我不想做知识主播 你有没有想 比如说你去做其他的 这个比各行各业的主播 对吧 卖食物的啊 卖这个吃喝拉撒 衣食入行的 对吧 你都可以卖什么的 卖衣服的 卖包包的 卖化妆品的 卖这个活珠子的 等等这里有各行各业的 一个出单话术 就他你看到那些 疯狂小杨哥呀 什么董宇辉啊 对吧 什么罗永浩啊 等等 他们的直播间 怎么塑造产品 我通通放到这个册子里 特别核心 特别全啊 就按这个来设计 就按这个来设计 你的产品的塑造就可以了 如果塑造产品 如何赶着成交 都在这里头了 有没有诚意 来有诚意的 加你打 有诚意就完事了啊 来有没有诚意吧 你就说在哪里拿 现在到我下播之前 还有最多三分钟 在三分钟内拍到家人 你去找你的班主任 我明天就发给他 好不好 最快速度 因为每个人会 24小时内 匹配一个班主任 来服务你一年的时间 乍不乍列 你就说乍不乍列吧 来有诚意 打完有诚意 你得真真白意的 去复苏行动 对不对 普通人晚上想想 千条路 白天照样走远路 你我唯一的区别就是 很多人只是想一想 而我去复苏行动了 对吧 行动才能决定结果 思维决定行为 行为决定结果 啥也不说了 直接点击右下角 输不按钮 给为你的未来 付诸一个行动 让我们一起期待 你未来美好的蛻变 来直接去拍 老师有打印出来的吗 因为我打印出来 太浪费时间了啊 游记也很浪费时间 你就自己去打印一下 好不好 爆款热门文案的 230条的话术 短视频 我的短视频 最近破了很多10万家 10万家 单个作品 直接啊 直接这个500万播放量 一个 直接一个作品 帮我涨10万粉丝 对吧 最近我的粉丝 用一个月时间 破50万 就是来自于 这 就是来自于这个 这个文案啊 因为可以照拍 因为你拍 你也火 因为文案 就是短视频 就是靠文案的 对不对 你加上你的表现力 然后我们的短视 我们的会播期间 训练音力 也会讲到 如何提升你的表现力 大家直接去拍啊 要拍来抓紧 过时的 过时不后 是的 那就不展示了 好不好 还有很多很多 我就不给大家 一一展示了啊 来我给大家分析一下 好 我给大家 可以了是吧 好 我再给大家 你拍了 加上打以拍 好 太棒了 好 大家 你们 我再给大家 分享一个干货 好不好 以拍的打以拍啊 很多很多 你看在这里 因为我觉得展示 这个太浪费时间了 我花了三天的时间 菜整理出来 就是为了感恩周老师啊 也是为了回馈更多的家人 帮助更多的家人 大家看到很多很多 比如说你现在直播 不敢没有逻辑 没有话数 不懂的 不会带货 不懂定位的 对 不会留人的 新人开播的十大难题 八大准备 全都在这里头了 好不好 如果打开流量的 全都有了 总共来说 关于播商的 关于这个变现的 全部都在这里头了 还有我在会播 送大家一条密讯课 大家觉得怎么样 好 接下来再给大家 花三分钟时间 讲一个核心的干货 我问一下大家 你们想做什么主播 在咱们直播间 想要做知识主播的家人 打个知识主播啊 直播间 有 来想做知识主播的家人 互动一下啊 知识主播 直播一共有五大 一共有五大定位啊 第一个是打赏 第二个是给实体店引流 又叫同城啊 第三个叫接广告 第四个叫电商带货 比如说我刚才说的那几个主播 什么小杨哥啊 什么总雨晖 罗永浩等等 就是直播间直接卖东西 直接直接咔咔咔 三二一上链接 速度完了 直接上链接的就叫电商带货 第四种叫知识付费 知识付费 你们想做哪一种 可以打在直播间 一二三四五打在直播间 第一种打赏主播 适合于那种 就是那种扭屁股掉 要那种小姐姐 有颜值 然后呢 会有才艺 会唱歌 会跳舞等等 会聊天 可能我们大部分人 我们直播间的家人 比较喜欢周老师 可能都是一些清流 都是一些智慧型的 对不对 都是爱学习的 可能你们还不care第一种 所以我们就直接不讲了 第二种就是 有实体变的 你可以做同声引流 我们的AA不上线压课 里会重点讲这个环节 有没有实体变老板 有的家人打有 第三种就是 这个有这个这个 就是个尖管盖 尖管盖的话 你至少得有五十万 上百万粉丝 几百万粉丝以上 才会有一些商家找到你 在你的短视频里 植入到他的广告 给他打影响力 根据你的短视 根据你的粉丝画像 根据你的粉丝数量 来决定你的广告投放的费用 这种 如果我们的粉丝量不够 可能也不太适合我们 对不对 我们先慢慢跟着会播去学习 会播里面教我们 如何定位 如何涨粉 所有的一套 闭环全部都有 然后我们先去打地鸡 完了未来 再去接广告好不好 现在做的好的一些大V 可能一单个广告 都有几十万 几万几十万 上百万的都有 然后最后 第四个就是 带货主播 带货主播需要 很好的供应链 需要很多的粉丝量 比如说你通过 拍短视频 吸粉 吸了很多的超级 对你超级狂热 超级信赖的 然后这批人呢 在你开播的时候 就会在直播间支持你 因为他平时 在你拍短视频的过程中 积累了一定的粘性 他看着你的成长 看着你的日常的生活 看着你的工作等等 看到你的一些思想 他会对你 慢慢的就圈粉了 然后你开播的时候 然后就会卖东西 然后到时候你选一些什么相关的品去败就可以了 这种需要强大的粉丝量才可以 可能我们普通人不适合 最后一种 你不需要粉丝 你直播间只要打开就可以变现 你不需要粉丝 只要你讲得好 只要你能够在直播间快速的 用最短的时间 让刷到你直播的人快速相信你 并且留下 并且愿意听你讲的干货 并且愿意拍你的书或拍你的课 这种主播叫知识付费型的主播 知识主播 你们想不想做这种主播 这种主播有什么优势呢 不需要很多的粉丝 而且 这种主播 他非常非常的激辅报 把不失得智慧 对不对 而且你也不需要什么库存 你也不需要什么食物 你也不需要开店 没有任何成本 然后你只要卖 然后有人带 有人帮你一键代发 你只要做一件事 就是大量的学习相关的知识储备 然后再学一个东西 叫消奖能力就可以了 把你的东西卖出去的能力就可以了 你可以比如说 然后呢 这种类型的主播 你只要找到定位 疯狂的在你的定位 深刀一万米深就可以了 比如说 你想复制我的人是周文桑老师 你就把他的所有的全网的财商课 全部复制一遍 把会播里的 会播线上课的财商之道的课程 是不是我们两万九千万的财商之道 也有句说 我的天哪 我们线下课 卖两万九千八的财商之道 都剪辑放到了会播学堂里头 你只需要把里面的内容复制下来 打成竹子稿 如果你想定位财商 你就复制师傅的财商之道 对不对 你想讲演说 你就复制师傅在 会播商学院里的 演说之道的课程 如果你想 讲这个经营管理 讲创业 你就复制师傅的 这个经营之道的课程 在线上都有 线下都是真金白银几万块的课程 线上居然都有一位师傅太大碍了 真的是 成就更多人 发心发愿 真的是发心发愿成就和帮助更多普通人利息 太棒了 所以 你想定位什么 家人们 你就去都想定知识付费是吧 所有家人想定知识付费的家人打知识付费 想定知识付费 想定知识付费主播的家人打知识付费 你只需要找到定位就可以了 比如说你想定位财商 你就复制周老师的 你想定位两性关系 你就复制杨老师的 你想定位家庭教育 你就复制启宁老师的 你想定位当下最火的AI 你就复制颜值老师的 你想 你想定位肖讲 教人狂乡热卖 教人赚钱 你就复制 这个肖然老师的 你想 你想讲营销对不对 然后你就复制得愿老师的 你想 讲 这个短视频 你想各个板块 都有 我们这个平台 你就复制 报老师的 全网 所有的 最火的内容 全部都在我们的 这个课程里头 然后 这是内容板块 这是内容板块 然后 在这里面 我再给大家分享 最后一分钟 在这里面 最重要的是什么呢 给大家说一下 你怎么找到定位 第一个是找你热爱的 第二 找你擅长的 第三 找 曾经让你痛苦过的 比如说你离了八次婚 然后你婚姻特别不幸 你会会受家暴 然后呢 两性关系特别迷茫 特别焦虑 特别痛苦 也许这就是你的轨道 因为痛点即醒点 如果你教育孩子特别失败 有可能老天 借由这个事情 让你醒来 然后让你去 研究家庭教育 因为修道为之教 你教这个 你就把自己疗愈了 你而且 你能够在直播间 讲家庭教育 帮助更多人 也赚到钱了 也把自己疗愈了 自己的孩子也教育好了 你讲两性关系 你和你老公 越来越幸福了 而且 你也可以讲两性关系 赚到了两性关系的钱 对不对 有人想向你付费 报你的课 买你的书等等 对吧 然后 这个第三个 就是让你痛苦的 第四个 如果你说 我又没有热爱的 我又没有擅长的 我又没有痛苦的 有一个 所以然打趋势 你就讲趋势 当下最火的就是AI 所以然打上 AI波商 AI波商 你就教人AI 教人波商 你就可以赚到钱 你什么都没有 你就复制我们的 会播里的 AI波商的课程 我今天再送你一堂 四天四夜的 AI波商之道 你把这四天的 课程复制下来 你在现场再听一遍 在线上听一遍 在线下再听一遍 因为线下有石操 你的体验感更深 你落地的更好 好不好 AI 因为大家错过了 曾经的 做商 行商 微商 甚至是波商 他不想再错过AI了 因为AI是接下来 第四次工业革命 你只要敢讲 只要你敢讲AI 不管你想的好不好 都有人听 只要你敢讲 就有人敢听 对不对 你 就是要 你只要有勇气 你都可以赚到AI的钱 你就教人在直播间 你随便给大家应用一下 AI软件的应用 对吧 豆包软件的应用 文心意言 等等 等等 就是你 怎么生成海报 怎么生成PPT 怎么制作演讲稿 等等 对吧 然后呢 你就可以 那个软件叫什么 第一个上的那个软件 叫什么 叫什么 会 星会 对吧 星会 对吧 生成特别好看的图片 你就可以直接去 你帮别人设计 你都可以卖钱 对不对 你再直接直接讲一讲 应用 然后你就可以卖你录播课 你就可以卖你的AI 如何运用的课 你可以卖59 你可以卖99 都可以 然后你复制我们 会播里的AI课 你把它复制成 录制成你的AI课 比如说59 99 190都可以 然后钱 我们一分钱都不要 我们把所有的版权 免费给你公开 99全是你的一场 卖10单 你赚1000块钱 一个月3W就到手了 我按最少的说的 好不好 然后你来我们新亚课 也可以 很多人老师 我讲AI 但是我不会AI怎么 消奖 怎么办 我讲两性关系 但是两性关系 我不知道设计 消奖稿怎么办 我讲家庭教育 我不知道怎么设计 研研研 我讲国学 我不知道怎么设计 我讲身心灵疗愈 我不知道怎么设计 我讲财商 不知道怎么设计 想不想学会 各行各业怎么设计 消奖稿 想不想 好30秒 想不想怎么设计 消奖稿家人们 想的家人打想 都说到这份上了 因为你光学会了这个 你不会消奖 我们说直播 就是干货加消奖 你在做支持主播 就是干货加消奖 你在直播间 你讲了干货 前面一个小时 到两个小时 是不是讲干货 我们今天周老师 是不是花了一个半小时 给你讲干货 讲趋势 讲重要性 然后讲完之后 是不是 然后就开始 2800 退出2800合伙人 是不是开始成交了 对不对 开始赶着成交了 然后又请出 一个由一个 我们的合伙人 来做客户见证 对吗 这都是一套 非常严谨 科学的消奖流程 这就是消奖背后的规律 想不想让小老师 帮你拆解一下 消奖背后的规律 对吗 骑自行车 有没有规律 开车有没有规律 就是任何事情 都是得其美而入 得其美而入 想要 而这套消奖逻辑 才是最重要的 你今天 如果你会做一道 你不知道他的逻辑 再给你离到 你还是不会 但是你会了 这套公式背后的原理 你是不是 都是大道之简的 万事相通的 是不是所有的题都会了 类似的题都会了 那今天小老师 破例给他送一个 如何拆解 各行各业 消奖稿的密集 好不好 想得真打想 最后的十秒钟之内 拍到家人 我送给你 如何设计 当下最火的AI 你想实验狂状热门 你就要会设计消奖稿 受之以余 不如受之以余 你拿别人的消奖稿 你未必能够 就是你读了这个稿子 你下一个你怎么办 我教你自己学会 创造消奖稿 让你成为一个真正值钱的人 让你脑袋里有东西 好吧 我把我大脑付费 一百多万学费的所有的内容 全部倾囊相授 如果今天说难听到 周老师大道的东西 全部复制给你 你会和周老师一样有钱 你也会成为一碗风 对吗 如果小然老师脑子里 所有的智慧 消奖能力 全部复制给你 你也可以和我一样 粘入几百W 对吗 今天我破例送给大家一次 来 最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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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给到 再给二十个名额 点击右下角 紫紫的绘法按钮 凡是现在在 二十秒之内 拍到的家人 我在AI 播商之道的线下课 会花一整天的时间 帮大家去 落地各行各业 各个定位的 消奖稿 直接去拍 来 啥也不说了 现在拍的家人 才算数 来 此刻已拍的家人 打已拍 你直接拿回一套稿子回家 表面是你 其实你是拿回 拿回去了 一套 拿回去了 一搭人民币 表面是稿子 则是变现的机器 因为你回去之后 对着面都可以收到钱 都可以直播间 狂笑人卖 成为一个行走的 泡死局 对吗 来 现在此刻去拍 最后的十秒钟 我们就要结束了 因为时间实在是太晚了 太久了 说的 好 那因为 因为我也准备了很多内容 但是时间关系 为了让师傅 因为师傅 已经几天都没有 消息好了 然后也 导师他 非常辛苦 那我也就不多赘述了 怎么去领取稿子 去到班主任那里 明天就可以领取 我明天发给班主任 来 今天去拍最快最快 最后五秒钟 我们就下 我们就 就下播了 好不好 好 来 已拍了 加仁达已拍 我现场亲自 帮大家设计 小奖稿 还有今天 给大家看一下 这些应该有一百 应该有一百套以上的课件 有没有这么实在的老师 家人们 都送给你了 啥都不说了 就是为了完成我当时发的愿 啥都不说了 好 啥也不说了 我们就下播好不好 感谢师傅 不是不是 我们就 我就下播了 我就下播了 我只能决定我自己 感谢师傅 感谢师傅 感谢师傅的栽培 你若荣耀上帝 上帝必赐荣光于你 我觉得 师傅给了我太多的荣光 我只想去好好的荣耀师傅 以及帮助更多 有梦想的家人 我们现下课 不见不散 我爱你们 拜拜 好的 感谢我们的穆姿老师 感谢我们的肖展老师 感谢肖展老师的精彩分享 所以家人 再次把最重要的掌声 送给肖展老师 最后呢 我们还剩一点点时间 然后呢 万松要给大家做一个总结 刚才有很多同学 然后马上 最后是师傅给大家做总结 不是万松 万松上来是给大家说一下 今天报名 会播合伙人 都有什么样的权益 然后今天万松 要给大家做一个权益的梳理 在直播间的说一家人 以拍的家人打个以拍 是不 有看到万松吗 万松这是带着 土耳其特产回来的 知道吧 给你们带着土耳其的 大胡子回来 直播间的说一家人 今天晚上的直播 听到这里 精不精彩吗 是不是很精彩 报名合伙人的家人 打以报名出来 还未报名的同学 现在此时刻点击下方的 展动按钮 此刻报名 接下来万松告诉大家 报名会播合伙人 有什么福利 全部重复一遍 第一个 会播线上 199的会员专区的内容 全部听一遍 一年时间可以听 第二个 每一周 就像明天 明天我们就会有 会播的密讯 密讯的话 如果你今天没有报名 明天的密讯 你就参加不了了 然后第三个 每一个月 我们都会组织一期 会播的 会播的我们的 财富增长 时讯赢 用一个星期的时间 教会你AI 教会你播商 教会你直播 教会你最新的趋势 和动态 所以直播间的 所以家人们 你们今天报名了 相当于抓住了 最新的趋势 第三个 每个月 我们将会有 7天的财富增长 时讯赢 然后 第四个 如果今天报名了 周老师说了 也要把周老师 曾经改变过 他的39本电子书 富爸爸 穷爸爸 也送给你们 第五个 就是周老师 今天说了 但凡今天 在直播间报名的 周老师的 智慧语录 周老师 杨老师的 赵健 以及 周老师的 亲子关系 整编书 以及周老师 因梦而生 电子书 三本实物书 一本电子书 送给直播间 的所有家人们 但凡报名 会不会和人 都送 而且今天 很多人说 老师我报名了 我后面 有一个显示 续费是什么意思 如果你一年时间 全部听完 所有老师听 说过了 周老师说了 如果你们 听到最后的同学 也会送 好不好 一会儿呢 老师会给大家 做总结 和最后的 最后的陈述 把今天晚上的内容 全部给大家 总结一下 好吧 所有同学 一定要听完 听完的家人 也送 好吧 听完的 之前报名 合伙人的 以前没送的 今天也送 好吧 第二 第六个 但凡今天 报名的 每一个同学 只要是 会不会和人的 都可以有一堂 才到课程的 线下课程 给到大家 好吧 九月份就有课程 可以找到 班主任老师 报名 可以找到 你客服老师 邀约老师 报名 第二个 幸福人生 线下课 这是杨运人老师 价值两万九千八 的课程 每人送一个 只要今天 报名 会不会和人的 第三 第七个 但凡今天 在直播间 你们是 拍过 我们的 拍过我们的 会不会和人的 所有同学 AI波商课 第四次 工业革命 最前沿的趋势 AI波商 教会大家 踏对时代的 封口的 这堂课程 价值两万九千八 今天在直播间 报名合伙人的 也送一趟 然后 还有我们的 喜宁老师 价值九千八的 幸福法则 父母课 教会你如何 爱孩子 教会你如何 教育孩子 教会你如何 和孩子之间 凝聚你的沟通 打造一个 孝顺的 懂爱的 以及有梦想的孩子 就在今天 只有此时 此刻报名 今天才送 过完 今天就没有了 第二个 还有我们的 书友会 一整年的课程 整个线上的 一整年 我们也送给你 然后 第十个 周老师的 周老师的 今天报名了 请现今天 周老师 在直播间报名了 周老师和自己的老师 罗伯特梯 金奇先生 也有一场 财商峰会 的笔记 只有今天报名了 也可以找到 班主任老师 领取一份 还是不好 直播间的所有家人 我就说的 听到这里 觉得超不超值吧 超值 家人来打两个超值 如果此时此刻 你还没有报名 点击下方的链接 直接报名 如果你是个宝妈 你应该为自己活一次 如果你是一个销售人员 你应该进入学习一次 学习完了之后 你的人生才会不一样 如果万松当年没有学习 我可能就是一个普通人 今天万松 为什么能发生改变 对吧 为什么能和周老师 一起去土耳其 对吧 为什么能给大家 带来土耳其的礼物 是吧 我为什么能够去到土耳其 跟周老师一起 跟周老师去了 我从17年 跟随周老师学习 我的生命发生了 巨大改变 所以今天在直播间 的所有家人 我要告诉你们 一条秘密 那就是人生 有三个贴 你一定要记住 贴紧 贴紧 就像我跟随老师一样 我跟随老师 到了八年的助理 为什么持续跟随老师 学习 因为我的生命 就在这里蜕变 我为什么 生命在这里蜕变 第一次财道课程 我遇到了我的爱人 现在我和我爱人 已经生了一个 我的宝宝都三岁了 这就是因为 在这个平台得到的 我的车子 房子 所有一切 都在这个平台得到的 我跟随老师 这么多年 你看为什么 持续跟随老师 因为很简单 在慧城是家 在这里是回家 所以今天 但凡在直播间 你报名 会播合伙人的家人 你都是回家 都是回到了 我们这个家 所以欢迎 所有家人回家 所以呢 所有同学 如果你还没报名的 点击下方报名 最后呢 我们会请周老师 来做一个总结 在这里 我还要送一份大理 很多家人说 我不会直播 有没有家人 想回直播 想做直播的 想着家人打个想着 你们知道吗 直播间的所有家人们 为什么我叫 手塔人万松 无论你收 4p2抖音号 我所有全平台 都叫手塔人万松 因为很简单 我要告诉所有 直播间的家人 我的生命在这里 是周老师改变的 我的生命 是周老师改变的 而且我的整个人生 也是在这里 发生了改变 所以今天我在这里 我也渴望 所有的家人 也能像万松一样 生命发生改变 因为我知道 靠近周老师 你能得到什么 因为我也知道 周老师为慧城 付出了什么 因为我知道周老师 在整个汇播的 密续里面 付出了什么 我知道周老师 整个汇播这个产品 汇播合伙人 这个产品里面 付出了什么 你们知道吗 有无数次 我们的股东 我们的总裁 都说了要涨价 这个课程必须涨价 因为太超值了 我们的所有导师 都在里面录了课程 而且每个星期 都有密讯 每个月都有打卡 这个课程太超值了 股东说必须涨价 你们知道吗 是周老师立牌众议 是周老师把最低的价格 给到大家 老师心中想的 永远都是 所有的粉丝 老师心中想的 永远都是每一个伙伴 因为老师知道 你来一次不容易 你花两千八 学习一整年 能够对你生命发生改变 这是一份福报 所以老师想法 最好的内容 以最低的价格 给到大家 老师没有贵的课吗 老师的导师班 三十九万九 老师的福布 是六十八万 老师知道 不是每一个人都能成为老师的导师班 和福布师的 但是老师希望把 所有最好的内容 哪怕你就听过一次 会不合伙人 也能让你的生命发生改变 这就是周老师 这就是我们的老师 所以我想告诉所有的同学 如果你也和老师一样 你也爱周老师 你像万诵一样 生命也因为周老师而改变 你在无数个日夜 和周老师共度 如周老师陪伴你 度过了无数个日夜 今天成为会不合伙人 来一次限价课程 建议一次我们的老师 和老师一起发生生命的蜕变 在这里 我还要告诉大家 再送一份最后的大礼 送完这份大礼 就有请周老师做最后的总结 今天在直播间 报名的所有同学 没报名的同学 依然可以 明天早上 我们在抖音 杨运燃老师幸福传承工作室 我们教会你做直播 我们有请今天晚上分享的 马百岳老师 他是如何从一个做实业的 一年年收入过千万的老板 转型又做播商 然后又把播商做起来的 我们让他详细给你分享 好不好 明天早上 明天早上七点钟 我们让马百岳老师给你做分享 让马百岳老师带着大家去做直播 带着大家去学习直播 好还是不好 抖音来把打出来一下 抖音的这个 所有家人啊 看一下这个 所有家人截图 截完图以后 我就有请周老师 做最后的总结啊 老师在旁边已经有了很久了 老师也很困了 但是老师为什么这么辛苦了 依然在直播间 因为老师知道 哪怕最后多说一句话 哪怕最后 发自内心的给你讲一句 可能就能有请你回家 可能你的生命就会发生改变 所以直播间的所有同学 没有截到图的截张图 明天早上七点钟 周老师会在这个直播间 与所有的家人不见不散 会在 然后我们的马柏佑老师 会在这个直播间 带着大家去学习和成长 所以将以截图的家人 打上以截图 好还是不好 如果你今天没有报合伙人的 你赶紧点击下方的 闪动的汇报按钮 报名 如果你今天实在是没有能力的 那你就走进汇报合伙人 里面免费的视频也看起来 然后明天早上的直播去听起来 先把免费的学会了 然后去变现让自己学会更多的内容 还是不好 好的 在这里 最后呢 我们有请我们共同的恩师 周文强老师 来给大家做最后的总结 有请周老师 大家好 我是周文强老师 非常非常感谢你对周老师的支持 你对会成百年的支持 今天你报名了会博合伙人 周老师永远不会让相信我的人失望 今天在直播间 跟周老师分享的每一个会博合伙人的故事 都是真实的 当你有机会来到我们的线下课的时候呢 你都能看到他们 非常非常希望你能够对自己负责 对周老师负责 对我们这些老师负责 也对你的钱负责 报名不等于成功 你能够真真正正的把我们会博里说的课全部上完 你能够把我们赠送你的线下课上完 这才叫真正的成功 我们今天除了线上课程以外 我们今天除了线上课程以外 还送给大家几堂线下课 首先周老师的财道是必须要上的 我们吴启宁老师 以前叫子星老师 现在改名了叫启宁老师 他送你的家庭教育的线下课是必须上的 我们的杨老师送你的 他的幸福人生的线下课是必须上的 我们今天送你的AI波商线下课是必须上的 这几堂线下课如果你上完了 哪怕你上随便的一个 那个价值都远远超过两千八 当你把我们送你的线下课全上完了 当你每一天抽出个半小时一个小时 把我们会播里的线上课全学完了 我感谢你保证 这两千八一定超值 有可能你通过跟我学习财商 布局了自己的资产 让自己的资产翻倍了 也有可能你学会了我们的波商 把自己的短视频做起来了 也有可能你学了我们的家庭教育 把自己孩子教育的问题解决了 也有可能你上了周老师的爱人杨老师的课 把两性关系剖析关系整好了 反正一句话 行动才能拿到结果 学习落地才能拿到结果 当你真真正正的按照我们班主任的要求 把我们的线上课线下课全学完去行动以后 你一定能够显化结果 你一定会感谢周老师 我相信那个时候 你可能通过跟我们学习赚了上百万 你愿意成为周老师的财商导师班学员 愿意成为周老师的福布斯学员 愿意跟着周老师终身学习 愿意跟着周老师终身修行 愿意跟着周老师一起来做慈善 一起来做公益 我期待那一天的到来 期待我们能够更近 期待我们能够一起学习 一起成长 一起进步 一起做慈善 一起来帮助更多的人 我想告诉我们今天在座的各位 曾经的周老师一无所有 我们今天台上分享的所有的会播合伙人 他们曾经都跟你一样 今天你是谁不重要 明天你能成为谁很重要 不要看清自己 成功跟学历 跟长相 跟年历 跟性别 没有任何关系 只跟你会不会努力学习有关 真心的是非常非常感谢 我们能够有这份缘分 希望大家一定要添加班主任 可以点击我们的右下方添加班主任 班主任添加完以后呢 要多跟你的班主任互动 你的班主任会给你布置作业 会带着你陪跑 会服务你一年的时间 你有任何问题都可以在上班的时间 咨询你的班主任老师 然后呢 我让我们一起努力成长 让我们一起通过学习 通过行动来拿到结果 还是那句话 周老师 要的不是你的两千八 要的是你能够学习财商 学会财商 学会播商 能够改变命运 为什么我们会不会有这么多的课程呢 你这些版权课程都是免费送给你的 你都可以复制我们的课程 在抖音 在快手 在喜马拉雅 在视频号 来去把它课程变成你的课程 我希望每一个人都能走在传播财商的路上 因为周老师真的带着一个大使命 来到这个世界上 让一家族实现身心富足 实现财富自由 这不是个口号 这是周老师的使命 但是靠周老师一个人 他不可能实现 靠的是我们在座的每一个人 所以真心的希望大家 一定要对自己的选择负责 今天你既然选择了 你就要去行动 不要后悔 人生不应该走走停停 人生应该一往无前 如果当年周老师跟罗伯德清奇学习后悔了 不学了 我没有今天 如果当年周老师跟罗伯德清奇学习 只是学习了一堂课 而不是持续追随一年两年三年五年十年 我没有今天 我想告诉我们在座的各位 只要你愿意 只要你不后悔 只要你对你的行为负责 只要你真真正正的 拿出接下来一年的时间 来跟我们一起互动 来跟我们一起学习 完成学业 把线上课 把新加课全学完了 结果自然他会显化 他不在东方显化 他有可能在西方显化 有些人可能瞬间在财富上显化 有些人可能瞬间在直播上显化 有些人可能在资产上显化 有些人可能在自己的心态上显化 有些人可能在自己的家庭上显化 总而言之他会显化 但是前提是什么呢 是相信 是行动 周老师帮助过很多人 但是周老师发现 什么样的人他学了我的课 没有效果呢 是他没有把课程学完 是他没有真真正正的 把我们的线下课 线上课全部学完的人 还有 那就是今天选择 明天后悔的人 还有就是学了以后 不去行动 不去落地的人 如果你是这三种人 你这辈子不是说 学周老师的课拿不到结果 是做任何事都不可能拿到结果 但是如果你不是这样的人 或者说你以前曾经是这样的人 但是你现在改变了 你像我们的郁城老师一样 你像我们的这个萧阳老师一样 你像我们的研究老师一样 持续追随周老师学习 你一定能显化结果 真的 我从来没有想过 我今天上了罗伯特旌旗的课 我明天就成为亿万富翁 我想的是 我的老师45岁实现财富自由 9岁开始学习财商 我能够跟他学习 35岁我能实现财富自由 就已经很好了 但是我25岁就已经实现了 所以还是那句话 要长期主义 不要树木村汪 要高屋建林 相信你自己的选择 相信你自己的选择 去行动 去大量的行动 去实践 每天不管多忙 拿出一个小时的时间 来学习我们汇博的课程 每周六周天不管多忙 对吧 周天晚上七点钟 准时收看我们的直播密讯 每年不管多忙 我们送你们的两个直播打卡训练营 我们的财富增长 时训营 还有我们的AI波商训练营 一定要把这14天的线上课上来 不管多忙一年 一定要抽出时间来上我们 赠送你的线下课 周老师的财道四天四夜 只要你来上了这个课 我敢保证 你一定会感谢我 所以推心自负 给大家讲这么多 真的是把大家当成家人 然后把周老师的喜马拉雅 全部听完 搜索 喜马拉雅 搜索中文乡财商一千奖 全部听完 在抖音 在快手 在视频号 搜索周老师的名字 全部看完 在汇博里面 把周老师解读的 所有的书籍 全部看完 只要你能够把它全部做完 你一定会有巨大的收获 你一定会感谢我 让我们一起财富自由 让我们一起身心富足 让我们一起家庭美满 让我们一起把孩子 培养成才 让我们一起身体健康 让我们一起身心成长 让我们一起帮助更多的人 孔子之所以 能够把儒学传遍 中国的每一个角落 是因为他有三千弟子 七十二闲人 王阳明的心学 之所以可以传播于世 也是因为他有他的弟子 所以周老师 也希望找到我的三千弟子 七十二闲人 有可能你 就是那一个人 有可能你注定 是跟周老师一起 来推广财商 来把自己的名字 写入史册的 我们一起 来帮助我们伟大的祖国 实现伟大的中国梦 做出更多的 中国民族品牌 把财商 从一个显学 变成一个普世之学 靠的不是一个周文强 靠的是千千万万个周文强 今天的周老师财商课 能够走进北京大学 能够走进社科院 证明财商 在周老师的不懈努力下 已经慢慢的 要成为了社会的主流文化 这是周老师的梦想 但是靠周老师一个人不够 为什么周老师 要捐助那么多的西方小学 因为 只有把财商导入小学 中学 高中 大学 都有财商学 我相信我们中国 成为世界第一强国 成为世界最大的经济体 超越美国 知日可待 而这个伟大的梦想 靠的不但是我 靠的是我们在座的每一个人 周老师 非常爱我们的每一位粉丝 可能你 也不是今天才认识周老师 有可能你是周老师的粉丝 已经听周老师两年三年了 但是以前 都是知言片语 都是断装取义 今天你既然报名了 惠博合伙人 我希望你能系统性的 学习周老师的课程 还是那句话 把惠博里 周老师解读的书期 全部看完 把惠博里周老师 所有的课程 全部看完 把周老师送你的线下课 全部上完 你会感谢我 还是那句话 我是周文强老师 我爱你 如同爱自己 让我们一起 在财务自由的彼岸 在诚圣诚贤的彼岸 在开悟觉醒的彼岸 在家庭美满幸福的彼岸 一起 不期而遇 也非常希望有一天 在我的财商导师班 在我的福布斯俱乐部里 能够看到你的声音 让我们一起 相约 我们每周天的 直播密讯 让我们一起相约 我们的财道 线下课 爱你们 如同爱自己 一定 不要让周老师失望 周老师 也不会让你失望 让我们一起相信彼此 让我们一起加油 完成 这一年的学业 加油 努力 你一定可以的 不管你此时此刻 正在经历什么 你都可以 所有大彻大悟之人 都曾经历过 无药可救 心不死则道不生 倘若冲突末路 那便势如破竹 如果你的人生 已经走到谷底了 往哪走都是向上 人的末路 就是神的开端 相信你的选择 这是高我的意思安排 不要后悔 勇往之前 你会是 你那个人生的赢家 相信周老师 一年的时间 相信明年的此时此刻 周老师还你一个 财富自我的人生 我永远不会让相信 我的人失望 爱你们 如同爱自己 加油 好的 所有的家人 这是老师 最后对大家的总结 也是 老师想对大家说的 所有的话语 都在这里了 我们就用 最热烈的掌声 全网刷起来 666 感恩周老师 全网刷起来 感恩周老师 让周老师先去休息 然后呢 最后万松在这里 老师还给万松 交代了几个事情 让大家一定要给大家讲 第一个 如果你今天真的 你连两千八都报不起的 家人 你也可以报199 你可以报名199 从VIP开始学起 保持和周老师的链接不断 你的生命就会发生巨大的改变 还有就是 有很多朋友说 没有加上班主任老师的 点击下方绿色按钮 就添加班主任老师就可以了 点击下方绿色的按钮 添加班主任老师就可以了 还有一个事情一定要告诉大家的 非常重要 非常重要 所有的家人一定要下载 会播学堂的APP 无论你是华为手机 安卓手机去应用市场 下载会播学堂APP 如果你是苹果手机 去苹果手机的应用市场 下载会播学堂APP 直播间的所有家人们 打出来会播学堂APP 然后在会播学堂APP里面 你如果报名了会播合伙人的 你会自动帮你开通 你可以学习里面的所有课程 一年的时间都可以学 有很多人说 老师我还是添加不上班主任老师 怎么办呢 那你们可以去到我们的 会成财商 会成财商的公众号 也可以学习 所以家人也打出来 会成财商的公众号 也可以进行学习 会成财商的公众号 大家也打出来 会成财商的公众号 然后呢 还有就是很多人说 我实在添加不了班主任老师 老师我应该怎么办 我已经报名了 我添加不上班主任老师 所有家人截个图 我们把这个电话号码记下来 这是我们的售后服务电话 每天的早上九点到下班之前 都会有人接听这个电话 然后呢 如果你们实在添加不了班主任老师 你又报名了 然后你可以打这个电话 拨打这个电话去进行咨询 他的服务时间是早上的九点钟 到晚上的七点钟 然后周六是休息 然后你们不要周六打 其他时间拨打都是可以的 好吗 这么见到所有家人们 大家记得截图 如果你真的添加不上班主任老师 记得截图 如果你今天真的合伙人都报不上 那你就报个VIP 如果很多人说 我连199的VIP我都报不起 没有关系 会城还有免费的课程 万松录制了跟随老师学习 有一百多个家人 改变的故事都在会城的 会城故事会里面 这都是免费的 全部给到大家 他们有的人从负债两千万 跟随周老师负债反转 有人负债两百万 人生要走向亲生的时候 遇到周老师生命发生改变 我也希望你可以去看看他们的故事 给你动力 有很多同学他是本来小老板 企业遇到了瓶颈 遇到周老师实现财富自由 他们都有详细的步骤和阶段 全部万松都采访出来了 你们去看 你们每一个今天留在最后的家人 你们如果把会播 学堂里面的 你们就把会城APP 会播学堂里面的 会播会城故事会 你看完了 我包着你 我敢跟你说 你今天哪怕报了两千八 就两千八 就买这个课程就值 我能摸着良心给你讲 因为我请到的每一个人 都是被周老师改变过的人 都是因为周老师而生命发生蜕变的人 他们一说到周老师 一提到老师 都是内流满面的人 他们都是因为会城而改变 他都是因为会城而来的人 他们都是在会城取得巨大结果的人 他们有很多人曾经可能比你更差劲 但是今天他能过好 就是因为他相信了老师 所以也希望所有的家人 你们也可以发生了 你们也可以去看会城故事会里面的 每一个故事 你看完以后 你会被震撼到 你会知道 你的人生也可以发生改变 那是免费的 所以每一个家人 只要你相信我的老师 相信师父 你的生命都可以发生改变 我要告诉所有的同学 那就是跟随老师 生命都会有巨大的肯定 就像万宋一样 为什么我跟随老师八年 我还持续在这 就像今天一样 我们刚去完土耳其回来 我也是 对吧 我就留了一圈的胡子 但是老师依然接受 老师就觉得 这是你的选择 这是你要过的样子 你可以 你每天打你好就行 这就是周老师 周老师是开放的 周老师是包容的 在周老师这你能感受到 在其他地方从未见过他 你在周老师你能感受到 其他人从未给过你的理解和包容 为什么惠城是家 为什么惠城有那么多的家人 来到了惠城 他就愿意一生都在惠城 惠城为什么能做一百年 因为大家长的发心 永远是为每一个人好 成就每一个人 你可能是惠城的一个学员 但是你来到这里 周老师也会托起你的梦想 来成就你 就像刚才周老师说的一样 你要把周老师学到的所有东西 去运用起来 去践行出来 明天早上七点钟 我们在幸福传承 杨芸然老师的直播间 也等着大家 与大家不见不散 然后呢 万松也会经常开启直播 也会给大家免费的 答疑解惑 我们在周六 也会给大家 开启答疑解惑的直播 我们在周天 也会开启答疑解惑的直播 然后我们每个月 也会七天的答疑解惑 希望所有的同学呢 能够跟随惠城 持续学习 把周老师怎么做人的 把周老师怎么成就我们的 你真正的学回去 你绝对差不了 你的人生一定差不了 万松跟随老师这么多年 我看到了无数改变的案例 我也希望你可以发生改变 好吗 然后呢 明天早上 是在幸福传承 杨芸然老师的直播间 然后大家可以去观看 好吗 最后再给大家打一下 幸福传承杨芸然 明天早上万松 七点钟也要去直播 所以的话 今天晚上 我相信你们 也可以起得来 而且也可以学得会 因为生命 可能就是因为 这一次能发生改变 也感谢所有的 我相信你们 每一个人 都是那些人 每一个人 都能够走进会证 每一个人 都能和周老师 发生情愿的原因 每一个人 也都可以 走进周老师的生命 生命发生了 最大的改变 我是万松 感谢所有的 希望所有的 切个图 明天呢 在同学里 这个直播间 可以看到我们的分享 好吗 感谢所有的 我是首谈的老师 也是跟随老师八点 持续被老师制养 被老师拯救的 那一个小海星 我也希望 有更多的道理 你可以成为会证 你可以成为 灵魂蜕变 生命蜕变的那一个人 也希望 你在被周老师改变 已经蜕变了以后 你被跌下的以后 你可以成为那道不忘 就是被感变了 因为在你的生命中 有很多人 也在等待着 你的救赎 等待着背影的救赎 所以 把你的成绩来 你可以改变 把你的成绩来 来到会城 给你生命 以前没人教你 没人告诉过你 那不是你错 今天周老师 周老师是这方面的专家 你只是缺少 这方面的核心而已 周老师会 周老师帮助那么多人改变 也一定可以帮到你 点击汇报按钮 走进来 如果你有两千八 保命两千八 如果你有一九九 保命一九九 如果你一九九都没有 那您就免费学习 跟随我们持续学习 持续成长 感谢直播间的所有家人们 明天早上七点钟 在我们的幸福传承 杨玉兰老师的直播间 我们的马百岳老师 会跟大家不见不散 感谢所有的家人 我是首塔人万松 我是首塔人万松 我会让我老师的支持光 照得更远 我也会像成为我老师一样 成为灯塔 让更多人会照亮 我是首塔人万松 期待你来到慧城 你期待在线下课程 与所有的家人不见不散 下个月我们就去财道 我也希望在财道的课程现场 能够与你相遇 能够与你见面 感谢所有的家人 我们明天早上七点钟 抖音 幸福传承 杨玉兰 与所有的家人不见不散 感谢所有的家人 谢谢你们 感谢所有的家人的信任 谢谢大家 拜拜 如果最后还有一条 如果你们真的是 没有添加到班主任 然后又报名了 会拨合伙人的 记得记一下那个电话号码 再给大家打一下 到时候你们去 你们去拨打这个电话号码 就可以了 好吗 周六不上班 其他时间 在工作时间 你可以咨询 就可以添加到班主任老师 每个同学都能添加到班主任老师 我们的班主任老师 也会为大家去服务 但是大家一定要理解 班主任老师有的时候 也会有学习 也会有进修 也会有谈恋爱 也会有结婚 所以他们有的时候 没有及时回复你 也希望你理解 好吗 你多拨打两次电话 多和班主任老师 回复一下消息 好吧 然后班主任老师 都会回复到你 好吗 然后你也多给班主任老师 一些时间 多鼓励 相互成长 好吧 最后把那个电话号码 给他打一下 给他谈一下 OK 大家截个图 我们今天晚上的直播 就到此结束了 感恩感谢 直播间的所有家人们 感谢所有的家人 对我们的喜欢和热爱 也感谢我在这里 请代表 惠城集团 以及周文强老师 以及我们的所有导师团 感谢所有家人的喜欢 也感谢所有家人 对我们的信任 期待下一次直播 与您不见不散 更期待在线下课程 与大家不见不散 我是万松 手打人万松 拜你 走进会城 遇见不一样的自己 我们下次再见 拜拜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